白色如虫之死,那是一条在冰地不断翻涌的白色巨蛇。 不,那不是巨蛇,而是真正的虫子, 只是那长长的身躯不断在冰层蜿蜒的钻入钻出, 看起来很像一条游在海里的蛇而已。 漫天都是因为它钻地而崩散飘零的冰炸。 远远看去,就好似刮起了一阵冰雪风暴一般。 地名与颤抖不停混合,看起来势头很足, 但这样的场景对于前方的五头巨兽却显得有些不入流了。 制造这样的声势很有用,谁还不会呢? 再说,真当康桥他们看清远处那白色且一段一段有着臃肿身躯的蠕虫后, 他们的表情全部都轻松了一起来。 哼,不过一条比起巨蛇还要小一点的蠕虫而已。 虽然长得有点瘆人,但对于早已免疫的康桥而言也就那么回事。 白色蠕虫很愤怒,因为既然有生物赶在它睡眠时, 进入它的领域,而且还打扰它的睡眠。 这对于一只长期霸占兵员并且一直没有对手的巨兽来说, 完全是不能忍受的。 无论对方是什么存在,打扰了它的睡眠, 它一定要让对方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些年月白色蠕虫本来就已经很不爽了。 至于原因,完全是因为最近老是有一群浑身冒着火焰的渺小生物打扰它,冒犯它。 虽然这些渺小生物很弱,但杀了一批很快就又会冒出一批。 它讨厌火,更讨厌那些不断出现的可恶小爬虫。 至于那些小爬虫为什么要自杀式地持续不断冒犯自己? 这一点白色蠕虫这么多年来也想通了。 不过是因为它想要扩大自己的领地, 然后将四周、经过之处全部改造成自己喜欢的冰原环境而已。 一群爬虫竟然因此冒犯自己。 对于本就没有什么善恶观念的白色蠕虫而言, 全是这些爬虫自己找死。 虽然凡这些爬虫也很愤怒, 甚至想要出去找到这些爬虫的窝并一下全部杀死。 但是,白色蠕虫真的很讨厌不是冰原的气候, 哪怕一点灶热它都不喜欢,也难以忍受。 当然,这仅仅是它那强迫症的性格使然而已。 为此它没有急躁, 而是一边慢慢移动, 一边通过沉睡影响周边的环境, 从而制造自己理想的家园。 它坚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够将自己的领地规模 扩散至整个肉眼可见的一切地狱。 至于它为什么一定要扩大领跌? 那不过是它自己原始诞生的一个想法而已,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仅仅是想, 所以就做了。 它才不会管那些弱小爬虫的生物, 在它的认知中, 这个世界就该是冰原的世界。 这便是白色蠕虫那脑子最简单最原始的想法了。 为此, 在这个过程中, 白色蠕虫灭杀了无数小生物, 甚至是一些普通的巨兽。 在这无法计量的岁月以来, 它一直都这么做的。 而且也没遇到一个能够对抗它的生物。 为此, 白色蠕虫早已养成了一种木空一切的意识。 而现在, 当它再次发现有生物打扰自己睡眠, 冒犯自己领地的那一刻, 它直接就杀了出来。 虽然, 当白色蠕虫第一时间看见了康乔在内的五个庞大巨兽时, 它有片刻的呆愣, 但很快那自大的想法再次冒出。 不过是长得大一些的爬虫而已, 在自己的领域, 它们不可能我的对手。 白色蠕虫脑子里冒出了如此想法, 然后凶狠的小眼神立刻就迎着康乔等五个巨兽冲了过去。 看到白色蠕虫竟然看着它们五个在场, 还敢一言不发地就怒吼冲过来。 康乔与其他四兽都呆了。 这么狠, 这么不要命, 真当自己是那个海里的巨大章鱼啊。 都不给康乔想要动手的讯号, 水蜥蜴第一个迎着白色蠕虫怒吼着冲了过去。 水蜥蜴也想要证明自己, 打不过巨大章鱼就算了, 结果与巨蛇互欧中自己也输了, 它这些时日可一直耿耿于怀呢。 现在难得看到一个不用顾忌的对手, 那它还不好好发泄一番。 水蜥蜴冲过去, 要说有理由那还好说, 但一只有些蠢笨蠢笨的三叶虫竟然也跟着水蜥蜴, 脉动脚下那无数截肢的戏族就像是一辆变态版的坦克一般冲锋了过去。 水蜥蜴一边冲向白色蠕虫, 也一边融化附近的冰。 化水为冰, 在服役它本就有的一点寒冰能力, 瞬间将这融化的水再次凝固并形成了一柄巨大的冰晶长矛。 这个想法还是它刚刚突然升起的。 毕竟四族的子民早就会用超凡巨兽的骨骼做长矛武器了, 它突然灵光一现, 然后就想到了这一点。 有武器和没武器可是不一样的。 而且水蜥蜴制作出来的尖冰长矛, 那强度也绝不是普通的尖冰可比。 只是, 这水蜥蜴刚冲到半路, 那白色蠕虫就张开血盆大口对着它吐出一道白雾的气柱。 气柱袭过, 整个水蜥蜴的全身都被冻结当场。 只是, 这冻结的片刻, 水蜥蜴全身的尖冰就开始出现裂痕。 那白色蠕虫也不傻, 早已冲到了水蜥蜴的身旁, 对着水蜥蜴就想用那满口密密麻麻的锯齿咬上去。 不过就在这时, 犹如有着汗马机动性的坦克突然冲了出来, 一个飞跃竟然在地面爆炸的轰鸣中直接给白色蠕虫重重地撞飞了出去。 伴随着上半身被鲜飞的剧痛, 白色蠕虫怒吼着便想要反身对付正头晕脑胀的三叶虫。 不过就在这时, 水蜥蜴在轰鸣中猛然挣脱了身躯上的尖冰, 然后直接怒吼着举起长矛向着白色蠕虫的脑袋猛插下去。 这尖冰的长矛的的确却扎在了白色蠕虫的脑袋上, 但并未刺穿白色蠕虫的脑袋, 只是刺进一点然后便寸寸断裂。 不得不说, 这个时代的巨兽真的很皮实, 轻易间任何外物都是难以破防的, 也更不可能被简单地杀死。 不过, 水蜥蜴也像是早有预料一般, 在白色蠕虫被猛扎一下斯明哀嚎的同时, 直接双手紧紧地估住了白色蠕虫的头。 那凶横全身冒出青筋的模样, 简直就像是想要把白色蠕虫就这么活活估死一般。 白色蠕虫当然也不会这么轻易地被制住, 紧紧片刻发现无法挣脱后, 他那白如玉的全身竟然冒出大量的冰霜白雾, 静一下将两者全部笼罩。 战斗还在继续。 而且, 这场战斗还是属于水蜥蜴与三叶虫的。 至于三叶虫为什么帮水蜥蜴? 很简单, 只因为这家伙看见白色蠕虫就想到了之前吃的章鱼腿。 以为水蜥蜴冲过去是要抓住对方烤了它, 所以三叶虫也第一时间兴奋地嗷嗷冲了过去。 知道内情后的康乔也是哭笑不得。 这是整的, 他本来有心帮忙, 不过水蜥蜴想要证明自己就是不肯。 对此, 康乔也乐得看戏, 所以直到三天后, 看到白色蠕虫真的被水蜥蜴给像托死蛇一般托过来后, 这场战斗这才落下帷幕。 至于该怎么处理这个家伙? 好吧, 康乔也别想着拉瘦入火了, 因为这白色蠕虫真的被水蜥蜴和三叶虫给联合弄死了。 这个只要看看这白色蠕虫, 那整个白玉一般的脑子被掏空的场景就能知道了, 白色蠕虫的尸体最终还是被烤熟了, 而且还是被其他四兽分食。 看着其他四兽吃得很香的样子, 味道想来不会错。 不过康乔却是没有下口, 不是什么圣母心泛滥, 而是实在下不了口。 他对虫子这类道不害怕, 仅仅是接受不了吃虫子而已。 特别是那种看着四兽吃着烤蠕虫肉爆浆的那个场面, 画面简直不要太美。 不过这样也好, 让四兽吃饱喝足倒也不应该会在前行的过程中闹性子。 期间, 待四兽吃饱喝足之后, 康乔自示带着四兽继续朝着固有的目的地出发。 此前, 康乔早已在外太空确认过了, 以波纹扩散在无形屏障上荡开的范围, 那笼罩另外半个星球的壁垒是与这北地洞土相连的。 当然, 相连的部分还有海域, 甚至是南半球。 不过, 因为此前康乔还要召集四兽, 以及试验信徒灵魂这一档子时, 所以才耽搁了查探。 而现在一切杂事都已经处理。 那么, 关于那巨树衍生的笼罩半球屏障一事, 他就必须确认一下了。 不是说康乔想要打破屏障, 毕竟之前在外太空就是过了, 以现在他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打破这诡异且强烈的屏障。 他从地面观察屏障, 不过是想要确认从地面看向另外一边 是否能够看见那白雾笼罩的世界一侧那里的情况, 是否存在活物。 又或者说, 对面的生物是否可以过来, 以确认屏障是单向屏蔽还是双向屏蔽。 亦或者说, 通过地下是否又能进入对面的世界呢? 所以, 要确认的情况有很多, 康乔也不得不用心了。 虽然康乔已经差不多确定了对面半球的巨树 无法像活物一般移动, 但万一呢? 想想吧, 那可是, 一颗高度至少超过二三十公里的巨树啊, 甚至比康乔这预估的高度还要高, 至少不比低轨到卫星高度低。 更甚至, 其树干中部最繁盛的枝叶处 还几乎笼罩对面半球近五分之一的区域, 康乔这些巨兽, 要是站在那具树下, 估计也就和蚂蚁一样了。 就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 放谁眼里, 都是不敢放松的。 所以, 就算是为了自己未来的安全, 康乔也不得不继续深入探查一番。 如此, 就在这种沉思中, 康乔领着四兽穿越北地近十三个日生日落, 最终终于来到了他们的目的地。 此时, 五头巨兽所处位置早已下起了超级暴风雪。 这暴风雪密密麻麻, 甚至都让康乔他们睁不开眼。 巨蛇三叶虫也早就吵闹着想要回去。 不过, 就在这个过程中, 当巨蛇撞到一个无形屏障的时候, 那一刻康乔终于知道来到了目的地。 只是, 和康乔想象的一样, 地面存在的屏障依然强力。 而且, 透过无形的屏障对面竟然依然是一片白茫茫。 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也都没发现。 这一点, 康乔已经让巨蛾从天空的对流层查看过了。 而且, 这无形屏障还深入了地下, 至少在康乔与巨蛇凿穿冰层进入了地面后, 它们依然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阻隔在外。 这一刻, 康乔真的不得不感慨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 就这巨树展现的神意, 如果真能动, 十个康乔都未必能做什么, 更甚至它要真动了, 整个星球或许早毁了吧。 只是唯一让康乔还是无法理解的事, 你这都相当于至少三五十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与体积了。 你是怎么做到不把这颗星球压垮, 亦或者吸干能量的? 实在是不合理的地方太多, 以至于康乔只能将这一切归结于超凡世界的固有神秘之处吧。 一切都做了无用功, 康乔自然有些不高兴。 不过不高兴又能怎样呢? 兴致而来, 败幸而归。 而且在归途中, 康乔再一次感觉到了快要沉眠的感觉。 这种感觉来得真的有些不是时候, 不过康乔也不在意了, 总体来说应该还能硬抗一段时间吧。 一次睡了成千上万年, 结果每次苏醒都不会超过两个月。 这也是没谁了。 康乔虽然有些抱怨, 但内心深处也隐隐知道这种困乏为什么老是出现。 很简单, 和其他巨兽一样, 康乔这哥斯拉的身躯还是成长期。 是的, 一头近八百米高的哥斯拉竟然还是成长期, 而且还是那种长身体最胜最需要能量的时期。 有了这个猜测, 康乔简直都有些不敢置信, 也无法想象。 不过, 都穿越重生了, 还成为了哥斯拉, 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只是, 隐隐间, 康乔总感觉有些不是太好, 这都八百米高的体型了呀。 这以后, 要是长得更大他还怎么敢在行星上随便乱走动? 那要动起来, 怕不是直接就会引起末日天灾一样的场景啊。 所以, 考虑到这个问题后, 康乔已经不再打算进入地下休眠了, 而且他也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地方, 那就是直接去这颗星球的外轨道上沉眠。 在外太空, 那高强度的辐射可不比在熔岩中感觉差多少, 至少此前康乔就体会过了。 因此, 这一次康乔便做出了这个大胆的计划。 这样既可以避免自己下次在星球上苏醒引起灾难, 又可以避免来自巨树的潜在威胁, 简直一举两得。 甚至如果可以的话, 康乔都想去对面的月球上沉眠呢。 只是目前难度挺高的, 毕竟康乔有点害怕, 自己没飞过去, 就直接睡了。 只要有一点天文知识的, 就应该知道, 行星卫星的轨道可是随时都在, 随行星不断旋转变动的。 康乔的大脑又不是计算机, 总不可能计计算自己沉眠过程的惯性速度, 又计算出月球刚好变轨正确的日期吧。 要是他真的在飞向月球的过程中偏移了目的, 那恐怕就很难再回到目前这颗星球了。 对于黑暗的星空, 康乔也还是有很深的恐惧感的, 至少目前他可不敢冒险。 这一点, 仅从那来自星空中诡异的鼓噪声来说, 便已经足够了。 为此, 康乔已经打定了主意, 然后便带领武兽开始继续原路返回。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康乔已经开始准备一些后手。 那就是交给凯亚一个任务, 一个既关注四兽在星球内行动的任务, 又注视文明发展的任务。 不过, 对于文明发展, 康乔给出的指示, 最多的还是不要干涉。 至于康乔为什么这么做? 很简单, 因为如果这个世界, 真的按照自己的固有思维去创造去发展, 那么这就会少了太多的乐趣。 康乔想要看见的, 是一个自己从未见过的超凡文明, 而不是一个, 只是顺着自己这个神的思维发展, 而没有自身创造力的文明。 不干涉, 不参与, 如果遇到灭族危机, 还适当给予保护。 这便是康乔对于这颗星球, 现有秩序种族的最大眷顾。 神的降临很突然, 消失的也很突然。 就在五族心心念念地等待自己的神回归时, 他们的神阙突然挽起了消失。 是的, 五族的五个神全部都在去往北地之后便彻底消失不见。 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但五族子民却都在传言, 神可能去往了一个凡人无法理解的地方, 正在做着某些维护秩序的神圣之事。 当然, 这个传言自然是五族祭祀宣扬出来的。 而他们的神此时, 除了康乔去往了星空外, 另外四个神都找到了常年低温的一处领海的地方, 集体休眠。 凯亚不愧是在文明当中, 活了六千年的智者, 竟然真能说服其他四个神不再参与各自子民的事物。 按照凯亚的说法, 神就应该有威严, 和子民保持距离, 但同时又给人一种神秘且伟岸的形象。 威严? 神秘? 四兽虽然不怎么理解, 但在凯亚的解释中, 他们总算懂了些什么。 威严, 神秘, 就是强大的象征, 任何生灵都不敢轻易冒犯。 再者说, 因为康乔的威慑, 这四兽虽然有两个不怎么情愿失去工具人喂食的好处, 但最终也指的从了。 吃东西什么的, 不过是这些原始巨兽原始的口舌之欲罢了。 现在的它们, 根本就不用这么低级的进食, 如果不能舍弃这种简单的诱惑, 那还算什么神? 不过就是强大一些的野兽罢了。 另外, 四兽中本就有比较好学的, 比如巨鹅与巨蛇。 这两个家伙对凯亚的知识很是感兴趣, 也愿意听凯亚讲述的大道理。 巨蛇与巨鹅在面对凯亚就像是好学生一样, 非常愿意听一些有意思的故事与新奇的知识。 而水蜥蜴则单纯比较注重力量, 至于三叶虫, 这家伙就是蠢蠢蠢的, 只知道吃和睡。 不给吃的, 他就睡觉, 典型的宅。 水蜥蜴大抵则是属于那种听课打瞌睡的体育特长生。 巨蛇有小聪明, 奸华奸华的, 汲取知识也只是想要获得康乔的认可, 大抵属于那种典型的狗腿子。 至于巨蛾嘛, 他和文人的特性有点一样, 属于乐天派, 乐子人的感觉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很感兴趣, 就喜欢听凯亚讲述四族发展过程中的趣事。 凯亚以一种寓教于乐的方式, 也算是勉强做到了自己想要改变四兽的想法。 再者说, 就像他父神离开之前说的一样, 这秩序四神迟早越来越强大, 能力也必定越发不可捉摸, 太过靠近他们的子民那绝对是或非福。 而且, 如果凡人一切都听神的, 那么注定就会失去创造力, 而且也更不可能发展出更好的制度与生活环境。 凡人必须依靠自己走出一条独属于自己文明的路, 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彻底地摆脱愚昧, 从而获得无价的宝贵财富。 对于康乔纳超越时代的常识, 以凯亚纳局限于时代的智慧自然无法全部理解。 不过无法理解没什么, 凯亚只知道, 自然交代的做绝对没错, 毕竟父神可是最伟大最伟岸的秩序创造者, 是秩序的主神。 黑夜下, 望着天空的星辰, 凯亚知道自己的父神就在那里。 父神终究是行于天上了呀, 多么伟大, 多么令人心生敬仰。 时光的风刮过这颗星球, 时间飞速流逝着。 作为神明留在地面的天使, 凯亚不断在教授着秩序四神知识。 而秩序四神不管是否学习, 只要身处这个环境必然多多少少地开始成长起来。 秩序四神很试睡没错, 但几乎每隔三五百年就会醒一次。 凯亚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是半睡半醒, 同时也负责传授自己的知识与认知。 当然, 作为半保姆的她, 还要为这四神准备偶尔瘫嘴的吃食。 这种日子, 凯亚并不讨厌, 甚至觉得也还不错。 因为在教授四神知识的时候, 她非常满足, 那是看着犹如小孩一般成长起来的独属与长辈老师的视觉。 有欣慰, 也有乐趣。 另外, 这些岁月中, 在秩序四神沉眠期间, 凯亚也会隐漠身形, 暗中观察五族的发展。 这也算是, 为了五族不会哪天在神明无法关注的空隙下, 突然被灭足的保险。 时间缓缓划过, 在凯亚的注视下, 仅是不到一百年, 黑水的甲靠子民便开始脱离愚昧。 他们在失去了神明的保护后, 也在其他四族的权力支援与开化下, 开始在自己的领地建立起海底城市。 虽然海底城市仅仅是用巨石搭建, 但那也完全够了。 文字语言统一, 交流与交易也变得轻松起来。 而另外四族, 除了黑石城的圣城对所有种族开放外, 其他各族都开始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 建立起一座又一座的中小型聚集的城市。 恐龙人祭祀长巴顿的确是一个新时代的合格领导者。 在他的领导下, 恐龙人竟然再次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文字。 一种名为神文的蝌蚪, 那是恐龙人此前看见康桥胸口那旧日的福音而衍生出来的。 神文具有特殊的力量, 以心芒为影, 以超凡生命的血液为原, 刻印不同的蝌蚪蚪与纹路竟然能产生不同的神奇效果。 比如, 有提高各族孵化卵成活率与速度的阵印。 另外还有神文战士, 背后刻有心芒纹路用于加持战斗能力的神奇血液。 当然对圈养的牲畜, 他们也用过这些研究出来的神文福音, 总之一时间不到三千年时光, 恐龙人的人口就翻了十倍不止。 当然, 神文的好处是多, 但坏处也很多, 就如神文战士一般, 并不是每一个凡人都能承受刻印完成时, 那突然产生的排斥反应。 神文刻印一旦失控, 再强的战士都会化为一滩糊糊的血肉。 在各种试验神文的过程中, 五族可是付出了不少代价。 这种情况在祭祀的嘴里, 大概就属于想要获得神明的恩赐, 必然接受来自神明的严酷考验, 意志不坚或信仰不成的人自然便会获得如此结局。 不过, 说到底五族不顾一切地研究神文, 还是因为这个世界实物的贵乏, 以及那失去神明庇佑后缺乏的安全感所致。 所以, 就算危险很大, 五族依然不会放弃对神文力量的探索与研究。 现实常说, 人不必以下, 是很难成长的。 这对于原始的种族与文明亦是同样如此。 而且, 就在五族畜牧业发达了起来的不久, 随着思想的开化, 五族子民很快便又找到多种有很高, 实用价值的果树与植物, 然后并用于种植。 随着原始的超凡田根文化开始冒头, 在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过程中, 自然也少不了货币的诞生。 而这货币, 用的便是一种超凡巨瘦的骨头制作, 名为古币的货币诞生更是加剧了五族联盟文明的繁荣。 只是这一切的欣欣向荣对于智慧生命而言总是少不了威胁。 而这威胁还不是来自外部, 而是他们自己的内部。 这是一场波及五族的大变革, 也是这个世界老一辈狂信徒对那些新生代追求更加自由, 更加宽松化信仰的一次清洗与战争行为。 黑石城的中心, 巨大的神殿内。 原本年轻的巴顿早已老迈, 此时端坐在神殿内面向五座不大不小的神像, 他正闭目安坐着。 昏黄的灯火照耀下, 整个神殿内寂静冷清。 但就在这时, 突然从神殿外走进来了一群祭祀。 听到身后的动静, 原本闭目安坐的巴顿仅仅是微微睁开了一下眼, 然后又慢慢闭上, 甚至没有回头看。 来了? 苍老的声音中隐藏不住叹息的余愈。 嗯…… 身后传来了来人的低沉回应。 能说说你的想法和理由吗? 想法? 理由? 身后的声音充满了讽刺的音调。 亵渎神明难道不够吗? 苍老的身影沉默了片刻, 随后缓缓转头看向身后那个身影。 那是一双看透人心的眼, 他与这个身影的双眼对视, 甚至让对方不由地短暂移开了目光。 够了, 但是, 我想要知道割断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不介意跟我这个快要死去的老头子多说两句吧。 巴顿伸出了手, 那个年轻的身影愣了一下, 随后眼神复杂地上前搀扶起老人。 他低着头, 显得有些愧疚又或是心虚, 但还是悠悠地开口道,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老人平静反问。 为什么我不是继承者? 为什么不能是我? 为什么会是艾玲? 阿富! 巴顿纪司长, 我可是你的唯一儿子啊。 您难道不觉得, 这一切对于我来说, 是那么的不公平吗? 或许是老人的平静, 刺激了这位年轻人本就不平静的心。 他突然抬起头, 看向老人大声质问道, 这就是你的理由。 老人甚至没有看向年轻人, 只是在年轻人的搀扶下, 慢慢走到了神殿的入口处。 他看向神殿外, 那包围着整个神殿的神文战士, 看着那一双双不敢与自己对视的眼, 突然无奈叹息地摇了摇头。 对, 这就是我的理由。 怎么样? 看着自己好不容易创造的一切, 即将毁于自己的儿子手里。 阿富, 您现在又作何感想? 年轻放开了搀扶老人的手, 神情变得有些怨恨, 又有些偏执地笑。 看着自己的儿子, 老人眼底闪过一抹悲哀, 但他并不再理会自己的儿子, 而是看向了神殿一侧几名祭祀团的长老。 这就是你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一名祭祀团长老上前一步, 面色充满平静与谦和, 甚至海斧兄对巴顿指令。 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但狂热的信仰告诉我们, 我们容颜的子民不该继续堕落下去, 也不该继续亵渎我们父神的威严, 不只是我们。 其他五族的祭祀团也都有很多人与我们想法一致, 祭祀长大人。 看着老者, 巴顿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最后微微闭眼, 像是不愿看见眼前这一幕一般叹息道, 信仰。 是的, 信仰。 容颜的子民本就该虔诚的信仰, 我等自己的父神。 那秩序神教却四处宣扬五族子民可自由地选择信仰。 这不可笑。 我们容颜之子的存在, 我们的身躯血肉, 甚至是我们的容颜能力, 哪一点不是伟岸的父神赐予? 不知感恩, 不懂信仰父神的重要性。 这难道不是毁了我族的根基吗? 祭祀团长老淡淡地回应, 同时眼神也越发地狂热。 父神的存在, 才是我们容颜之子存在的根本。 无法一心虔诚信仰父神的容颜之子, 全部都是堕落的, 理应受到最严厉的审法。 当然, 我也认同祭祀长您以前所言, 秩序是父神亲自建立起来的, 但那不是秩序神教这么一个堕落教派出现的理由, 五族和平共处, 甚至联合就已经够了, 那自由信仰。 这在我等看来, 就是亵渎神明。 那些异教徒虽然表面说, 父神为秩序众神之主, 但那不过是, 为了遮掩他们, 那自知信仰自由是亵渎的心, 要说谁被权力蒙蔽了双眼, 那也应该是他们, 祭祀长巴顿脸色一片平静, 甚至没有一点波澜。 他将望着天空那炙热耀心的眼看向了长老, 随后伤感的道, 我们五族如今的繁荣, 这一切的一切真的很不容易, 这些全部都是建立在我们五族子民的巨大付出之上, 难道真的一定要这样? 是啊, 我们五族, 不, 四族付出了很多, 好不容易有了如今这繁荣景象, 但这一切难道不是祭祀长您的放任导致的吗? 祭祀团长老平静地看着祭祀长巴顿, 眼神有片刻追忆, 神情也有复杂。 我一直都觉得, 祭祀长大人您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虔诚信徒, 您是不会理解我们的, 更不会理解其他四族那些同样虔诚信仰, 各自神明的心。 当初老祭祀长让您继承这个位置, 就算现在的我看来, 那也是一个极为英明的决定, 我与下面的战士们同样也很敬重您, 但新的时代, 我觉得您也应该可以休息了, 虔诚的信仰理应再次回归, 并成为族人们迷茫中的指引之火。 祭祀团长老眼神毫不退让, 只是静静地与巴顿对视, 你会毁了这一切的。 祭祀长巴顿像是知道了结局无法改变一般, 缓缓闭幕, 毁了又如何? 只要能够重新让族人知道信仰父神的重要性便足够了。 而且我相信, 在新的时代, 有着明确信仰的五族必将再次兴盛起来, 我们的先辈不正也是这么一步步地带领子民走过时间的间隙吗? 这一刻, 巴顿已经知道了, 一切都不可挽回, 是他心中的软弱造就了这一切, 明明知晓许多许多的人早已不满心声的秩序神教并四处鼓动, 他却没有进行及时的管控, 这一切或许就是他的错吧? 但这又何尝不是秩序子民自己的选择呢? 新的思想与旧的思想碰撞, 全力蒙蔽了太多人的眼, 或许五族也需要这么一场战争才能洗涤人们内心的躁动吧? 只有真正的痛了, 人们才会反省的。 信仰真的那么重要吗? 巴顿已经有些迷茫了, 他想到了老基斯凯亚, 想到了他对神明的那狂热信仰与执念。 最终,巴顿什么也没说了, 只是身影落寞地再次走进了神殿的昏黄灯火中。 爱玲大人, 有人来, 接应我们了, 是诺斯城城主派出的人。 原始森林中, 一名风之子从天空飞舞而下, 面色非常高兴地大喊道, 莫斯城? 看来波顿还是做到了呀。 听到风之子的话, 原本一脸疲态的恐龙人爱玲一直紧绷的脸, 终于放松了下来。 跟随这名风之子到来的, 是一名黑水子民, 背后有着三段甲铐的类人。 爱玲大人, 我是波顿大人派来的, 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诺斯城, 其他五郊的战士已经被全部拔除, 只是圣城那边的情况好像很不好。 巴顿祭祀长与其他两族的祭祀长现在, 全部都被那些野心者控制了起来。 另外, 近海之子的祭祀长与蛇的子民的祭祀长 全部都参与了这场动乱的策划。 来人眼神显得有些凝重, 一连串地说出了很多消息。 老师, 爱玲想到了巴顿祭祀长, 想到他提前预料让自己逃出圣城的那一幕, 心情顿时变得失落与忧心起来。 不过, 他很快就再次振作, 因为他想起了从小时候开始, 他老师就对他的种种教导。 圣城的街道, 看着一名熔岩之子与一名近海之子互相打坐一团。 还是小孩子的爱玲有些害怕地对老师问道, 老师, 为什么这些大叔会打起来啊? 哼, 这就是信仰啊, 只因为熔岩之子, 说了我们伟大的熔岩之神才是至高的神明, 那近海之子不服气罢了。 嗯? 我们的父神难道不是最强的神明吗? 懵懂得他又问道, 巴顿笑眯眯地摸了摸他的头柔和道, 父神当然是最强大的神明, 五族大多早已认同, 但人啊是复杂的, 特别是当你面对面贬低别人的神明时, 那人心的沟壑与矛盾便会让他们这么做, 对待任何神明, 我们凡人理应保持恭敬与谦卑, 但人啊是复杂的, 这民族人其实也未必有亵渎对方神明的意思, 只是对方一时难以接受高低之分吧, 又或是他们平时本来就有矛盾, 秩序虽然建立, 但种族的沟壑依然难以填平, 生活在一起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的。 听到自己老师的话, 聪明的小爱玲有些不解, 老师, 难道就没有不让大家打架的办法吗? 爱玲不想看到大家这样。 巴顿笑了起来, 还很高兴地将抱着自己大腿的爱玲楼进了怀里。 当然可以了, 而且老师我也想到了, 想要真正地实现五族的融合啊, 信仰是一个避不开的巨大沟壑, 唯一的办法就是, 当五族有着共同的信仰之时, 或许到那时, 属于不同种族的沟壑, 才会被填满吧。 共同的信仰。 小爱玲有些不懂, 很简单, 那就是, 让五族不再单独信仰各自的神明, 当所有人共同信仰五位秩序的神明就好了啊, 又或是信仰五位神明建立起来的秩序, 对, 信仰秩序才是最好的答案。 巴顿常叹, 然后面孔一正, 非常正色地看向怀里的小爱玲道, 古老的狂热的信仰是, 容不下一丝杂志的, 小爱玲, 如果你真想改变这一切, 那么就去努力吧, 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不要迷茫, 不要害怕, 像个真正的战士一样, 勇敢地去尝试吧, 老师会给予你最大的支持的。 新出现的秩序神教小爱玲, 你或许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里有很多和你想法一样的人哦, 去吧, 去追寻你自己的真理, 去改变你想要改变的世界吧。 回想起过往的一切, 爱玲眼眶还是忍不住有泪光闪动, 只是她强忍着, 没有让它流出来而已。 强忍心中的哀伤, 爱玲带着跟随自己的战士, 走到了山殿一处显眼的悬崖。 她看着辽阔的大地, 看着这满是浮沉的世界, 振作精神, 然后继续对来人问道, 现在我们秩序神教的情况怎么样了? 你们打听得怎么样? 来人恭敬道, 爱玲大人, 情况其实并不是很坏, 沿海几座城市已经全部落在我们手里了。 另外, 我们黑水的子民开化教晚, 也深得四足的好处, 所以对信仰并无太过极端的想法。 如今, 黑水子民的领地境内城市, 也几乎全部都在我们秩序神教的掌控中。 另外, 风之子仅有的三座城市也全部是信仰秩序的。 至于其他三族, 现在情况大概是一片混乱, 而且还在持续混乱中, 想要知晓最终的结果或许还得等一段时间。 不过, 波顿大人的想法是, 我们秩序, 神教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 我们需要尽快组织战士去支援那些信仰秩序的子民。 三族的原旨宗教太过疯狂了, 他们根本就不把我们秩序神教的信徒当人看, 他们在无差别杀戮。 我们如今根本没有和他们和平谈判的可能了。 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行动, 很快我们就可能陷入彻底的被动。 虽然这有些违背我们秩序神教, 融合五族的核心教义, 但是到如今,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黑水之子说到这里, 心情明显, 也显得很是悲痛。 五族和平共处都近三千年了呀,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难道宗旨是信仰五神, 消除种族矛盾的他们做错了吗? 不, 他们没有错。 错的是那些顽固不化的狂信徒, 是那些被权力蒙蔽双眼的旧时代残渣。 秩序主神, 那伟大且仁慈的荣言之神最开始的建立的秩序, 难道不就是为了让地上的凡人能够和平相处, 能够过得更好吗? 而且其他神明也全部跟随了荣言之神, 这一切已经很明显了。 但是愚昧的古老信仰, 总是那么自以为是, 总是那么可笑又狂妄。 他们才是亵渎神明的那个, 简直不可饶恕。 黑水之子内心十分坚定, 同时也觉得只有自己的秩序神教才是最正确的那个, 是正义的, 是秩序五神神域下最忠诚的维护者。 爱玲听着黑水之子的话, 心中充满了犹豫。 但一想到自己老是对自己的教导, 一想到现在, 还有很多秩序的子民正在被无辜杀戮, 一想到自己这近千年的努力, 他再次坚定了起来。 他转过头, 看向了周围的追随者, 看向了黑水之子。 走吧, 既然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 那么事情的起因已经不重要了, 就让我们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吧。 出发! 去山下与支援的人会合, 一起前往莫斯城。 是, 荣耀的荣颜之子当知道, 什么是信仰? 信仰是奉献, 是感恩, 是救赎灵魂之道, 也是我等于于这个世界的根本。 我们的存在由父神创造, 没有父神当没有现在的我们。 我们能够活在这里, 是靠父神的庇佑, 没有父神, 我们早已化为邪神与异族的口粮与血食。 我们能够繁荣, 更是来源于父神的人词。 没有父神创造秩序, 我们或许还在荒野中用着拳头打猎, 甚至饿着肚子。 我们现在的一切, 全部都是来自于父神。 现在你们告诉我, 荣颜的子民啊, 信仰父神的前程, 能够容纳一丝杂志吗? 黑石城中, 神殿的广场上, 各多生情并茂地, 向着下方的神文战士以及原旨信徒大喊道, 不能, 不能。 狂热的恐龙人战士与信徒们高声齐呼着, 声势热烈且亢奋。 看着下方热烈的呐喊, 哥多非常非常兴奋, 他做到了, 他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看啊, 阿富, 你的选择是错误的, 我哥多就算靠着自己, 也照样也能获得族人的支持, 并成为下一任祭祀长。 可笑, 英明一世的亚父, 竟然一直放任族人信仰其他秩序的神明, 难道他就不知道他这样的行为, 早就引起了祭祀团与原旨信仰的人不满吗? 而且在哥多看来, 荣颜之子之所以为荣颜之子, 正是因为他们信仰着自己的父神, 那伟大的荣颜与大帝之神。 如果一名荣颜之子信仰了疯之子的神明, 亦或者其他神明, 那他还能算得上荣颜之子吗? 哥多从小就好强, 更是坚定的信仰原旨教派的教义, 因此在他看来, 自己的父亲放任秩序神教的出现, 甚至让自己那位早已被秩序神教洗脑的便宜师妹, 接手荣颜一族, 简直就是愚蠢至极的决定。 他依稀还记得, 在上一次族议时, 当他以为自己会百分百会接任祭祀长时, 自己阿富却宣布让那位他的便宜弟子艾玲 接任祭祀长之位时的那令人绝望与不可置信的场景。 多么可笑, 多么滑稽, 多么令人愤怒。 阿富以自己的权威让祭祀团大半长老不敢言语, 但他却不知道, 正是因为这一次, 祭祀团原旨信仰的长老们便已经开始行动了。 先是自己的第二人生导师石山长老, 询问自己有没有继续坚定地成为下任祭祀长的想法, 然后的行动便是开始剪除那些信仰不坚的长老。 最终, 他们做到了。 哈哈, 他哥都做到了, 而且在场的长老全是支持他的, 还有下面的神文战士与原旨信徒的族人。 但, 但是, 为什么就算走到了这一步, 自己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兴? 哥多站在高台上, 不知何时, 眼底却流露出了深深的悲伤。 是啊, 自己多想看着亚夫在侧, 并且一脸欣慰地看着自己接任祭祀长的画面。 阿富! 为什么? 回忆起而时, 就在同样的地点。 阿富将自己放在他那宽厚肩膀上, 向族人高兴地介绍起自己时, 那画面好似就在昨天。 还有自己那个便宜师妹, 明明一直都是一个胆小的小家伙, 整天追在自己屁股后面叫着哥哥。 千年时光啊! 物是人非, 一切全部都变了。 心中憋满, 那压抑让站在高台的哥多, 忍不住的歇斯底里的大吼出声。 信仰父神才是一切的真理, 秩序只需要维护便可, 而不是信仰。 荣耀的荣颜战士们啊, 去重新让那些走入歧途的五族子民, 回归正途吧。 去吧, 去纠正, 去战斗, 去杀戮。 在父神与药星的见证下, 就让那鲜红的血液重新唤起熔岩的光。 不要害怕, 不要彷徨, 虔诚的信徒啊, 死亡并不是终点, 我们必将在父神的国度中再次获得新生。 一切为了犹如药星一般伟大的父神。 一口气, 哥多以神文战士的力量让自己的声音穿透整个广场, 甚至飘荡在黑石城很大一片地狱。 哦, 为了父神, 为了父神。 底下原旨信仰的神文战士们全部手持骨毛不断跺地, 那声响与气势一度飘荡在整个黑石城。 而在另外一边, 正在做同样事情的还有鲨鱼人与蛇人祭祀长。 三族原旨信仰的人几乎同一时间发出了同样的宣告。 这一切, 只是为了不让这场内战内耗太多, 原旨信仰教派已经和秩序神教达成了共识。 他们将在多兰多的平原上, 以神明启示, 用那独属于英勇战士的方式决定整个文明的最终走向。 这一战在双方看来都必定是血腥与残酷的, 只是在他们双方都不知道的地方, 一个未知的存在正叹息着看着这令人复杂的一幕。 诺斯城属于五族在沿海开辟的三座大城之一。 在这里, 艾琳也才刚刚以秩序神教第一任教宗的身份 对所有秩序信徒完成开战前的宣告。 她回到了自己的房屋内, 并且短暂地坐在石床出神。 只是这出神的时候, 不知不觉中, 她的泪水还是犹如雨下。 那类似火焰, 滴在地面甚至将地面的石板都腐蚀了一些。 我不想的, 老师, 我这么做真的没有错吗? 我明明是想要让一切都变好的。 为什么会这样低声哭泣中, 艾琳慢慢擦干脸上的泪水。 她已经至少有几百年没有哭过了, 上一次哭的时候, 好像还是她刚成年时被族内原旨信徒欺负。 还记得那时为自己解决麻烦的依然是哥多, 那个她老师的儿子, 那个她小时候一直追逐背影的哥哥。 只是在自己加入秩序神教后, 自己一直憧憬的强大哥哥看自己的眼神早已变了, 变得冷漠与平淡。 就好似看一个外人一般。 想起以前的一切, 艾琳看着石屋的窗外天空, 眼神有些迷茫, 也有些出神。 哥多哥哥,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好胜啊。 不知是想通了, 还是已经对自己的前路有了坚定的想法。 艾琳的眼神终于再次变得坚定, 再次成为那个秩序神教中让人信赖的主心骨。 秩序神教是新生的教派, 原本以前也根本没有五族原旨教派那种长老团的组织架构, 大家都是互称兄弟姐妹, 然后一起宣传新的思想与信仰而已。 但现在不同了, 因为与原旨教派的冲突, 秩序神教必须要有领导人与组织架构了。 而艾琳本就身份不一般, 另外这么多年里也是最热衷宣扬秩序的人, 因此获得了大量秩序信徒的认同。 所以没有人比她更合适领导秩序神教了。 为此, 她这才最终站在了这里。 慢慢从石窗站立, 艾琳要出去与其他人确认作战前的最后事宜了。 不过, 就在这时, 与那无人知晓的高空, 从一个巨眼的三道火焰光环中, 从那密密麻麻的眼睛中, 突然有一个火焰之眼脱离了光环。 这个火焰的小眼睛从天空无声地掉落, 并且最终塑形成了一个身高近十米的, 类似恐龙人外形的火人。 火人全由火焰组成, 也并没有实体。 温度只是看看那跳跃的火焰, 就知道并不低了。 但这么大一个火人, 却根本好似没有一丝温度外泄一般, 甚至此地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它的存在。 火焰的恐龙人无声落在地面片刻, 便好似清明。 她用火焰的独眼, 只是微微眺望了一下, 正在备战的人流后, 便一步步地于无声中, 静止地走向了爱玲所在的石屋。 你是谁? 石屋前, 爱玲手握长矛露出防备的眼神。 看着眼前这突然出现的火焰怪物, 爱玲莫名地有些惊恐, 全身都在跳跃火焰, 虽然身形类似恐龙人, 但那独眼却显得非常诡异。 不用这么警惕, 孩子, 我今天过来仅仅是想要听听你真实的想法而已。 能让我这个老头子进屋和你聊聊吗? 火焰的独眼恐龙人说话了, 只是那话语却并非出自嘴巴, 而是直接在爱玲的脑海内响起。 那声音是苍老的, 同时也充满着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清静与柔和。 爱玲看着眼前的火焰独眼人有些迟疑, 但最终还是收起了长毛病道。 您认识我? 看着爱玲让开门, 火焰的独眼人自顾自地便笑着走了进去。 嗯, 你叫爱玲, 是巴顿那小子的弟子, 我没说错吧? 巴顿那小子? 爱玲瞪大眼睛, 有些呆愣, 看着火焰的人自顾自地坐在自己的石床上, 又看着他用那独眼柔和的微笑, 爱玲突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爱玲不傻, 甚至很聪明, 看到老人那独特的火焰身躯, 有那么一刻, 爱玲甚至都有些害怕的身躯微微颤抖。 看到爱玲站在石床前呆愣着微微颤抖的手, 凯亚有些叹息, 最终向爱玲招了招手。 孩子, 不用害怕, 我今天过来并不是来问罪的, 我只是想和你聊聊天而已。 来, 坐到我身边来。 爱玲本来十分害怕的, 不过看着那独眼的微笑与脑海内的慈祥声音, 她最终还是没有坐过去。 她不敢逾越, 只是跪坐在了凯亚这一分身的面前。 抬起头, 忐忑中爱玲还在手足无措, 知道自己的名字, 知道自己老师的名字, 还称小子, 并且还拥有着火焰的身躯。 就这样的一个存在, 谁能冒充得了吗? 这位一定是侍奉在伟大神明身前的先辈一员, 而且地位绝对不会低, 更甚至还有可能就是自己老师最憧憬的那一位。 越是这么想, 爱玲就越是忐忑与无措。 两者对视, 爱玲虽然害怕, 但想到如今的局势, 最终她还是鼓起勇气出声。 大人, 请问神明是否已经知道了地面的这一切? 本来她是想问神明态度的, 但她最终没敢这么直接冒犯地问出口。 凯亚看着眼前这个在恐龙人族群中 只能算刚到青年期的女孩, 微微笑着摇了摇头。 神明知晓与不知晓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我看来, 孩子你和你老师的想法与做法, 的确是有些欠妥了。 作为侍奉神明的我, 按照神谕本是不该插手地面生者的事件。 只是想到, 我们容颜一族能到今天这一步真的太不容易了。 你们这么做, 会毁了这得之不义的繁荣的。 容颜之子的存在与一切全部都是父神赐予的, 其他四族的各族子民更是如此。 你们获得了太多的神明卷固。 你们的行为, 与这秩序神教的教义早已走进了歧途, 也弄错了主次顺序。 歧途, 弄错了主次顺序? 爱玲有些茫然, 但也像是猜到了什么一样。 她没有开口, 只是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存在, 等待她接下来的开导。 火焰的身影站了起来, 走到女孩身前将她扶起。 对, 主次很重要。 容颜的子民, 甚至是蛇的子民, 以及其他子民。 所有种族的子民, 首要的应该是信仰各自神明, 而不是去自由地选择神明来信仰。 你要知道, 容颜的子民能力是什么? 那是我们父神赐予的火的能力, 一个得到神明卷固, 有着火焰能力的子民, 突然去信奉一个水的神明。 你觉得这合理吗? 这难道没有亵渎神明的嫌疑? 另外, 你觉得传统观点的族人, 真的能接受? 再者, 就算你们想要融合五族的心情, 我也理解, 但改变了信仰, 火的子民就能跟水的子民诞下孩子吗? 如果不能, 你又怎么让其他种族, 抛弃外观不同的成见能力, 不同的成见等等, 真的去接受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呢? 就算一部分能接受, 那么必然还有一部分无法接受。 想要调和五族由来已久的一些矛盾, 仅仅是自由信仰, 是不可能做到的, 再者, 世间本就纷纷绕绕, 矛盾时刻皆有, 想要完全调和, 那是绝无可能的。 这一点, 我想你这么多年, 以自己的经历来说, 也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爱玲知道, 她当然知道, 这一切很难, 也有些天真, 但她觉得, 总要有一个人去做, 去尝试改变五族的固有守旧思想。 就算现在那些信奉秩序神教的人, 其中本来也有很多, 只是在信仰自己一族的神, 他们加入秩序神教, 不过是为了, 想要达成和爱玲一般的想法, 去尽量调和种族矛盾, 尽可能地让五族不再互相歧视, 互相偏见罢了。 难道这样, 也不行吗? 对啊, 主次是很重要, 她也早就明白, 她又不是以前的小孩子了。 信仰各自神明为主, 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只有这样, 才能让原族教派接受, 而次的, 才是宣扬秩序。 只是秩序神教毕竟新生, 很多新生代的想法, 本来就有些天真, 天真的以为自己, 能够改变一切, 从而喊出了信仰自由的口号。 而这也是招致现在这么大麻烦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呢, 秩序神教是他们口中喊的那样, 谁都信仰吗? 不是, 他们中至少八成的人, 还是信仰原本各自的神明, 但就是嘴上不服输, 像是叛逆期的孩子。 所以, 这才与原族教派, 有了越来越多的冲突, 也让一些天真的新生代, 还真的胡乱信仰。 总的来说, 他们这些新生代, 大半其实都是嘴上喊喊口号, 仅仅是想要改变一下五族的社会气氛而已, 互相少些成见, 宣扬人善与美而已。 只是行为方式太过稚嫩与叛逆, 所以才有了这次的危机。 艾玲与大多数人的本意, 也真的不想, 不愿与原族教派, 与自己的族人, 甚至是亲人战斗。 但狂热的原族教派, 现在可不管这么多, 现在的他们已经被彻底煽动起来, 情绪被点燃被激怒了, 他们已经想要彻底清除, 他们这些异类的新生代。 一想到此前宣告作战时, 那些广场上秩序的信徒们, 那茫然, 害怕与复杂的表情, 到现在, 艾玲也历历在目。 秩序神教的信徒, 根本就不想战斗的, 只是他们现在被逼得必须战斗了而已, 因为原族教派, 要对他们赶尽杀绝, 根本不给和谈的机会。 但他们能打过原族教派吗? 难啊, 甚至说, 几乎不可能。 只因为神文战士, 几乎都是圣城最虔诚的子民, 才能获得的仪式。 就算秩序神教有一些思想开放的神文战士加入, 但这都是极少数。 他们能够依靠的胜算, 不过是那些, 懵懂不知善恶的巨兽血清的助力罢了。 只是, 让本来只有类似人类小孩五六岁智商一般的巨兽血清 去参加这场武族自己的内斗,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太残忍了。 看着爱玲出神甚至以期待与祈求的目光看向自己, 凯亚忍不住叹息。 本来我的意思也是让巴顿在接受族中大权后, 尽可能地维护秩序, 然后在秩序下帮助武族慢慢经过时间的洗礼, 互相理解, 互相完成没有偏见的融合。 一千年不够就三千年, 三千年不够就三万年, 当武族的子民都潜意识会说到我们是秩序的子民之时, 彻底抛弃外观与生理不同的成见时, 一切自然都会圆满。 荣言的子民虽然还是荣言的子民, 水的子民也依然是水的子民, 大家也依然各自信仰自家的神明, 但那时所有人会更认可我们都是秩序的子民, 是秩序诸神的子民这一概念与思想。 只要将这个信念一代代传承下去, 将秩序一直维护下去, 成见什么的自然会慢慢消散的。 哎, 但有的时候啊, 有些事还真的不如人愿, 你们这些小辈太能闹腾了, 而且巴顿也是老糊涂了, 竟然还支持你们胡闹, 不过现在一切也还不算晚, 孩子需要我帮你们解开这点小误会吗? 凯亚笑着看向了身前的女孩, 而此时的爱玲双眼早已于无声中布满泪水, 她低气地对着凯亚点点头, 对此, 凯亚只是柔和地摸了摸她的头, 闹剧也该结束了, 只希望父神不会怪罪我, 擅自插手地面之事就好了。 凯亚微微叹息, 最后这火焰的身形就好似变换为泡影, 随着一道火红流光重新飞回了天上。 多兰多平原, 这是恐龙人与蛇人在这片大陆最大的畜牧场, 这里草木掌势非常迅速, 气温适中到处都是充满绿意的丰美景象, 平时这里会训养非常多的肉食牲畜, 但今天在这片广大的平原上负责训养牲畜的人 早早就将四周的牲畜驱离, 晴空之上天空一片苍蓝平静, 而地下也显得十分的宁静, 但这种宁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当大地颤抖, 当四周不断传来剧烈的踩踏声时, 地面散乱的很多小石子都被这剧烈的震动 从地面轻微抛弃, 小动物们更是惊恐地各自钻进地下巢穴瑟瑟发抖。 此时, 从平原上放眼望去, 可见这平原远处的两边突然到来了一群密密麻麻, 甚至望不到尽头的巨兽与类人的身影。 这些巨兽有原始恐龙, 有原始巨蛇, 更有一些各族平时训养来充当战兽的其他巨型生物族类。 原始恐龙一个个的体型全部都是近50至80米高的, 而那些原始巨蛇大多都长约两三百米。 与此同时, 沿着平原的中心在蜿蜒整个大陆的巨大河畔内, 此时水涛汹涌, 从远处还到来了一群又一群巨大的海兽亦或者说海怪。 而站在这些巨兽身上的全部是密密麻麻武族子民。 武族的子民各个手持超凡的武器, 他们远眺着对手, 一时间让气氛显得无比的肃杀。 只是与这些武族子民的肃杀不同, 武族内的巨兽血亲们都在发出着低鸣。 他们智慧很低, 但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己的情绪与认知。 看着对面的铜族, 这些巨兽很多都会以自己的方式低吼跟对方交流, 然后确认大家自己人打自己的真正原因。 巨兽们有着原始的野性, 也不害怕战争, 但当他们面对铜族时这战役明显不高, 甚至有些巨兽还会趴在地上不肯动。 无论那些血亲的智慧兄弟们在耳畔怎么用授语催促, 他们就是不听。 他们才不懂什么信仰纯正不纯正这类思想。 他们只知道对面也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他们不想打架。 双方智慧子民互相远跳对方, 自己没乱, 但是他们的很多巨兽血亲倒是先摆烂了。 他们可不是没有智慧的单纯野兽, 他们是有自己的性子的, 恐吓什么的根本没用。 当然有摆烂的巨兽, 自然也有另行禁止, 与五族战士一般坚定信念的巨兽。 这类巨兽大多属于很聪慧的那部分, 嗯, 同样也有很单纯的。 只因这些巨兽, 很多从小就接受了战士荣誉这种被血亲族人灌输的概念, 所以, 他们只会与亲近自己的血亲兄弟站在一起, 无论对错。 总之, 还没开战, 这战场上的双方倒是自己先乱了一会儿。 这种自己打自己人可是五族联合起来至今的第一次, 大家虽然会想到血亲巨兽可能会有小情绪, 但想不到这情绪意外的大。 特别是, 这一次, 在这五族的双方可是聚集了近60万人。 原子教派近35万战士, 秩序神教近25万。 在这个世界, 他们可是巨人种, 再加上身旁一个个巨兽, 那双方对峙的军阵, 只是看一眼, 绝对是看不到尽头的。 场面之大, 堪称这个世界战争最强烈度的一次。 就算三千年前四族对付蛙鱼人, 那场面也是比不上这一次的。 更何况, 现在的五族子民总人口早已超过150万人。 150万人凑出60万战士, 这在现代人类的观念中几乎算得上穷兵独武的究极体了。 但, 这里可不是现代人类的社会。 这里是蛮荒, 是世界文明发展向前的原始积累阶段。 在这里, 无论男女, 他们都是战士。 如果五族愿意, 他们甚至可以全民皆兵。 看看吧, 那一个个身高超过十米的类人, 看看那一个个站在军阵双方最前排的巨兽吧。 这样的超凡战争, 如果算上他们这些年发展的神文术法, 或许集中起来都够图神了。 只是可惜, 这一次的战争却是他们自己文明内部的战争。 五族子民征服了天空, 征服了大地, 也征服了海洋, 但是并无法征服人心。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或许这样的一幕迟早也会出现, 甚至接连不断吧。 只是, 在这个有神的世界, 在这个有着天使监察的世界, 这场战争注定充满多变性。 双方安抚好各自派系的巨兽, 用了好一会儿时间, 然后这才开始有双方的领头人物, 单独走出阵营。 爱玲站立在一头放大版霸王龙一般的血清头顶向前, 同时还有几名秩序神教的重要代表跟随。 戈多也与爱玲类似, 在戈多身后, 还有几族的原旨教派, 祭祀长或长老。 双方隔阂对望, 根本不需废话。 爱玲与戈多面色此时, 也都是一片平静, 亦或者说是冷漠。 手持长枪, 戈多指着大河对岸的爱玲。 以秩序诸神之名, 以战士的荣耀为印证。 爱玲平静, 持长矛回应。 以秩序诸神之名, 以战士的荣耀为印证。 再次抉择出圣者, 圣者将赢得一切。 双方都是借着超凡的力量放声应和。 那声音穿透了平原的寂静, 然后下一刻, 双方的战士全部都吼了起来。 战! 战! 这一刻, 无论秩序神教的人 是否愿意战斗, 但气势绝对不能输。 在前排少量神温战士的带领下, 秩序神教的战士 也纷纷提振勇气 跟对面一起大吼起来。 这大吼混杂着巨兽们的吼叫, 一时间, 整个平原上 都充满了震慑云霄的声浪冲击波。 无形中, 多兰多平原还未开战 便已经刮起大风。 那是双方疯之子们 飞向天空时引起的变化。 这一刻, 双方的战士 都已驱离心底最后一丝软弱, 做好那即将到来的残酷内战。 爱玲与戈多视线交汇。 爱玲平静, 戈多冷漠, 双方最终没有再说一句, 然后两者反身而去。 他们开始各自走向了 各自的阵营前方, 待各自回归那一刻 便是战争正式打响的时刻。 只是与戈多不同, 爱玲感觉巨兽血清回走的每一步 都是那么的令人心惊。 她看向天空, 看着那空无一物的整个天际, 心底早已变得慌乱。 为什么没有? 难道之前的事都是自己的幻觉吗? 不, 那不是幻觉, 先祖您一定是存在的吧? 地面, 秩序神教与原旨教派 已经厮杀在了一起。 是的, 凯亚就这么看着, 而不是第一时间制止。 作为一个充满智慧的老人, 她早已看清这一次原旨教派 心中那不得不发的怒火。 所以, 虽然她会帮爱玲, 但并不会帮助爱玲 在战争一开始前就制止。 因为那看似中立, 其实也是一种偏邦。 五族和平了近三千年, 真的够久了。 他们需要一场战争 来让新生带知道战争的残酷性, 也要让他们懂得在战后反思。 战争虽然能解决问题, 但那太粗暴了。 对待真正的敌人可以, 但如此对待自己的同族 真的有些让凯亚叹息。 手上占满自己同毒的血 真的有人会高兴吗? 不, 任何时代, 任何时候, 会因战争高兴的总是少数, 大多人并不会欢喜的。 战争永远都是残酷的, 特别是针对普通人而言。 如非必要, 有时明明能够通过交流解决的问题, 真的不至于大动干戈。 凯亚现在要做的, 就是让这场战争 在适当的时候结束就行, 不要失去太多人就可以了。 他留给双方的的战斗时间, 也就一个要行驶吧。 凯亚有了打算, 便一直隐匿于高空, 静静地注视着这场战斗。 只是, 凯亚不知道, 在他将全部精力 用在观察五族这件事的时候, 远在北方的涌动之土的边缘, 在那一直寒冰雨雾气 笼罩的无形戒壁对面, 突然打开了一道门户。 哈哈。 斯卡蒂, 我的女儿, 你不愧是我的小心干啊, 你竟然真的做到了。 哈哈。 不错, 不错, 门户对面寒冰雨雾的世界, 一个爽朗的声音正在大笑着。 大笑声来自于一个巨人, 那是一个高达近五百米的巨人, 头有双脚, 下巴的胡须甚是浓密。 他的名字叫夏基, 是华纳神族的巨人, 只是他的体型看起来就很巨大, 但他的女儿却是一名矮小的人类。 当然, 这个女孩并不是人类, 而是神族, 是华纳神族的寒冬女神, 斯卡蒂。 女孩的外表下, 隐藏着的是如同神明一般的力量, 身体大小更是可以随意调整。 斯卡蒂听到自己父亲的赞赏, 自然也很是高兴, 但他又突然有些担心。 父亲, 这戒壁的门户虽然打开了, 但我们真的要过去吗? 而且, 这世界术的枝叶可是我们乘着阿萨神族 正在与我们华纳神族战斗时去偷偷折取的, 他们不会找我们的麻烦吧? 听到自己的女儿提到阿萨神族, 巨人下击不由地不屑一笑, 就奥丁的两兄弟。 哼, 你父亲我还不看在眼里, 要不是他们阿萨神族人多, 我至于去偷吗? 好了, 我的宝贝, 不要害怕, 父亲会保护好你的。 再说了, 现在奥丁和尼奥尔德一群人正在争夺世界的主导权呢, 哪有心思来找我的麻烦? 要是惹恼了我, 到时我就去帮尼奥尔德揍他们。 巨人下击不以为意, 甚至一直都笑呵呵的。 对于自己的父亲, 斯卡蒂是非常崇敬于喜欢的, 所以下击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那, 父亲, 我们现在要去这世界的戒币外面看看吗? 斯卡蒂点头认可, 随后再次询问道, 要, 当然要啊, 不过, 我们不能冒险, 毕竟谁也不知道这戒币的对面有什么, 或许虚空, 又或是其他, 我们得让那些没脑子的冰霜巨人为我们探路。 巨人下击, 看似憨厚地说道, 冰霜巨人? 斯卡蒂愣了愣, 随后脸上顿时露出笑容。 是啊, 在这片寒冰的世界, 要说什么生灵事和探路? 那自然是居住在这里的那些, 如同野兽一般, 没有多少的智慧的冰霜巨人了。 这些冰霜巨人, 虽然被称作巨人, 不过个头一个个最大的, 也不会超过一百米。 他们常年沉睡在冰地的地下, 他们才会恼怒地醒来, 想要让他们探路是非常容易的。 斯卡蒂可是寒冬女神, 虽然有点自称的味道, 但能力却是实打实的。 以神力控制这些没脑子的冰霜巨人不要太容易, 更何况, 这些冰霜巨人本来就挺亲近他的, 虽然他并不喜欢这些没脑子的家伙就是了, 父亲这主意的确不错。 那女儿, 我这就去找些冰霜巨人过来。 嗯, 去吧, 乖女儿可别让父亲等太久哦。 放心吧, 不会太久的。 斯卡蒂甜甜一笑, 然后就直接像是一道泡影消失在了原地。 看着女儿的离开, 巨人夏基随即就仰躺在了这冰寒一片的白色世界。 一只手枕着头, 巨人夏基就这么定定地看着眼前漩涡般的门户。 只是, 看着漩涡, 他内心此时突然没有来的一阵烦恼。 现今的世界术那可是奥丁的分身, 是他用现即一世夺取的化身。 在夏基化为旧因摘取世界术之夜时, 他可是听到过奥丁的警告。 愚蠢的巨人夏基啊, 我虽然不知道你摘取世界树之夜要准备干什么, 但你最好不要试图用它来穿越世界的壁垒。 为了遮掩我们的世界, 已经分散了我太多的力量。 巨人夏基啊, 我们并没有做好面对他们的准备, 这是我的忠告, 希望你不会被自己的愚蠢害死。 巨人夏基没有将奥丁的警告告诉自己的女儿斯卡蒂, 他还有些犹豫。 因为斯卡蒂虽然崇敬他, 也爱他, 但以斯卡斯本就有些许谨慎的性格一定会阻止自己的。 奥丁对诸神隐瞒了戒壁外的情况, 他肯定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 奥丁只是在骗自己, 营造一种危机感让自己不敢出去, 但他骗自己的理由呢? 巨人夏基有些想不通, 但无论如何, 既然拿了世界树的枝叶他, 肯定是想要去了解戒壁外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的。 诞生都数一百万年了, 世界树笼罩的世界夏基早就看厌烦了, 而且现在阿萨神族与华纳神族还在打架, 搞得世界内一片乱糟糟。 他虽然是现在那所谓华纳神族的一员, 但他并不想参与那些小辈们全力的争动。 巨人夏基就是一个性格古怪, 而且喜欢乱来的性子, 所以这一次注定没有人能够阻拦他的行动。 很快, 就在巨人夏基躺在雪地乱响的时候, 从远处突然传来了巨大的震动, 那是他的女儿斯卡顿带着净千冰霜巨人过来了。 看到自己的女儿与那净千冰霜巨人, 夏基顿时裂开嘴露出满口雪白的大雅笑了起来。 寒冰城, 一座临近涌动之土边缘建造的城市, 这即是五族用于监察涌动之土的城市, 也是鲨鱼人等锻炼寒冰能力的区域。 为了让鲨鱼人能够来到这内陆的极地, 这三千年里, 鲨鱼人与其余四族还直接挖通了一条 从大海能够直接进入这里的河道。 河道并不算大, 但也是勉强能够容纳两三个巨兽海外并行的程度。 巨大的城市城墙边缘, 此刻庶名神文战士正远眺着圣城方向的天际线。 城主大人, 您觉得这次我们原旨教派 与秩序神教的战争真的能赢吗? 一名恐龙人对着一名鲨鱼人有些担忧地问道。 银是一定的, 我们原旨教派可有近八成的神文战士, 秩序神教拿什么来抵抗? 鲨鱼人有些叹息, 只是想要一下结束战斗是不太可能的, 毕竟论起血清我们并不占便宜。 五族自己明白自身的所有情况。 鲨鱼人, 恐龙人都属于那种皮后防御力极高的种族, 就算同族的神文战士能压着普通战士打, 但想要一击彻底杀死太难了。 就算被一枪穿凶, 以超凡种族的生命力, 那也是可以保持好几分钟甚至数十分钟不死的。 除非对战双方能够次次爆头, 但可能吗? 想要无双割草, 根本就不可能。 普通的神文战士仅仅是将各族自身的身体素质稍微提升了两三成而已, 并没有夸张到能够随便碾压普通战士的程度。 按照平均水准来算, 一个普通的神文战士一个打五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打十个就会有点棘手了。 至于上位的神文战士, 刻印二重神文的战士五族仅一千多名罢了, 至于三重神文的, 五族内也仅有十一名而已。 刻印三重神文还未失控, 那概率是极为夸张的, 但恰好巴顿的弟子与儿子就在这其中, 只能说身份不同, 享受的待遇就不同吧。 对于普通五族子民而言, 一重神文那可能失控的风险, 就可能要了他们的命, 几乎算是十挑一了。 而二重神文, 难度几乎瞬间翻了百倍, 算是千里挑一。 至于三重, 三重可不是概率的问题了, 那必然是身体素质夸张到了极点的个体, 才能成功的仪式。 这样的人在五族内, 必然是吃超凡特性当吃饭一样。 而有这样机会的, 便也只有五族中那些祭祀长与他们的亲近之人了。 这些三重神文的战士, 那可是五族的巅峰战力了。 大概就相当于, 一个人能够单挑不属于五族内, 那最强的两三只血清巨瘦的程度吧。 三重神文战士, 虽然有割草铜族的能力, 但体能也不是无尽的。 所以总的来说, 也就那样吧。 不过, 好在这样的存在五族原旨教派, 就占了九名。 而神文战士的数量也是如此。 三十五万战士中, 还有近十二万神文战士。 而对方呢? 不过两万左右罢了。 原旨教派感觉到麻烦的, 也只有对面的那些, 几乎同等数量的血清巨瘦了。 所以, 战争想要一下, 结束很难。 对方又不是傻子, 可能不知道双方的差距吗? 但凡只要懂点战术拉扯, 这场战斗都会打上好些时日。 鲨鱼人城主并不担心原旨教派会输, 他只是觉得, 多兰多的肥美平原, 肯定会被这场浩大的战斗毁灭。 那可是五族, 在陆地最繁盛的饲养生畜的区域啊, 少了这个地方, 有的族群又该要饿肚子一段时间了。 虽然他们这些超繁种族, 现在几个月不吃东西, 也没多大事, 但毕竟是繁人之区, 多多少少还是需要进食的。 更何况, 他们还有幼崽要养, 而且, 五族的食物本身也是大量供应给幼崽的。 幼崽长身体的时候, 吃的可不是一般的多。 所以, 此刻看着远处的天际线, 杀鱼人成主, 才会露出一副哀叹的样子。 更何况, 经历如此一场浩大的内战, 五族的繁荣必将影响未来几百年的发展。 为了尽可能降低损失, 所以这才有原旨教派约战秩序神教, 直接决战的事。 总之, 这场战斗对于有着一部分远见的五族智者而言, 绝对不是好事。 先不说渊海内那一直躲着的蛙鱼人, 时不时都会出来侦查一下。 就说, 他的子民正冷眼旁观着五族呢? 再说, 就这陆地上钻地魔虫的事虽然解决了, 但荒漠的一神一直都在那里。 谁知道, 他会不会什么时候跑出来霍霍五族。 在这个世界, 五族可不像表面上那么无敌, 能够毁灭破坏他们生存根基的因素, 还有太多。 想到这一战之后的情景, 鲨鱼人成主诺德, 不自觉地就再次叹息。 自己人跟自己人打。 而且还是这么庞大的一次战争, 真不知道五族的新生代到底是怎么了。 还信仰自由? 自己活在这个世界的根本都要否定吗? 这些新生代怎么感觉比他们这些老一辈小时候还笨了呢? 明明我们的文明在肉眼可见的进步与繁荣啊。 想不通想不通。 叹息着, 鲨鱼人成主诺德便打算不再这么干等自己属下的疯之子回报信息了。 毕竟, 这场战斗按照时间推算应该也才刚开始, 肯定不会那么快结束的。 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 看看城中的小辈们锻炼能力, 也教导他们虔诚信仰各自神明的重要性。 寒冰城是小城, 人口并不算多, 总共也就两万五出头。 其中, 鲨鱼人占了大概有两万人左右。 恐龙人四千, 蛇人一千, 风之子数十, 黑水子民林。 这里气候严寒, 环境也恶劣, 但也是最好磨练鲨鱼能力与其他种族抗寒冰能力的地方。 定居的人虽然不多, 但在这座城后方还有一座环境稍好的大城, 倒也能让这里的大多近海子民偶尔过去休息一下。 整座城市内, 如今大半强壮的战士都被抽走参与战争了, 不过好在还留下了近三百战士以及二十多名神文战士。 至于巨兽嘛, 也就留下了三头。 虽然守城的战士被抽走了近七成, 但这里的人并不担心什么, 毕竟涌动之土一直都很平静, 能遇到偶有的强大野生巨兽也很少。 再说, 五族本就可以全民皆兵, 根本没啥可害怕的。 战士与非战士也只是五族现今自身弄出的一个评判标准而已。 所以, 对于城市安全什么的, 鲨鱼人城主诺德也并未有什么可在意的。 不过, 就在鲨鱼人诺德准备带着众人准备走下城墙的时候, 突然之间从寒冰城的北方, 从那涌动之土的深处传来了巨大的破冰声响。 那声音, 五族子民太熟悉了, 这不就是众多巨兽骑骑奔走时才能产生的类似声响吗? 这一刻, 鲨鱼人城主神情微变, 与众多守城战士一般, 他的目光也瞬息看向了远处那北方白茫茫一片的天际线。 这些都是什么怪物啊? 从哪里冒出来的? 要杀过去吗? 肯定要啊, 不然等他们过来, 我们这座城市就完蛋了, 不知又要等多久才能建好。 城主把我们全部召唤到城墙上, 估计也是这么想的。 但对面这些怪物也太大了吧, 个头都比得上我们的血清了, 这么多, 我们能打赢吗? 打不赢也要打呀。 面对战斗, 我们五族可从未有过未战先逃的历史呢。 再说了, 个头大, 又怎么样保不准这些家伙, 只是普通的巨兽而已。 如果是的话, 我们或许又能多一批新的牲畜了。 而且, 我刚刚可看见了, 已经有神文战士的风之子, 飞向盖特亚城的方向, 支援应该很快就会到。 原来如此啊, 不过这不好吧? 死亡又不是终点, 那只是新的开始。 我们怕什么? 有战斗是好事啊? 这难道不是我们成为战士的契机吗? 此刻, 在寒冰城的城墙上早已聚集了大量的成年秩序子民。 这些子民很多并不是标准的战士, 只是现在寒冰城空虚, 对面又突然出现了一排排吓人的怪物, 现在也只得召集普通的成年族人应急了。 再说, 五族子民的普通也一点都不普通, 在这个蛮荒的世界五族子民还是很上午的, 几乎没人不懂战斗技巧。 城墙上, 此刻有着超过六千名的秩序子民, 他们指着远处那一排排的冰霜巨人大多都显得莫名的亢奋。 一般来说, 在当前这个时代, 几乎已经没有非战士能参与的战斗了。 不能成为战士怎么获得荣誉? 不能获得荣誉怎么算是神明的子民? 又怎么有机会进入神明的国度成为最接近神明的适者? 总之, 五族子民在成年后一生共有十次参加考核成为战士的机会。 如果十次都失败了, 那么就只能永远当普通人了。 负责给族人养养牲畜, 以及负责在各族之间进行民生交易之类的事物。 总之, 如果真想要成为战士, 那么就必须经过刻苦的训练。 战士的荣誉在这世界是不容亵渎的, 也是令人艳羡的。 在原旨教派的教义中, 能在死后获得最接近神明位置的, 必然先是最虔诚的战士, 然后便是那些不畏死亡在战斗中死去的最虔诚族人, 次之才是陆入无为的信徒。 所以, 在这个时代, 秩序子民都是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战士, 就算快要老死, 一些平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最后时刻, 是在与其他人的鄙视中死去。 以此, 这也让秩序五族现在衍生了一个很古怪, 甚至可以说很野蛮的风俗。 那就是, 但凡快要死去的平民都会选择请求祭祀, 给予他们挑战战士的机会。 而这慢慢地传承下来, 自然就形成了风俗。 大概就是约定成俗, 有了平民在自己快要老死的时候, 去到各城的祭祀团, 然后在祭祀的见证下参与所谓的神圣决斗, 并最终在决斗中咽下最后一口气。 当然, 这种风俗一般的决斗都是放过水的, 肯定不会太学心就是了。 但是, 这种风俗要放在现代人身上这种事肯定很难接受, 毕竟这几乎算是变相的杀人行为了, 而且杀的还是老人。 但在这个有着信仰的蛮荒时代, 这却是现在五族都崇尚与认可的方式。 文明中带着一丝野蛮, 这就是现在的秩序五族。 当寒冰城出现那一排排的寒冰巨人时, 大多狂热信仰原旨教义的五族平民都显得非常亢奋。 这可是成为战事的机会啊。 没人露出惬意, 就这一点言, 能屹立世界之巅, 五族也是具备了条件的。 文明不代表怯弱, 上武姓神才是他们立足世界的关键。 就在城墙上纷纷扰扰之时, 鲨鱼人成主诺得开口了。 秩序的子民啊, 新的挑战出现了, 新的试炼也开始了, 告诉我, 你们害怕吗? 鲨鱼人高声的阴浪习过, 刹那间全城都出现了片刻寂静。 但很快, 无论是城墙上的成年平民, 还是城墙下那些还未成年, 只是来这里锻炼的子民, 他们全部都发出了高声且热烈的回应。 不怕, 不怕, 看着城中子民的回应, 诺得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 无论时代怎么变化, 无论内战与否, 他们终于还是保留下了 五族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 那就是勇气。 好, 很好, 听到你们的回答我很欣慰, 也很高兴。 那么, 接下来就让你们的行动来证明你们的勇气吧。 全体跟我出城, 消灭那些妄图践踏我们秩序领地的一族。 话音刚落, 已经有些年迈的鲨鱼人诺得率先从高达近150米的城墙上一跃而下, 紧接着便是20多名神文战士, 以及那近300名普通战士。 看着跳下城墙的战士, 那一刻城墙上的五族子民也亢奋了起来。 冲啊! 跟城主大人杀过去! 杀光那些异族! 哦! 顿时之间, 寒冰城墙上就像是下饺子一般, 近六千子民纷纷一跃而下。 不过, 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人在空中因为保持不了姿势, 甚至直接一头扎进了洞土里, 另外, 也有很多人直接落在了别人的身上。 总之, 那一刻声响震天也稍微显得有些混乱。 不过还好, 出战的几乎都是鲨鱼人与恐龙人, 他们是出了名的皮尸肉厚, 一个个落在地下, 那感觉就好似石杏的大铁球砸在地面一般, 地面都被砸出一个大坑了, 他们屁事没有, 只是有点头晕脑胀。 看着这些普通平民如此, 鲨鱼人诺德也是有点无奈。 这些平民样子, 那是真的有些糟糕啊。 但也没办法, 谁叫他们现在没人呢, 人数够多就行了。 至少排场够了, 希望那些巨大的冰雪怪物会知道什么叫知难而退吧。 不过这一点诺德并不看好, 因为对方一次性可是来了上千啊, 那一排排地看过去, 气势还是很足的。 来者不煞啊, 只希望, 后方盖特亚的大城能够尽快地支援过来吧。 当然, 诺德也没望让风之子通知盖特亚城 去那多兰多的平原继续求援。 脚踏大地, 双膝微微弯曲, 恐龙人的神温战士双足开始爆金, 那经脉凸显于血肉之上, 整个腿都在某一刻肿胀了一大圈。 下一刻, 伴随着地面爆炸一般遗留下一个巨大的坑洞瞬息, 这个神温战士的整个身躯便已经飞射了出去。 犹如一发冲天起的利剑, 那一刻在接近冰霜巨人的刹那, 神温战士全身都燃烧起了熊熊烈焰。 超凡巨兽的骨毛被火焰蔓延, 随即伴随一声爆喝, 神温战士携带火焰的长枪便狠狠地穿刺在了冰霜巨人的胸膛。 烈焰的火顺着长枪在冰霜巨人的胸口爆炸, 溅起无数血肉碎块。 然而, 这还不算完。 这名神温战士第一时间抽出了长枪, 双脚踏在冰霜巨人的胸膛, 还直直地挥舞着火焰的毛再次飞起刺向冰霜巨人的脑袋。 15米的神温战士对比近80米的冰霜巨人。 这种身高与体型的对比还是极大的。 但冰霜巨人大且臃肿, 而神温战士小而惊悍, 往往还不带冰霜巨人挥舞下冰霜的巨棒下来, 五族的子民都能快速闪开。 弱! 太弱了! 看着倒地的冰霜巨人, 看着他那暴掉的脑袋, 眼前这名神温战士就这么不懈地看着。 开战之前, 其实包括这名恐龙人的神温战士在内, 所有人都深深地担忧着。 但真当对面那些冰霜巨人挥舞着巨棒朝着他们冲来时, 接战的下一刻, 直接让所有人都猛逼了。 不是对方太强了, 而是对方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弱。 全身雪白类似尖兵, 按理来说防御应该很高。 但其实呢, 这些家伙都是样子货, 完完全全的普通血肉之躯啊。 他们仅仅是个头长得大而已, 也勉强比一些普通巨兽强那么一点, 但这种存在至少在五族的领地内都算不上超凡巨兽。 防御力低, 攻击速度迟缓, 行动笨拙。 就这, 不比五族子民养的那些牲畜强多少? 太弱了, 弱爆了, 不是战士的恐龙人都能一对一地单挑对方而不落下风。 远处看着五族子民杀疯了的鲨鱼人城主诺德此时也是一脸呆愣。 有没有搞错? 气势汹汹地上来都没有和我们交涉的意思, 直接就要发起战斗, 结果呢? 这仅仅是接战的一回合, 对面前排的几十只冰霜巨人就直接被自己五族子民的人炒给干趴了, 整个过程甚至都没超过一分钟。 就这种对手, 自己还去求援? 一时间, 诺德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这些弱小且没有脑子的家伙是从哪里来的? 鲨鱼人诺德一时间有些无奈。 难道开战前这些家伙就不知道侦查一下敌人的情况吗? 原本诺德看着这些家伙直接上来就要开战, 是因为知道寒冰城空虚, 知道他们的战力不行, 然后才选择的偷袭。 结果倒好, 看来就是一群没脑子的巨兽, 偶然从洞土深处跑出来的罢了。 此刻紧张情绪已经从诺德的心中消散, 甚至他还不自觉地笑了笑。 这一战之后, 自己这座城市的子民倒会又有一些因为战功而晋升为祭祀团的战士了。 白剑啊, 这些小辈真是好运气。 五族子民只知道对面很弱小,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这三千年因为神文的出现, 他们这些新生代早就变异了。 不, 也不能算是变异了, 只是在身体素质上面变得更强了一些而已。 另外, 这些冰霜巨人可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弱。 永动之土的深处, 无形屏障的另外一边。 此刻, 斯卡蒂正站在冰地上一动不动。 他双眼的瞳孔深处此时正泛起微微的银色光芒, 神异, 深邃而又漂亮。 怎么样啊? 我的女儿, 对面的世界是否有其他生命? 巨人下机有些急不可耐地询问出声。 听到父亲的呼唤, 斯卡蒂目光的神韵慢慢消散, 然后脸上却是露出了微微的惊奇。 是的, 就是惊奇。 我的父亲啊, 您猜测得不错, 对面还真有一些奇怪的生命。 真有啊? 巨人下机恶然。 嗯, 很神奇的种族, 而且能力看起来也非常不错。 那些冰霜巨人现在已经算是被他们杀光了, 不过没关系, 只要知道具体的情况就好了, 或许我可以过去打探一下。 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种族。 我感觉我很多岁月不曾有的好奇心再次被点燃。 斯卡蒂美眸流转, 显然性质很高。 看到自己女儿脸上的笑容, 巨人下机此刻却显得有些迟疑了。 因为此时, 她突然想起了奥丁的警告。 世界壁垒的对面与他们这边物质国的情况很相似, 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还真出现了生命种族。 而且, 听到自己的女儿斯卡蒂, 还说对方杀死了全部的冰霜巨人。 就这一点, 就足以让下机产生警惕。 虽然说自己女儿此前说过, 对面的世界与这边的世界不同, 冰霜巨人在那边能够明显感觉到一些虚弱。 但就算有虚弱, 那些冰霜巨人也不是普通圣灵能够对抗的吧? 世界术的世界, 一切都来自于世界术。 神力, 超凡力量, 这些一切的一切都是源于世界术维持的世界下, 那独属于这个世界的法则。 没人能够改变法则, 就算是成功夺取一部分世界术权柄的奥丁也不行。 奥丁所鼓吹的, 所谓预言到的诸神黄昏, 其实也是世界术被毁后的情况。 但谁又能毁掉世界术呢? 至少就目前这个世界, 根本就没人做得到。 诸神不行, 其他生灵就更不可能了。 不过, 如果毁灭世界术来自于对面那个世界呢? 仅仅是这么一想, 巨人夏季心中就陡然生起了恐惧。 看着自己的女儿, 巨人夏季当即带着一丝审视的目光开口。 我的女儿啊, 你是不是瞒着我什么? 好奇心? 我觉得这不像你能说出的话。 与自己的父亲对视, 斯卡蒂笑了笑, 也并无隐瞒。 当然, 父亲您这么聪明, 难道还不能联想到 奥丁口此前一直述说的 那所谓中预言中的诸神黄昏吗? 我觉得, 或许我能去对面的世界找一找线索。 您觉得呢? 这一刻, 寒冰女神斯卡蒂的表情已经变了, 笑容隐没, 眼神格外的坚定。 听到斯卡蒂的回答, 看着她那认真的眼神, 居然下机一时间倒有些复杂了。 难道就不能试让别人去吗? 用不着我们自己去冒险吧? 不, 这事必须由我们自己去确认, 奥丁拥有世界术的权柄, 他本应该知道什么的, 但他却什么都没有说, 所以, 他一定隐瞒着什么。 如果我们找其他人, 这消息很快就会传到他的耳中。 那小子早就知道, 我们想要打开世界壁垒的事了。 巨人下机, 心中有些郁闷地想着, 但这话他可说不出口, 毕竟从一开始, 他就隐瞒了自己的女儿。 多蓝多平原, 战火如火如荼。 此时, 位于高天之上, 处于隐形状态下的凯亚, 正用着近四千双大大小小的眼睛看着战场。 沉眠几千年的灵魂早已苏醒, 那一只只眼睛也正代表着一个个鲜活的灵魂。 他们看着后辈们厮杀, 灵魂的深处早已充满叹息与愤怒的各种吵闹。 有灵魂认为应该立刻制止这毫无意义的内斗。 还有灵魂认为应该彻底杜绝信仰的不成, 灭杀所有有亵渎神明嫌疑的新生代。 当然更有灵魂认为那些秩序神教的后代并不是不成, 只是误入歧途罢了, 需要纠正思想, 不至于杀死。 纷纷扰扰的念头很多, 不过自始至终, 凯亚都未理会。 这火焰的神圣身躯主导者是他, 同样按身份尊卑这些灵魂, 更不会也不敢质疑他的每一个决定。 吵闹就让他们吵吧, 毕竟凯亚早有打算。 不过, 就在战斗进行到半个星药时的间隙, 突然之间凯亚彷彷莫名感受到了什么一般巨眼, 看向了最外侧自己的火焰光环。 而也就是这一刻, 在凯亚的第三环火焰上, 一个眼睛在没有他的允许下, 自行脱离, 然后悬浮于天上, 猛然化为了一个火焰的身形。 火焰的身形高约12米左右, 悬浮着并且直接看向了天际北方的远处。 这一刻, 看着那火焰的身形, 凯亚感受到了, 也明白了。 他的眼神有些谦卑, 同时内心变得忐忑与不安。 神醒了! 父神醒了! 而且还以这种意外的方式神降。 果然, 就算陷入沉眠, 地上发生的任何事, 伟大的父神都会知晓啊。 只是康乔的突然降临, 让凯亚一时有些忐忑。 他害怕父神指责他违背神意, 打算插手地面之事, 更害怕父神会对地面的那些子民失望。 不过, 凯亚发现他想多了。 因为他的父神神降之后, 一直都远眺着北方的天际, 根本看都没看一眼, 地面正在发生的剧烈战斗。 我闻到了, 他们应该也闻到了。 很香, 很诱人, 只是可惜啊, 我的身体并无法立刻醒来。 自顾自的康乔, 这般望着远处说道。 嗯? 凯亚一愣, 随即瞳孔微缩。 康乔只是简单两句, 他就已经反应过来了。 北方, 就在北方, 那处之前秩序武神探索的区域, 一定出现了什么。 而且, 这出现的东西, 对于父神他们, 还有很大的作用。 否则, 根本不可能唤醒父神。 父神应该还没彻底醒来, 醒来的, 只是这不可言说的意志。 其实也正如凯亚猜测的一般。 康乔的确是醒了, 但醒来的只是意志。 而且这种意志并不算很清醒, 算是清醒梦的一种。 康乔的身躯, 依然还在沉眠, 只是就算在外太空, 他的身躯, 也依然闻到了一股难以言明的香味。 香味很淡, 但康乔的身躯还是起了反应。 也正是如此, 深度睡眠的康乔才会突然有部分意志苏醒。 身躯无法动怎么办? 以前康乔或许还没办法, 但现在, 因为凯亚的存在, 因为神国的存在, 他自然是有办法活动的。 这是康乔第一次使用凯亚的身躯的分身, 感觉吗? 挺有意思的。 至少能飞, 而且火焰的能力好像也挺好用的。 转过火焰的身躯, 康乔看向了凯亚, 也看向了那些正虔诚看向自己的众多灵魂之眼。 下面的情况, 这个虔诚的灵魂已经告诉我了。 去吧, 制止他们, 北方的异动或许就是这些小家伙们下一轮的危机, 现在这样的胡闹死太多人可不太好。 康乔温和的话语传出, 让凯亚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 是, 妇神! 凯亚有些感动, 因为妇神真的没有怪罪那些误入歧途的子民, 反而还很照顾他们。 唉, 这些小家伙生在福中不知福, 可如何偿还得了这样厚重的卷固与神恩? 微微叹息间, 凯亚没有多余的语言, 下一刻, 凯亚的身躯已然变化。 首先变化的便是她身躯外侧旋转的那三个巨大的火焰光环。 火焰光环崩散了, 而且无数眼睛分离, 就如一道道火焰的流星一般, 这些火焰的眼睛开始不断坠入凡间。 战场之中, 爱玲正与哥多厮杀在一起。 作为兄妹, 作为五族少数的三重神闻战士, 这场战斗注定没有其他人干预的份, 而且周围的人也的确没有来打扰, 只因这是属于战士的神圣决斗。 哈哈, 爱玲你变了很多啊, 这样的气势很不错。 再来, 人肯定是会变的, 哥多你不也一样吗? 为了祭祀长的位置, 你竟然囚禁你的父亲, 我的老师。 爱玲这一刻的眼神格外伶俐, 与哥多碰撞在一起时立刻出言讽刺。 两人的战斗就像是小型核弹一般, 周围的大地全部都被烤焦, 他们身躯冒出的火焰与无数神闻的纹路 更是如岩浆一般显眼。 全力施展三重神闻的力量, 让两人的体型都暴增了一倍。 近三十米的身高, 全身弥漫火焰, 总之, 此刻的两人几乎完全化为了火焰的人形巨兽。 哥多心中的痛点就是他的阿富, 此刻爱玲提到这是几乎刺痛哥多唯一的软肋。 废话少说, 那是阿富他应得的报应。 这一切还不是因为你, 因为你们秩序神教。 暴怒之中, 哥多挥舞着拳头直接砸向爱玲的脸。 此时两人的状态, 一般的超凡武器早就无法承受了, 战斗自然是变成了纯粹的肉搏。 这一拳, 爱玲没有躲, 静硬生生地吃下了, 整个人都被打飞了出去。 看着爱玲不躲, 暴怒中的哥多错愕之下, 一时间更加愤怒了。 爱玲, 你再看不起我。 你要亵渎战士的神圣决斗吗? 哥多大吼地再次冲向爱玲。 不过这时的爱玲已经站起了身, 而且也再次还手。 不, 我只是觉得这一拳握理应承受而已。 坚定的眼神在爱玲脸上显露。 是的, 我是错了, 但是哥多, 还有几位祭司长给过我们认错的机会吗? 哥多, 看看吧, 我们的族人正在自相残杀, 这难道就是你们想要看见的结果? 哥多暴怒, 机会? 机会还不够多? 你们真的把握住了? 难道事前你们看不出一些东西? 爱玲, 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犹豫是要付出代价的。 再次轰出一拳后, 两人暂时分开。 而且, 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吗? 爱玲别让我更加的看不起你,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你就像个战士一样, 跟我一起结束这场闹剧吧。 至少, 在族人的历史中, 也好留下一个还算不辱战士之名的形象。 听到哥多这样的回答, 爱玲最后一丝绝强也没了。 是的, 她本来就错得离谱, 太过天真, 太过犹豫, 就这样一个人, 完全不可能领导秩序神教, 走出所谓的另外一个未来。 她只是一个, 一直生活在自己老实精心为她打造的乐园中, 她只是一个公主, 一个分不清现实与童话的人。 岩浆一般的泪水从爱玲的眼中再次滑落, 只是这种哭泣是无声的。 看着对面的爱玲突然这般软弱的样子, 哥多不仅没有念旧情的想法, 反而心中还更加愤怒与暴躁。 自己一直崇拜的父亲, 自己一直认为最英明的父亲就找了这么一个继承人。 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她是老糊涂了? 感情用事吗? 容颜之子的未来能交给她? 可笑啊, 可悲啊, 看看吧, 周围还有那么多信任她的秩序教徒正在战斗, 而她呢? 这一刻, 极度的暴怒让哥多反而很快又平静了下来。 一切都没有了意义, 一切都失去意义, 这样一个人她懒得杀死, 她已经亵渎了战士的荣耀。 或许最终让她接受族人唾弃, 让她走上那神阀的断罪台上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吧。 只是, 看着还在战斗的战场, 没有来的哥多心中也有了一些不忍。 谁能来结束这场闹剧啊? 那样的闹剧真的太悲哀, 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伟岸如药星的父神啊! 您看见了吗? 您的子民这可悲的一幕, 望着天, 哥多面孔失落至极。 这一刻, 她已经不再崇拜她的父亲, 甚至对她的父亲有了唾弃。 她现在唯一得信仰只剩下神明了, 只剩下那伟岸而又从未见过的父神。 而或许, 正是因为她虔诚且悲哀的祈求得到了神明的回应吧。 就在她准备束缚爱灵的时候, 那原本因为战斗而烟雾漫天的天际上 突然亮起了万千火焰的光。 那是什么? 又出什么事了? 是对方搞的鬼吗? 快去问问风之子! 快! 注意躲避! 战场之上, 无论是原旨教派还是秩序神教 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吓了一跳。 原本被地面战斗产生的尘埃与烟雾所遮蔽的天空 竟然在这时猛然出现了无数从天而降的火球。 这些火球还不小, 甚至可以说在落下时还在不断变大。 火球在膨胀并且于落入烟尘的天空部分时 竟然直接悬浮了, 并未直接坠入地面。 这一刻, 无论是出于什么考量, 在战斗中的双方全部开始在各自领头人的带领下 暂时脱离战斗并分开。 所有人都望着天空, 一时间气氛变得莫名的诡异起来。 巨大的火球直径超过了三十米, 而且密布在同一层空间并漂浮着。 然后, 伴随这些火球身躯上突然荡出一圈莫名的冲击波, 原本充满尘埃与烟尘的天空竟然瞬间被清空。 炙热的太阳再一次照射在了这片平原上。 一些还在各处战斗未注意到天上的人 这一刻也全部都注意到了天上。 当所有人都莫名惊恶地望着天空之时, 那一刻, 所有人都看见了。 天上的火球那并不是什么火球, 而是一个个巨大的火焰之眼。 超过四千的眼睛, 呈均匀分布的样子, 密布在整个平原上, 那模样无疑是非常诡异, 而且充满压迫性的。 秩序诸神在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看着漫天火光的眼球, 看着那好似正在审视他们的诸多目光, 地下五族的子民不由地开始有些惊恐与颤抖。 神法? 这一定是神法? 看啊! 神明正在看着我们, 有人惊惧, 也有人癫狂大笑。 总之这一刻, 战争已经完全停歇, 所有人都在看着天上那恐怖的诸多目光。 而也就在这时, 在那诸多眼球的上空, 突然之间一个更大的眼球出现了。 这巨大的眼球直径超过百米, 火焰的光接近地面更是比太阳更加明亮与炙热。 闹剧就此结束吧, 秩序的子民们。 无主容颜与大地之神已经降下新的神域。 在那北方的涌动之土上, 秩序的子民将接受新一轮的试炼。 所以, 现在你等可以结束这场没有意义的闹剧了。 空灵之声传遍五族子民的脑海, 那不似人声, 但却充满了回响之音。 似神圣, 似飘远, 直击所有人的心灵。 神域, 竟然是神域。 我记起来了, 我终于记起来了, 在那诸神讨伐深海携身之后, 我们那逝去的兄弟姐妹被伟大的父神接引神国的画面。 是他们, 没错了, 就是他们。 恐龙人中, 一名老祭祀浑浊的眼神某一刻清明了。 他回想起了三千年的那一幕, 也想起了那无数火球进入神国大门的瞬间。 是啊, 那是我的兄弟姐妹。 老祭祀泪流满面, 他看着天空的诸多眼球, 心中感动, 狂热到无以复加。 有一叫有二。 三千年前失去的老人虽然已经很多很多了, 但现存的老祭祀们却还有少许一些。 当一个又一个老祭祀突然热泪盈眶地跪下身躯, 对着天空伸手礼拜之时, 周围的新生带们也全部一个又一个地在呆愣中跪了下去。 看着熔岩之子如此, 在场的其他四族虽然没有贵, 但也纷纷将双手伴合地触及额头, 然后微微攻身。 这是秩序子明对非自身信仰的秩序诸神衍生的教派礼仪, 以表达他们对其他秩序众神的敬畏。 然而, 就在无论是秩序神教还是原旨教派 全部都表达敬畏的场景中, 突然一个声音却想变了整个平原。 伟大德神之使者, 我们的先祖啊! 请问, 这场闹剧我们该如何处理? 这秩序神教的教义是否又符合神意? 我们需要指引, 需要神明的启示。 出生的不是别人, 正是熔岩之子的新任祭祀长, 戈多。 此时的戈多已经跳到了一头原始恐龙的头顶, 他站立在那里并且高声地对着天空呼喊道。 看到这样一幕, 所有人都愣了愣。 是啊, 既然神使义或者神明认为这是一场闹剧, 那么这岂不是说秩序神教的存在于神明的眼中也是符合他们心意的? 这很重要, 也是原始教派与秩序神教这场大战的根本原因所在。 战争可以结束, 但这件事必须有个定论。 这关乎到秩序五族的未来, 也关乎他们对信仰的认知。 这一刻, 无论是秩序神教也好, 还是原始教派, 他们都紧张了起来。 望着天空, 所有人近身了。 此时, 整个平原上安静的可怕, 所有人甚至都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凯亚看着平原下的五族, 心中有些叹息, 父神哪里在乎他们的信仰啊? 此时康乔早走了。 是的, 康乔已经去了其他四寿陈眠的地方, 准备唤醒他们一起去北方洞土看看。 至于此地的事, 康乔也只是随意地给了凯亚一个回答而已。 这些事我并不在意, 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总之别弄出更多的混乱就行了, 我相信你。 是的, 他的父神一直都这么随意, 也根本不在乎地面子民的信仰。 这件事早在几千年前凯亚就知道了。 别说康乔了, 就说其他四位神明也同样如此。 甚至是, 其他四位神明最开始跟小孩子的智商也没差多少了, 一切都是为了玩和吃。 信仰? 那是什么东西? 又不能吃? 是的, 这就是其他几位神明最初最真实的想法。 在他们眼里, 子民啥的不过就是能够更好获取食物的小家伙而已, 还不错, 可以照顾保护一下。 当然, 其他四神怎么想凯亚现在早看看了? 至少自己的父神总是那么让人难以捉摸, 看似什么都不在意, 但说出的话, 有时又总是那么意味深长。 神明可以不在意子民的信仰, 但是作为神的子民, 作为得到卷顾的他们, 就可以轻慢吗? 凯亚对于康乔的信仰是狂热且虔诚的, 但也是理智的。 他只在乎自己的信仰, 只要自己对父神的信仰从未改变, 还是如当初那般感动感性就好了。 至于其他族人, 凯亚一直都没有刻意要求, 当初巴顿能坐在那个位置也正是如此。 巴顿是在凯亚还活着的时代, 少有特别聪慧的弟子, 虽然不是很信仰神明, 但在凯亚看来却能带着族人更好的发展。 只是, 人老了呀, 太过感情用事才会出现现在这个情况。 哥多长年在外, 一直与祭祀团处理大大小小的战斗事务, 深得原旨教派新生代的人心。 而艾琳呢? 一直跟在巴顿身边, 就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 嘘寒问暖。 他们妇女弄出的秩序神教也是如此, 明显从一开始就走偏了。 以祭祀长的权力去输出这种思想, 让秩序神教做大, 然后也没有经过严格的管理, 这才让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这一切的一切, 凯亚全部看在眼里, 又如何不知? 所以最终战争爆发下, 凯亚实在忍不住了, 才插手, 才有些叹息地找到了艾琳 对她进行正确的开导, 让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偏袒, 凯亚从一开始就不偏袒谁, 要说偏袒, 她也是一直偏袒原旨教派的, 偏袒向所有容颜的子民, 不想看见他们自相残杀而已。 所以, 这件事从一开始, 凯亚的心中就早有定论, 秩序神教罪不至死, 两边都是好孩子, 只是走错了路而已。 不过, 这样的错误, 是必然会付出代价的。 艾琳的结果会怎么样? 凯亚能够想到, 绝对不可能太好。 也正是如此她, 才会去见一见艾琳, 就当老师的老师, 对自己的后背最后的开解吧。 所以, 下一刻, 凯亚的声音, 再次传遍所有人的脑海。 秩序神教予以取缔, 改为秩序众神教。 五族元旨教派, 祭祀长伦体掌权, 祭祀团负责监督, 从此, 五族子民, 需以各自神明为最终信仰, 不得擅自改信。 改信者当为亵渎, 亵渎当受神罚, 永无可能进入神国。 地上的子民啊, 你们须知, 秩序只是众神创造的规则, 规则只需维护便可, 切勿再次走入歧途五族子民视为一体。 你们既是各自神明的子民, 但更是秩序的子民。 你们只要永远记住这一点就好, 要互助互爱, 切记不要再次重蹈, 如今这般的闹剧。 好了, 散去吧。 为下一次试炼, 做好准备吧。 有人欢喜, 就有人哭。 所谓的让五族散去, 可不是简单的散去。 秩序神教被取缔, 自然而然参与这次战争的, 全部都成为亵渎神明之人。 这些人将被堪压, 也将成为罪名。 在后续的简单商议中, 五族祭祀团的祭祀, 还决定了将会让这些人永远从事五族最低等最苦劳最危险的事物, 他们将失去被公平对待的权利。 是的, 这是惩罚, 也是赎罪。 他们将被剥夺生育的权利, 并且直到全部老死。 当然, 这个决定并不会立刻宣告, 必须要等五族原旨教派将他们全部安全打散, 并废除有神闻的人之后才会公布, 以防第二次大乱。 不过最重要的, 还是得先把对方的血清全部赐予给其他族人之后。 没了血清巨兽的帮助, 这些人怎么可能反抗的了? 至于首要几个人必然将受到最严酷的审判。 爱玲是其中之一, 至于要不要推出巴顿这位祭祀长, 五族原旨祭祀都有犹豫。 三千年来, 巴顿的贡献还是很多的。 至少, 在带领族人与其他四族融洽发展与繁荣方面, 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秩序神教也是这么衍生出来的。 另外, 众人还需考虑的便是现在荣颜之子的祭祀长, 也就是哥多的感受。 所以, 最终商议后, 祭祀们决定对巴顿施以永久的囚禁, 并直到老死。 至于爱玲, 这已经没有疑问了。 她将被视为了罪魁祸首, 将在圣城断罪台进行断罪。 至于怎么处死, 只需要剥离神闻, 就没有人能够活着。 如果剥离神闻后, 她还能活着。 那么, 放她一条生路又如何? 从一个强大的战士变成一个废人, 还要一生遭受族人的唾弃, 这无疑才是这个时代最残酷的惩罚。 教派的商议结果, 凯亚在无形中都听到了, 只是她没有再管。 于叹息中, 凯亚最终也离开了, 经历过这一次, 地面武族的事, 她是再也不想插手了。 随着岁月的迁移, 凯亚的确也没有理会的必要了, 毕竟到那时, 武族再也不可能有她在意或熟识的生者了。 这里是靠近涌动之土的西边, 临近大海, 但同时也与武族隔着一大片沙漠。 就在这个地方, 其他四兽其实已经醒来了好一会儿。 三叶虫与水蜥蜴破开尖冰, 从海中冒出头。 巨蛇与巨鹅也一同从一个巨大的冰雪山峰的孔洞内钻出。 什么味道? 好香啊! 巨大的三叶虫一出现, 立刻就眼神发光的到处左顾右盼。 这味道来自北方深处, 巨鹅的声音突然传出。 是的, 与其他三兽不同, 巨鹅竟然第一个学会了凯亚那种以灵魂传递意识想法的手段, 而其他三兽则完全没学会, 甚至说他们三个一直对灵魂力量啥的还没有概念呢。 不过这些年里, 三兽也不是什么都没学会, 至少他们学会了武族子民弄出来的那种文字, 操控毒物, 水什么的, 让其显现文字这种事还是很简单的。 所以, 就算巨鹅没能学会凯亚的这种灵魂传递意识的手段, 其实也不打紧。 嗯? 尹塔库亚? 你怎么知道的? 巨蛇有些不明所以地转过头看向巨鹅。 尹塔库亚? 对, 名字, 这些年里, 巨兽学会了文字自然而然开始给自己起名。 在武族子民文字中, 尹塔库亚正是代表风的领域, 那是风之子对天空之上某处对流层的称呼。 而巨鹅理所当然的, 自己就拿来用了, 这便是他名字的由来。 巨蛇与其他两位也差不多, 分别是尹阁、 大滚与克塔亚特。 当然是尹告诉我的呀。 巨鹅的声音充满笑意。 尹告诉你的, 巨蛇有些无言地看着巨鹅。 尹还有这种作用? 你别骗我呀。 好了, 尹阁你就别打岔了, 说正事吧。 水溪一斜了一眼巨蛇, 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正事? 什么是正事? 大滚, 你找打事吧。 是不是又想和我比划一下? 巨蛇简直不能忍, 水溪这么多年, 只要和自己同时醒来, 没有一次不跟自己对着来的。 这两个家伙, 颇有一种一见面就忍不住, 想要互相嘲讽, 互相逗殴一波的架势。 来就来啊, 谁怕你不成? 别以为那次赢了我就多厉害, 要是能使用能力, 还不知道谁会输呢。 好了, 你们能不闹吗? 每次都这样, 看着都烦。 巨蛾有些抱怨地 打断了他们的文字交流。 就是, 就是, 我也讨厌打架, 我们还是赶紧找到 这香气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吧? 说不定很好吃呢。 三叶虫眯着与身体 不成比例的小眼睛 登峰的道。 吃吃吃, 就知道吃, 除了吃你还知道什么? 水蜥蜴忍不住 给三叶虫脑袋来了一尾巴。 吃有什么不好? 难道你们不想吃吗? 三叶虫呆呆地操控着水 在空中形成文回道。 看到三叶虫 有些呆呆笨笨的样子, 巨蛾忍不住笑出了声。 至于巨蛇与水蜥蜴嘛, 都感觉有些无语。 用凯亚的话说, 你好歹都是神明啊, 怎么能这么笨呢? 三千年啊, 就算醒来的时间加起来 跟着学习的时间 也有十多年了。 文字没学权就算了, 时不时还会写错大半? 难道就不能稍微成长 和聪明一点吗? 太笨了, 笨到其他三叶 与教导它的凯亚 都有些头疼。 看着三叶虫这般, 此刻巨蛇与水蜥蜴也不吵了。 只是嘖嘖称奇地 看着三叶虫, 倒是把三叶虫 看得一时间 有些满头问好。 看我干什么? 要打我吗? 我现在是不是该跑啊? 不过, 就在三叶虫 小心地后退几步时, 三叶中巨额 却已经说起了正事, 能够以香味把我们唤醒。 看来这东西 肯定对我们的成长大有帮助。 怎么样, 这么香的味道 我也是第一次闻到, 必须去。 巨蛇肯定道, 去是要去, 但是凯亚那个小个子 去哪里了? 怎么不见他呢? 水蜥蜴一脸疑惑地 左看右看, 因为换成以前, 凯亚就算离开 也会在这里留下一个子体的。 但今天却没有, 奇怪了。 这没什么好意外的, 或许这次 我们都算提前醒了吧。 巨额猜测道, 嗯, 也是, 既然这样就不通知他了,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都醒了, 那熔岩的大家伙 会不会也醒了? 要不赢塔库亚, 你去上面看看。 水蜥蜴指了指天空说道, 不过这时, 巨蛇却突然插嘴了, 这点小事 就别喊他了吧。 熔岩一直都比我们能睡, 凯亚那个小个子 此前就说过, 所以, 与其打扰到那个暴力的家伙 可能挨揍, 我们还是 自己去看看情况再说吧。 然而, 就在巨蛇以毒物 在身侧显露 这一排文字的时候, 一个声音突然从远方 随着火光飞射出现, 暴力。 哼, 小老弟, 你这是在说谁呢? 能给我好好说说吗? 嗯? 你是熔岩? 看着突兀出现在身后的 火焰小眼球, 巨蛇有些猛逼, 更有些迟疑。 哼哼, 怎么了? 这可是我众多能力的一种, 凯亚是我的卷属, 也是我的造物, 我有这样的手段, 很难理解吗? 火焰的眼球, 此刻其实已经算是 康桥化身的一种了。 当他的意识神将并占据 这个灵魂之时, 这个火焰之眼知道的一切, 他便全部知道。 文字, 语言, 甚至是所有记忆, 怎么说呢? 大概就是属于 他的一段段信息流 直接莫名地出现在了 康桥的思维体中。 那感觉就好似你天然的 会写字会说话一般, 是一种肌肉记忆, 是一种类似动物出生 便知道要吃东西的固有反应。 这样吗? 巨蛇有些似懂非懂, 不过一切都不过 是为了转换话题罢了。 该死, 自己说熔岩的坏话时 竟然被他听到了 不过万幸, 来的不是熔岩本来的身躯, 不然被打一顿 也是有可能的。 可是不应该啊。 凯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为什么我们 就没有凯亚这么奇怪 且聪明地卷拙呢? 熔岩, 你是怎么把那些地面的小家伙 变成凯亚这样的啊? 此时, 一旁的水蜥蜴 突然好奇地询问出声。 啊, 对对对, 我也好奇。 巨蛇马后泡地跟着道, 康乔瞥了一眼巨蛇, 知道他故意岔开话题的心思, 不过倒也没太在意。 我们诞生的形体本就不同, 能力也各有不同, 这事, 我可没办法与你们解释清楚。 关于神国, 我想凯亚也应该跟你们说过, 不过他知道的很少, 我虽然知道的多一些, 但也是猜测。 而且讲起来也很麻烦, 怕你们理解不了。 所以, 这事之后, 我们再慢慢聊吧。 我这次来, 是想要和你们聊聊洞土深处的事情。 康乔嘴上这么说着, 但实际上也在疑惑。 不应该啊, 自己神国很大概率, 就是通过信徒强烈的祈祷而诞生的。 这四个家伙, 明明也有十分虔诚信仰他们的子民, 但为什么没有诞生神国呢? 真是奇了怪了。 这样啊, 水西一点了点头, 并没有提出异议。 虽然康乔前台词有说他们太笨的嫌疑, 但事实也的确如此。 特别是在凯亚教导并开支以后, 他便越发惊讶于康乔那过人的智慧。 从最开始建造地面城市, 再到拉拢这么多巨兽, 成为一个团伙。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说明, 容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神秘要强大。 这种强大包含了智慧, 也包含了本身的实力。 总的来说, 水西一对于康乔那是绝对的心服口服, 同时不知不觉中也已经有了一点盲从心态。 至于巨蛇, 他更不可能有意见了。 对, 动土, 我们可不就是被动土上传来的香味唤醒的吗? 对了, 容颜您在天上沉睡, 是不是醒了呀? 有看见什么吗? 巨蛇虽然无法做出表情, 但看着他贴近自己身前做出的姿态, 康乔就好似看到了他舌头上奉承的讨好笑容。 味道太浓了, 康乔都有些被逗乐了。 我要是醒了, 还能来找你们吗? 康乔的声音中充满了调侃的笑意。 没醒, 巨蛇理解不能。 没醒, 那你现在这个状态又是什么情况? 巨蛇一脸猛逼, 完全还搞不清状况。 不过康乔也懒得解释那么多, 他飞舞着火焰的身躯, 看向了巨蛾与三叶虫。 怎么样? 你们要跟我一起去动土看看吗? 巨蛾点点头, 要去, 我怀疑这香味很可能就是以前我们看见的那棵巨树散发的, 风的气息让我已经闻到了那属于甜美树枝的气息。 树? 什么树啊? 我不吃树的, 这么像怎么能是树呢? 我要去看看, 别以为我笨, 你们就想骗我, 三叶虫用着充满怀疑的小眼睛看向巨蛾。 巨蛾侧目与三叶虫对视, 翅膀此刻都忍不住一颤一颤的。 这家伙在笑吧? 绝对是在笑了。 康乔感觉到了, 这三叶虫也是个奇葩呀。 还是和之前一样, 那么蠢萌蠢萌的, 就知道吃。 打字都这么有个性, 自己承认自己笨, 属实也独一假。 就连康乔看向三叶虫显化的文字时, 都显得有些忍俊不惊, 更别提巨额了。 好了,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立刻就一起行动吧。 毕竟这次苏醒纯属意外, 要是突然又困了, 错过机会就不美了。 康乔这么说了, 其他四兽自然不会反对, 毕竟他们之前也是打算过去看看的。 所以, 很快四兽便一起开始朝着洞土深处移动。 在这移动的过程中, 康乔也在观察四兽这三千年的成长。 变化不大, 但体型绝对长了一小节, 就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变化又有多少了。 康乔暗自评估着四兽, 不过就在这时, 巨额却突然好似想到了什么一般对着康乔传音。 容颜, 我们来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觉得该跟你说一说。 嗯? 康乔有些疑惑, 他看向了与自己并行天上的巨额眼睛。 就是, 你应该记得吧, 上次我和其他三个家伙, 在这里一起吃了那只白色虫子的事。 有着是, 我记得, 怎么了? 就是, 我们吃下那虫子后, 在一千年左右, 我们四个都开始有了兵的能力。 虽然能力都不算强, 但确实都有了。 我去, 还有这好事, 康乔都呆了好吗? 不过一想到那白色如虫的样子, 好吧, 康乔也不算后悔。 再说他可是火焰属性的超凡巨兽爱, 难道还能觉醒寒冰的能力? 这可能吗? 好吧, 这只是康乔的自我安慰。 康乔真的有点后悔了, 后悔自己, 失去了能够冰火两重天的机会。 然而, 就在这时, 巨额却继续说道, 获得寒冰的能力也没什么, 关键是, 我们都能感觉到, 那白色的虫子并没有真的死去。 嗯? 听到这话, 康乔还在后悔的思绪一下就清醒了。 他的眼神显得有些错愕, 不应该吧? 他不是死了吗? 身体都给我烤给你们吃了, 这难道他还有其他神区不成? 就像我现在这样。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种感觉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但是我们四个都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这是一种很难以说明的感觉。 巨额尽量解释着, 但很明显, 他也不知道该具体怎么解释。 总之, 我们四个现在都知道他还在, 但无法感应到他的位置, 他并没有真正的死去, 抑或者, 他的确死了, 但现在他正在某处地方复活, 复活。 康乔陷入沉思, 这难不成还真印证了那些奇幻小说的话? 神是不死的, 但这怎么可能呢? 康乔坚信,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死的, 是永恒的。 恒星会毁灭, 宇宙也会冷静, 区区一个星球内的超凡生命, 还能永生不死。 死能复活? 那么必然是还没死透, 这其中绝对有自己还没发现的秘密。 是某种规则法则吗? 康乔脑子飞快地运转着, 同时他也有些好奇, 自己抑或着眼前这几个家伙死了, 是不是也能再次复活? 好吧, 这仅仅是想一下得了, 他可不会去自己尝试, 更不至于去坑这些还算亲近自己的家伙。 这可是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小团体, 而且作为老大他怎么可能自毁长城? 脑子有病才去尝试, 白色如虫复活, 哼, 就算能复活又怎么样? 康乔还不信了, 死过一次的家伙就没有什么后遗症。 再者, 四兽明显分享了白色如虫的能力, 这样看是不是相当于篡夺了他的一部分全能?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家伙就算复活也绝对会虚弱好久吧? 当然, 这里的虚弱好久可能是几千年, 几万年甚至更久。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事情就简单了。 因为一旦真是如此, 这家伙绝对无法再次跟上同时代成长的巨兽大队伍了。 上次能杀, 那么下次绝对还能杀, 而且不会太难。 总之, 这还真印证了蛮荒世界弱肉强食的真理啊。 康乔心中已经有了决断, 无论白色蠕虫复活是否有虚弱期, 总之, 只要发现或者见到, 那就直接再次灭杀, 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 仇已经结下了, 而且还是杀身之仇, 虽然不是康乔动的手, 但那也差不多算是他默认的结果了。 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小团体, 也为了不让那家伙有偷袭自己小团体的机会, 康乔之后绝对不会手软。 再说了, 白色蠕虫长得实在有些恶心, 那大肉虫的样子康乔完全接受不能, 当然更提不起拉齐入火的兴趣。 之前那个大章鱼骂, 康乔倒是想, 不过那个大章鱼虽然没被杀死, 但也被他弄得很惨, 下次遇到了, 康乔觉得可以尝试, 但不必抢求。 康乔信奉的真理是什么? 那就是, 一般情况下, 尽量不首先与他人结仇, 就算有点小矛盾, 也不至于下死手, 能解开矛盾最好, 解不开自然看谁拳头大了, 看谁骨头更硬气。 心里有了决定, 康乔便当即把自己的想法与四手说了, 那就是, 如果真感应到白色蠕虫复活的地方, 一定要第一时间再次弄死他, 一次杀不死, 就多杀几次, 杀到他害怕, 杀到他见到康乔几个, 就立刻躲得远远的。 这个过程, 既锻炼了小团体合作的感情, 又可以进一步掠夺白色蠕虫的能力, 简直不要太完美。 哦, 大肉虫, 好吃, 下次我们继续烤了它。 三叶虫高兴地眯着小眼睛, 真残忍, 真暴躁啊, 不愧是熔岩, 幸好之前我聪明啊, 没有继续惹怒他。 巨蛇心中有些庆幸的低估。 嗯, 必须杀, 已经有仇仙不说, 那大虫子那里夺取的能力还不错, 对我没有大用。 水蜥蜴只是众肯地点头评价道, 我没意见的, 我听熔岩的。 巨鹅很直接地道, 嗯, 既然都认可了, 那就行, 我们继续赶路。 康乔对于目前自己创建起来的小团体, 很满意。 是的, 三叶虫虽然蠢笨, 但却是难得的调节队伍气氛的操鼓手, 不过正因为笨, 所以才要多看着点, 因为康乔真怕这家伙, 以后被外来的家伙给骗得假套都不剩。 巨蛇不忠诚, 但小聪明还是有的, 没有足够的利益, 又或者看到打败自己的希望前, 肯定是不会背叛的, 可以当个不错的打手与狗腿。 水蜥蜴嘛, 这家伙给康乔的感觉就是一个老实人, 老实的精壮汉子, 没多少心机, 脑子尚渴, 也是目前队伍内为而让康乔很放心的存在。 至于巨蛾, 这已经不用说了, 巨蛾天然的和水蜥一般没有多大心思, 而且性格也有些乐天派, 更甚至他对康乔也有着好感, 所以目前也没有什么让康乔可担心的。 在这个蛮荒的巨兽世界, 有着这样一群可以交谈可以放松的同等生命存在, 康乔已经很满意了。 四兽穿行在北方的洞土上, 一路上动静可是不小, 冰封的大路架一直都在发出巨大的轰鸣。 水蜥蜴与巨蛇有尾巴, 魔动行走还尚渴, 但三叶虫这家伙简直就像一个开足马力的电动小马达, 那一路过去简直鸡飞狗跳。 好吧, 虽然这洞土几乎看不见有什么生灵就是了, 转眼间, 两个日生日落过去。 终于, 在康乔与其他四兽进入洞土的最深处后, 那股异乡更加强烈了。 这里漫天都是暴风雪, 肉眼几乎看不清前方的景象, 但是仅靠着嗅觉, 四兽一个个都已经亢奋起来了。 太香了, 而且身体就好似本能地催促他们快点去找到那个东西, 并吃了它。 身躯发出的强烈信号让四兽欢快地不行, 疲惫不显, 一个比一个跑得更加快了。 康乔的火焰之眼根本就跟不上他们, 只得让巨鹅用嘴巴叼着自己一路狂飞。 很快就在四兽穿过暴风雪, 进入一片宁静的极光天空下之时, 终于四兽全都看见了。 那香气飘散的来源是一个巨大漩涡, 漩涡直径并不大, 估计也就看看一百多米。 如此狭小, 在场估计唯有巨蛇能够把脑袋伸过去了。 当然, 如果康乔不考虑自己陷在这个身躯, 那虔诚灵魂的安危的话, 也是可以过去的。 只是, 康乔觉得真没必要, 他的三观还做不来这样的事, 他可以无视恐龙人的内斗与生死, 但是那是建立在, 他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情况下。 如果接触与交流了, 说真的, 以康乔人性与个性的角度出发, 他并无法看着他们因为自己而死, 多多少少康乔也是会干涉的。 哇, 这么小的一个洞, 怎么办? 我太大了, 根本过不去, 尹哥你可以过去看看吗? 三叶虫急得在原地团团转, 最后只得将目光看向巨蛇。 是的, 巨蛇的体型的确刚好合适。 1500米左右的体长, 腰身直径刚接近100米, 也就八九十的样子。 过去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蛇类嘛, 本来就属于纤细的生命, 在场除了康乔也只有他合适了。 但康乔现在的身躯相当于分身, 在四兽眼里简直弱爆了, 根本不考虑。 可以啊, 那我就先过去看看, 如果有发现什么我一定带回来给你们尝尝。 巨蛇心里早就偷笑了, 那香气实在太诱人, 而且作为巨兽, 它们的性格本就天不怕地不怕, 怎么可能在意一个小小的看似诡异的漩涡? 带回来。 嘿嘿, 当然会带啊, 不过得等我吃饱了。 这话巨蛇当然不会说了, 只是一个人偷了而已。 水汐没有反对, 毕竟它和三叶虫一样, 体型也都太大了。 巨蛾与康乔更不会反对了。 巨蛾想法很简单, 如果香气是来自于那棵巨树的话, 就算把巨蛇撑死, 它也吃不掉多少的。 而康乔骂, 它还是担心对面可能存在一些危险, 所以乐见其成。 其他人不反对, 甚至都同意了, 巨蛇当即就兴奋了起来。 然后想也没想, 挪动身躯就大半个脑袋钻向了这个未知的漩涡。 雾气飘渺, 天地密布一种白色的朦胧, 与中北之地的冰雪世界不同。 在这另外一边的世界, 地面的雪最上层一片松软。 巨蛇现在已经整个进入了这方新的世界。 微微深吸一口气, 巨蛇只敢全身都有些轻飘飘的。 好香, 这个世界好香, 到处都弥漫着一股让巨蛇欲罢不能的感觉。 巨蛇身躯的每一个细胞在此刻都好似活化了一样, 正在不断催促着它快点找到食物。 它们饿了, 太饿了。 这一刻, 巨蛇的眼里流露出了最原始的贪婪。 它抬起头部小半个身躯不断俯瞰着这个美妙的世界。 然而就在巨蛇还没来得及享受片刻舒爽, 突然之间一声爆喝, 把巨蛇吓了一跳。 抑郁的邪恶生命! 死吧! 巨人下击从冰霜的朦胧雾气中突然现身, 并且挥舞着一把巨大的斧头就披在了巨蛇的脑门上。 砰! 那是巨斧砸在巨蛇脑门上产生的巨大音波。 音波爆散, 竟然还短暂地将周围的冰霜雾气全部吹散。 怎么可能? 竟然没死! 巨人下击感受着手中糊口的疼痛, 吃惊无比地看着眼前被一击捶到地下的舌头。 巨蛇的头部, 那黑金的鳞片几乎堪比他手中的神器。 那全力一击之下, 巨蛇不但没有被劈碎脑袋, 反而还将巨人下击给反弹得飞退了回去。 在巨蛇的脑门上, 此刻几片鳞甲正有一道白色的痕迹, 除了有点凹陷的伤势, 巨蛇并无大碍。 巨蛇很猛, 但同时也是很多年不见地再次被激怒。 头晕脑胀的片刻, 他就已经朝着声音的来处喷吐出了无数毒雾。 看着黑色毒雾的旋风如气柱一般席卷而来, 巨人下击也不敢轻易犯险, 直接就化作一只巨大的救鹰飞舞上了天空。 好! 巨蛇太愤怒了, 太愤怒了, 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般疼痛的感觉了, 而且, 还是那么直接一下对着脑子来的。 头上那火辣辣的触感, 让他一度就快要陷入暴走。 然而, 就算要暴走, 也得找到对象了。 特别是在看见那古怪的巨人突然化作一只飞行的巨兽后, 巨蛇下意识地就冷静了。 会飞很了不起吗? 哼! 巨蛇阴冷地抬起脑袋, 看着天空那虎视眈眈的巨大救鹰, 随后, 他的全身鳞片开合。 只是瞬息, 无数的黑烟开始在巨蛇的身躯周围扩散。 零白的事件。 雾气、冰川、 雪、 一切的一切都被染黑。 而且, 随着毒物的扩散, 只是顷客, 四周便形成了一个超过数公里的死亡黑域。 巨蛇不会逃, 只因为他可不想刚来就灰溜溜地回去。 他还什么都没做呢? 要是真这样被吓回去了, 那他还有什么面子? 水蜥蜴要是看着自己脑袋上的痕迹, 绝对会忍不住再次嘲讽讥笑他的。 这既是脸面的问题, 又是因为他在那个怪异的生物身上, 闻到同样美味的香气。 吃了它? 我一定要吃了它。 巨蛇的树桶此刻泛起幽光。 在毒物的遮蔽下, 他的整个身躯开始迅速盘起。 黑色的毒物能够遮蔽其他生物的视线, 但却遮蔽不了他的视线。 在这毒物中, 他能够清晰地看见天空上那个可恶, 却又诱人的家伙的一切动向。 巨蛇在等待, 他在等待机会, 一旦那个就阴感稍微降低一点高度, 他便会直接弹射起飞。 只要被他咬到, 巨蛇有百分百的自信让那个家伙化为自己的嘴中肉。 巨人夏基此事真的有苦自己知, 原本他一直都在这边看守着门户, 按照约定等待一个月后自己的女儿回来。 但结果呢? 自己的女儿前脚刚走不到三天, 从那壁垒的门户中竟然直接钻进来一个大家伙。 是的, 好大的大家伙, 一条黑蛇, 而且那体长简直颠覆了夏基的认知。 巨人夏基第一时间躲了起来, 他本想离开的, 亦或者说去关闭那世界壁垒的门户。 但这可能吗? 世界术的枝叶打开世界壁垒的门户后, 就直接被消耗了。 想要关闭, 要么就再去摘取一片枝叶, 要不然就只能直接去找到奥丁。 但无论哪个选项, 无疑都会让巨人夏基陷入被动。 直接离开, 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对面的世界能够来一个这么大的家伙, 难保不会来第二个, 第三个。 自己要是就这么离开了, 那诸神的世界绝对会发生巨大的灾难。 自己也极有可能成为这个世界的罪人。 但要是去找奥丁的话, 那自己估计也会被惩罚吧? 但是奥丁他还不怕, 他就怕两个神族都因此而唾弃他。 而且在世界的另外一边, 自己的女儿还没回来呢? 这下完了。 巨人夏基这一刻, 真的有些后悔了。 早知道, 自己就真的该听奥丁的警告。 可惜时光无法倒流, 做错了, 终究是做错了。 现在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补救。 巨蛇身躯虽然庞大, 样貌也有些害人, 但巨人夏基觉得自己应该还有机会。 他要用自己的巨斧, 在那怪蛇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 给予最强力量的打击。 一击必杀是存在可能的。 对, 自己还能补救, 对方还没发现自己。 就是这样, 慢慢地靠近。 对, 可以了, 机会来了。 巨人夏基按捺着心中的兴奋, 挥舞着全身的力气。 他跳了起来, 并挥舞着巨斧, 狠狠地成功披在了巨蛇的头上。 然而, 怎么会这样? 这个怪物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 竟然能够硬抗自己权力的一击。 邪神, 抑郁的邪神。 完了, 这下麻烦大了。 心中骇然的巨人夏基, 下意识地后退着, 但也就在这时那巨蛇竟然 已经从吃痛下迅速反应过来, 并且对着他就吐出了一道黑色的气柱。 看着席卷而来的气柱, 巨人夏基预感到了强烈的危机。 下意识地, 他直接化为了旧鹰并且冲天而起。 巨人夏基是逃过了巨蛇的袭击, 但是下方的巨蛇此刻已经彻底盯上他了。 而且, 对方在阴冷地看向他时也展开了自己的手段。 那巨蛇全身蔓延出了黑色的毒物。 毒物在侵蚀冰川, 在侵蚀风雪, 也在侵蚀大地。 看啊! 那躲在地下的一头小雪兽被毒物沾染, 还没跑两步就彻底化为了黑色的浓水, 与那黑蛇的毒物混为一体。 这一刻, 巨人夏基知道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 完了! 中北的洞土。 此刻距离巨蛇, 进入另外一边的世界刚刚过去不到几分钟。 然而, 就在这几分钟过后, 突然之间从那狭窄的漩涡对面突然飘散出大量带有超强腐蚀性的黑色毒物。 几兽发现毒物的第一时间立刻就开始退后。 什么情况? 尹阁在对面和谁打起来了吗? 怎么有这么多毒物飘出来了? 水蜥蜴有些凝重道。 巨蛇的毒物水蜥蜴再清楚不过了。 对于同等的巨兽这些毒物虽然不会一下要命, 但也很难缠的。 而且, 如果这毒物是被巨蛇那家伙用尖牙咬一口并注射的话, 就连水蜥蜴都得瞬间虚弱好几天。 要是虚弱中还跟巨蛇打, 那几乎是没有胜算的。 不过因为实在太熟悉的缘故, 水蜥蜴根本不会给巨蛇进身的机会了。 同样使用能力战斗水蜥蜴可不怕巨蛇, 甚至因为水家兵的能力, 他的胜算还非常大。 当然如果是纯肉薄的话, 胜负就只有无误了。 看来对面还真有陷阱啊。 康乔沉映着, 而且眼底还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的笑。 巨蛇这家伙搞不好这次要翻车了啊? 要是真翻车了, 那康乔也爱莫能助。 这可是你自己要去的呀。 说不得探究我们死了能不能复活的重任, 也落在你的头上了。 嘖嘖嘖, 多么可怜的小老弟, 他就要死了, 好吧。 以上纯属康乔玩笑的调侃。 不过实际上, 他们现在也的确没啥办法。 那洞口太小了, 他们过不去啊。 而且, 以康乔现在这个化身的能力, 巨蛇如果都无法对抗的话, 他过去也是白给。 另外, 要是其他三兽能过去, 康乔也不会让他们过去的。 毕竟, 对面要是真的陷阱的话, 那不知道有多少他们不知道的玩意儿在等着他们呢。 所以, 在康乔的思索中, 巨蛇遇害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呀。 钓鱼执法, 对面的家伙还挺聪明, 有点意思。 康乔认真地思考了起来, 知道钓鱼执法, 那么对面有没有可能已经有老六跑到我们这边的世界来了? 是啊, 这个漩涡都打开至少几天了吧, 对面真有生命体的话, 可能没有座位吗? 不, 如果这真是钓鱼执法, 那么一定有什么东西已经跑过来了, 并且很可能已经潜入了五族的社会。 毕竟, 想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具体情况,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五族了解。 细思极恐啊, 有那么一刻, 康乔真的感觉有些上头。 好家伙, 好家伙啊, 我们还没有主动过去找对面麻烦, 对面倒是先找自己等巨兽的麻烦了。 看来对面的文明很野蛮, 是一个扩张性文明。 想到这里, 康乔当即不再迟疑, 他已经有了决定, 想要了解对面的情况, 最好的办法就是揪出已经跑过来的家伙。 再者, 康乔微微联想五族此次的内战, 也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难不成五族内讧也是对面的手段? 有了这个联想, 有那么一刻, 康乔心底隐隐生起很久不曾认真的冷笑。 大滚, 你留在这里, 时刻注意这里的动向, 记住, 就算那漩涡突然扩大, 你也千万不要试图过去。 另外, 如果有其他我们不认识的大家伙过来了, 你就退避着让他们过去, 总之不要起冲突。 另外, 如果从那漩涡中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你也不要试图接触, 直接回到五族小家伙的城市那边就行。 康乔突然对着水蜥蜴开口道, 啊, 还有其他大家伙会来吗? 水蜥蜴有些不解, 这是一定的, 我们能够闻到的香味, 没理由其他大家伙闻不到, 所以迟早会有其他大家伙过来的。 康乔笃定道, 就比如上次被我痛作过的大章鱼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 我们这个世界上绝对不可能只有我们五个这样的存在, 还有很多说不一定一直都独自沉眠着没有在地面活动了。 听到康乔这么一说, 水蜥蜴理解了, 不过紧接着他又有些好奇地询问道, 那我们就不管尹阁那个讨人厌的家伙了吗? 另外, 容颜你准备做些什么呀? 不是不管, 只是我们现在也无能为力, 你能过去吗? 不能, 水蜥蜴直白地回道, 所以啊, 这只能是尹阁那家伙自己自求多福了, 其他的我们也就是尽力而为而已。 康乔淡淡地说道, 另外, 关于你问我准备做些什么? 那当然是去找有可能已经从对面跑过来的小老鼠了。 老鼠? 那是什么东西? 水蜥蜴的脑子有些不够用, 康乔时不时说出的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名词总是那么深奥, 不过他也算听明白了大概, 那就是容颜怀疑对面有东西跑到他们这边的世界来了。 这个漩涡是专门打开给我们的, 就是为了害我们。 水蜥蜴也反应过来了, 随即瞪大眼睛露出了愤怒的表情。 作为巨兽, 作为已经知晓很多真理的所谓神明, 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对手坑了一波, 那可想而知有多难受了。 看着水蜥蜴的愤怒, 康乔只是笑笑, 他知道水蜥蜴已经大概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那么接下来就好做很多事了。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总之不要被愤怒冲关头脑, 按照我说的做, 可以吗? 嗯, 好的, 我尽量。 水蜥蜴强压下愤怒回道。 好, 小虫你也跟大滚一起, 记住管好自己贪吃的嘴。 康乔又对着一旁一只呆愣的三叶虫开口道。 哦, 可以啊, 我很听话的。 三叶虫点着脑袋, 一个劲地保证自己很听话。 三叶虫这个家伙, 虽然脑子很笨, 但他也知道自己笨, 所以听到康乔吩咐, 倒也能很有自知之明的听从。 看在我听话的份上, 以后要是有好吃的, 你们可都要给我多留心啊。 好吧, 三叶虫这小家伙, 这句话一出, 倒是让康乔又有些忍俊不惊。 吃吃吃, 撑不死你, 一直就知道吃。 哪天你要是被其他不知道哪里钻出来的大家伙, 吃了我一点也意外。 水蜥蜴忍不住又用尾巴甩在了三叶虫的脑门上, 只是甩计的力度很轻, 算是常规操作了。 三叶虫有点委屈, 我是就知道吃啊, 但是吃有什么不好呢? 这话他当然不会说出来, 因为他已经学乖了, 这话要是再说出来, 估计自己还要被水蜥蜴敲脑门。 哼哼, 我还是有点聪明的, 谁说我笨了, 看着水蜥蜴和三叶虫的互动, 康乔原本有些严肃的心情, 倒是也被这欢乐冲淡了不少。 行了, 大滚多看着点小虫, 我和银卡枯鸦, 先回去找找那个可能躲着的小老鼠。 记住, 一旦有危险, 第一时间就跑, 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头, 脸面是胜利者才拥有的东西, 要是输了, 那可没什么脸面。 一次跑路, 算不得什么丢脸的事。 另外, 之后我会尝试苏醒的, 只要我苏醒了, 我会替你把脸面找回来的, 知道了吗? 听到康乔再三强调, 水蜥蜴也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他认真地点了点头回道, 好的, 我记住了, 看到水蜥蜴如此, 康乔这也算是才安心下来, 回头看向巨鹅, 走吧, 我们去找找那个或者几个跑过来的小老鼠。 好的, 没有什么多余的废话, 康乔直接飞进了巨鹅的嘴里, 然后在巨鹅冲天起的瞬息, 便已经朝着南方属于武族的圣城而去。 武族所在的领域, 斯卡蒂早已经成功地来到了这里, 作为一名神奇, 想要获取信息是非常简单的, 他仅仅是利用神力魅惑了一名蛇人, 然后以心灵的力量, 皆直接从孔蛇人那里得到了大量的信息。 在这个世界, 竟然也是有神的, 只是这些长相古怪的家伙所谓的神, 跟他们那边的神有很大的区别。 武族信仰的神, 全部都是巨大的不像化的生物。 从这一点而言, 这里的神倒是有些他们那个世界的巨人。 这边的神有多强? 斯卡蒂也不清楚, 因为他魅惑的蛇人从未见过。 而且, 他们这个世界的神明竟然已经有超过三千年没有出现了。 三千年不曾出现, 斯卡蒂简直有些不可置信。 还有神能够这么孤僻的吗? 竟然根本不在地面行走。 神明不显又如何统治世界, 宣告神明的威严。 这要是放在他们那个世界,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对此, 斯卡蒂已经越发地好奇起来。 另外, 在得知现在这个世界所谓的秩序武族正在发生内战时, 他第一时间就想着过去看看。 看看这个世界这些凡人种族的能力与战斗场面。 只是, 有些可惜, 等他赶到战场时, 武族的战斗早已结束了。 所以, 最终他只得继续前进, 并在幻化了一副蛇人的面孔后, 成功地混进了这所谓秩序武族的圣城。 此刻, 在超大的巨城中, 斯卡蒂看见了热闹的一幕。 在一个大的不像话的城市广场上, 正在进行着一场审判。 台上有好些类人生物, 正被捆在巨大的石柱上。 其中为首的是一个恐龙人, 而另外还有十多名蛇人, 鲨鱼人, 文人, 甚至是甲壳人。 这野蛮且有趣的画面吸引了斯卡蒂的注意。 然后, 他便饶有兴趣地观看了起来。 整个过程中的确也很有意思。 台上的类人对捆绑着的罪人进行的惩罚, 也是他从未见过的。 以沾染未知血液的骨刺匕首, 划破罪人身上亮起的纹路, 然后一点一点地勾动未知的能量, 最终竟然让那些类人, 直接在高台上化为血肉的泡沫。 整个过程异常惊悚。 那就是, 被破坏了神闻的人, 全身会肿胀, 就好似身躯内不断有血肉凸起于身体表面。 最终, 整个类人的形态无法保持, 然后又好似融化一般化为一滩蠕动的巨大血肉。 这蠕动的血肉在惨叫, 在哀嚎, 最终在接下来很短的时间内彻底爆开, 彻底地碎成一地的血肉快撞舞。 那血腥且异常诡异的野蛮场面, 看得斯卡蒂都有些直皱眉头。 这所谓的秩序武族真的太野蛮了, 也太残忍了。 对待同族竟然如此心狠。 对他们的神也充满了负面的看法。 或许在这个世界, 那所谓的秩序众神也是如此野蛮的生物吧?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自己还真得更加小心了。 虽然对方三千年不曾出现, 但就在刚刚斯卡蒂已经知晓, 在之前的那场内战中所谓的神使出现了。 而且也正是因为那所谓的神使出现, 所以这些野蛮种族的战争才会这么快落下帷幕。 高台上审判还在继续, 斯卡蒂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也只得一直看着那让人不适的野蛮画面。 周围的类人生物此刻早就亢奋得不得了, 全部都在高声喝骂, 一直以着一种愤怒的口吻, 高声气呼着同样的阴姐。 如果斯卡蒂得知的语言没有错, 呐喊的话应该是杀了他。 斯卡蒂知道了, 那高台上的类人必然是此次这个野蛮文明内战的领头者。 微微皱眉间, 斯卡蒂就这么看着, 高台上行星者已经开始了,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就有些令人感觉戏剧了。 那就是在快要行星的时候, 从高台一侧突然走来了又一个类人, 这个类人不断对台下的类人说着什么, 也对着高台上的行星者说着什么。 然后就在斯卡蒂的注视下, 那个突然出现的类人竟然自杀了。 是的, 就是自杀, 而且还是那种自己用手拍爆了自己的头的那种。 那一刻, 整个广场上全部鸦雀无声, 竟然没有任何一个类人发出愤怒的声音。 整个广场上气氛突然莫名地压抑了起来, 高台上那准备给罪人行刑的类人跪在了地上, 显得非常痛苦。 而那个所谓的罪人, 竟然挣脱了石柱与一切束缚, 突然冲到了那个死去的类人身边。 他抱着死去的类人不断发出凄惨的嚎叫。 这一刻, 全城的人, 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 所有类人全部都沉默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没人出声, 甚至也没人敢出声。 另外, 还可见, 周围无数与那个死去类人同样外表的很多类人, 全部都开始无声地做起了某个手势。 那是恐龙人们对自己上任祭祀长表达的默哀, 同样也是尊敬的表现。 就算上任恐龙人祭祀做错了, 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族人对五族曾经做出的贡献。 所以, 在恐龙人做出默哀的祈祷手势后, 周围其他四个体型不同的四族也纷纷跟随, 并表达起自己对那些为秩序五族做出过贡献的掌者们的敬意。 然而, 就在所有类人都在气氛压抑地做出默哀的动作之时, 高台上, 那个醉人的类人竟然突然拿起了地面掉落的燃血骨刺小刀。 哭泣中, 他只是对着五族说了一句, 类似对不起, 然后便挥刀刺进了自己皮肤上亮起的莫名纹路。 在痛苦的哀嚎中, 也在哭泣中, 那个类人最终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他的身躯骨胀了起来, 也变大了起来。 和之前那些死去的罪人一样, 他彻底化为了一滩恶心的蠕动肉团。 但就在所有人沉默地看着那团血肉小删快要爆开之时, 那个肉团竟然莫名地收束了身躯上快要爆开的肉。 他竟然神奇地活了下来, 而且还是以现在这恶心的肉团形式。 但是他虽然活了下来, 却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团肉。 而且, 也好似没有理智一般, 竟然将身旁那些之前所有失去之人的尸体全部吞噬, 包括那个无头的尸体。 很快, 在血肉的小山上冒出了无数的眼睛。 那诡异且恶心的肉山最终在周围无数人戒备中慢慢地退到了广场一处的墙角。 就在那里, 这个肉山不动了, 并且不断地以着诡异的音调哭泣着, 哭泣着, 哭泣着, 有人想要上前杀死那个诡异的小肉山, 但最终却被之前那个行刑的类人阻止了。 只是, 在原地留下了几名看守, 然后这一切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在气氛极度的压抑中彻底落下帷幕。 真是愚昧且野蛮至极的闻名啊。 只是野蛮中竟然也能看见如此让人心生怜悯的场景, 也的确让人有些惋惜。 斯卡蒂看完了一切, 最终给秩序五族印上了这样的标签。 斯卡蒂对秩序五族几乎没有了任何好感。 如果他们的世界真有诸神黄昏, 或许还真有可能是这些类人生物的神明引起的。 有什么样的神, 自然也有什么样的子明。 神教会子明知识, 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 虽然他所在的世界凡人也会有愚蠢和愚昧的时候, 但至少不会这么对待族人。 直接杀死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这般残忍呢? 对自己的同族都这般残忍, 整个文明又能好到哪里去? 这便是斯卡蒂现在的真实想法。 看到这秩序五族如此做法, 斯卡蒂对他们的文明已经彻底失去了兴趣。 他想要离开了, 之后也就是找机会以神力去控制着秩序五族的高层, 以便获取更多关于他们神明的信息便可。 不过, 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之时, 突然之间于高台之上, 那刚刚负责主事行刑的类人猛然毫无预兆地抱贺而起。 愚蠢的一族,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潜入我等秩序子民的圣城? 你在找死? 戈多很不甘心, 也很难受。 自己父亲对爱玲的偏爱甚至让他妒忌, 他真的没想过结局会是这样。 父亲为了让爱玲能够活下去, 竟然选择了将一切罪责揽在自己身上, 并且还以自杀这种方式了结生命。 这对于容颜之子亦或者戈多来说, 无疑一件非常令人难以置信与悲伤的事。 爱玲的自杀, 戈多仅仅是看着罢了。 他敬爱自己的老师, 也对无辜之人被卷入这场战争, 而死感觉到愧疚。 他能这么做, 倒也算是对族人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 至于神闻失控后化为的诡异血肉, 戈多并未赶尽杀绝。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让他在一生中遭受秩序子民的唾弃。 有他的存在, 或许才能更好地警醒未来的所有新生代。 戈多叹息着, 心中也憋着一股气。 一切都结束了, 一切也终于结束了。 他站在高台上, 对着秩序的子民宣告了这次断罪的结束。 然而, 就在他眺望广场上的子民时, 突然间, 他注意到了一个诡异的身影。 那个身影是一个雌性的蛇人。 但是这个蛇人在戈多的眼中, 此时却好似蒙着一层幻影。 蛇人的形象是幻影, 而在幻影的里面, 正站立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种族。 金发碧眼, 身上还披着未知名的事物。 总之, 斯卡蒂人类一般的外表, 在戈多的眼里就是一个奇怪的种族。 而且很丑, 发现斯卡蒂的那一刻, 戈多瞳孔紧缩, 随后直接暴走。 是的, 戈多此刻心中本就憋着一股未知名的火。 所以, 在看见有异族潜入后, 他直接就暴走了。 他需要发现, 而现在这个发现的对象还出现了。 那一刻, 戈多猛然从高台高高跃起。 他手握着白金一般的古质长枪, 全身冒出熊熊烈焰, 整个人直接坠击着刺去。 斯卡蒂此刻显然也有些意外, 一个抑郁的凡人竟然能够看破自己神力的伪装。 不过, 此时斯卡蒂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仅仅是挥了挥手, 一股神力的光就挡住了戈多的轰然一击。 哄, 巨大的炸响在整个圣城内响起。 而这一刻广场上的武族也终于回过神来。 他们没有离开, 毕竟所有人都是战士, 也根本不害怕战斗。 所以, 武族的子民只是稍微退后了一些距离, 他们将空间留给戈多, 以防打扰了他的战斗。 戈多的强力一击被斯卡蒂用神力的护盾挡住了。 他整个人飞退而去, 并站定到斯卡蒂十米开外的地方冷漠地注视向他。 不知名的异族, 最好说清楚你的来意, 否则你今天是无法从这里活着离开的。 斯卡蒂看着戈多神情中有些叹息, 被发现了, 事情变得有些糟糕了。 不过也就那样吧, 斯卡蒂有作为神明的自傲, 他没有再继续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 直接撤去了身上的伪装。 作为一个凡人, 我承认你的能力的确很不错, 不过你的口气太大了, 我很不喜欢。 斯卡蒂用着秩序五足的语言开口, 随后整个身躯悬浮在了天空, 他俯瞰着广场上秩序的子民也俯瞰着割夺, 不过这时, 就在他的周围一大群的风之子已经围了过来。 风之子们手持长枪与长矛就那么地盯着斯卡蒂。 不错, 竟然会我们秩序子民的语言, 看来你这个奇怪的一族已经窥视我们很久了吧。 哈哈, 很好。 哥多完全不在乎斯卡蒂说出的话, 而是自顾自地说着, 然后大笑着猛然动用了三重神闻的力量。 在哥多的身躯之上, 已然亮起了密密麻麻的容颜纹路。 与此同时, 他的全身也突然荡起一圈更加强烈的热浪与火焰。 他的身躯在鼓掌, 他的身躯在拔高。 下一刻, 近三十米的火焰巨人彻底地再次显化。 哄, 炸裂声猛然响起, 那一刻, 哥多已经手持长矛冲向了空中的斯卡蒂。 看着眼前的类人不打算交流, 并且直接对自己产生杀意, 斯卡蒂眉头微皱, 再次利用神力在身躯表面形成屏障。 然后, 这一刻, 他显然小瞧了三重神闻下, 恐龙人那无与伦比的力量。 哄, 斯卡蒂的身躯的神力屏障被打破, 那长枪携带的巨大力道与热浪竟然直接冲刺在了他的身上。 只不过, 那一刻在这长枪看似就要穿刺他的身躯之时, 突然, 斯卡蒂的身躯暴散了开来。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看待了风之子, 也让落地的哥多神情微皱。 如此诡异的存在, 如此能力, 还是秩序五族第一次见到。 暴散的斯卡蒂化为了一道寒冰的旋风。 这道旋风飞舞向了更高的天上, 而且就在下一刻, 在那高天之上, 从未下过雪的黑石城竟然飘荡起了雪花。 气温在骤降, 同时, 猛然间, 一个巨大的身影伴随雪花的飞舞, 竟然突然再次显露。 那是一个全身穿戴着精美铠甲的女巨人。 身高约四百米, 金发变成了银发, 在随着风飘荡。 她的脸上露出了森寒的表情, 并且手持一把冰雪的巨剑就那么静静地俯瞰着整个黑石城。 秩序诸神在上, 她一定是一个异族的伟神。 快, 启动黑石城的阵营。 下一刻, 其他四族的祭祀长已经不再淡定, 而是纷纷惊恐地动作起来。 鲨鱼人祭祀长立刻展开了三重神闻的力量, 随后其示意下数名风之子的神闻战士以风的力量拖着他升向天上。 蛇人、 文人以及黑水新任的祭祀长也纷纷跟随而动。 与此同时, 在巨大的黑石城的四周, 一直负责守卫城墙的祭祀在听到大吼之时也立刻动作了起来。 他们娴熟地跑到城头的各个刻画过阵营的地方, 捣碎由贴身战士带着的超凡特性, 将其混合着未知兽类的鲜血导入阵营。 随后, 仅仅是不到一分钟, 从黑石城周围便有近二十道光芒亮起。 这些光芒冲天起并呈抛物线聚集向城市中心的光柱。 下一刻, 在黑石城的上空顿时便形成了一个闪耀着无数混合色彩的透明光盾。 神闻的发展至今虽然还有很多在摸索, 但已经形成了很强的战斗力量。 而这股力量也正是秩序五族繁荣至今的根本。 此时, 天空上只剩下了风之子, 以及被风之子托起身上天空的七名三重神闻战士。 哥多此时的脸色非常难看。 只因他怎么也没想到, 潜入他们黑石城的竟然是一个异族的尾神。 这实在有些出乎意料, 也让他心生懊恼。 这一下, 算是把对方得罪死了, 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 但是, 从秩序五族的信仰与利益出发, 一个异族的伟神突然出现在秩序五族的领地, 出现在秩序众神的神域, 那本就是一种对他们神明的冒犯。 所以, 哥多也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只是, 以凡人的力量真的能够灭杀这未知的异族伟神吗? 哥多有些迟疑, 而另外六名三重神闻的祭祀也都在迟疑, 并且所有人的神情也无与伦比的沉重。 异族的神明啊! 我等秩序五族, 乃是为秩序众神牧守神域的子民。 现在你已经侵犯了秩序众神的神域, 我族现在正式警告你, 请速速退去。 否则, 就不要怪我等冒犯。 鲨鱼人的老祭司长第一个出生, 而且一开口便以秩序众神的名义警告对方。 作为现今这个世界最强大的联盟, 秩序子民永远不会对异族的伟神以及邪神低头。 他们有着自己的骄傲, 也有这个本钱, 至少他们自己是这般认为的。 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没有人能够让秩序众神的子民低头。 作为原旨教派的老人, 作为见识过自家神明伟岸的鲨鱼人祭司长, 他无惧生死, 更无惧所谓的异族伟神。 听到威胁, 斯卡蒂依然面无表情, 他盯着下方的众多生灵。 其实, 此时内心也在惊讶刚刚割斗的战斗能力。 那恐怖的距离一击, 已经堪比他所在世界少有拥有强大能力的伴神了。 所谓伴神, 正是神族们与凡人甚至是其他生物结合而诞生的生命。 这些生命有的强有的弱, 但多多少少也全部脱离了凡物的范畴。 而秩序武族的三重神文战士, 在斯卡蒂的眼里便也算是很强的那种伴神了。 如果是正面冲突, 斯卡蒂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成功灭杀他们。 而且现在他要面对的还是七个伴神。 在这种野蛮厮杀中成长的文明, 斯卡蒂可不敢小觑这些类人生命的半神战斗力。 而且, 如果自己在这里弄出太大动静, 他也真的担忧会引出对方的神明。 他只是来探查信息地, 来摸清这里的实际情况, 而不是来和对方战斗的。 在这里, 他势单力薄, 而且神力用一点少一点, 根本得不到补充。 要是最后被这些半神的类人生物反杀, 那就真的有些得不偿失。 黑石城的上空, 此时已经布满了厚重的云层, 也刮起了大风。 鹅毛一般的大雪, 仅仅是数分钟, 便将地面染成了一片雪白。 在寒风的吹拂中, 哥多以及其他几位, 甚至是大量的风之子, 全部都在高度的警惕望着对面。 聪明的他们, 没有冒险地率先出手, 只是静静地等待对面的一组伟神回应。 紧张的气氛在蔓延, 那不安正在黑石城中生疼。 不过, 就在片刻的寂静中, 斯卡蒂终于开口。 我并无什么恶意, 也无冒犯你等神明的意思。 来到这里, 仅仅是好奇你们的文明。 所以, 你等既然已经冒犯于我, 作为神明, 我总得做些回应。 来吧, 只要你们接下我的一击, 我便宽恕你们。 斯卡蒂终归是神族, 是神明。 他的骄傲, 让无法就这样被人冒犯了, 还直接离去。 就算可能惊动对方, 不知在什么地方的神明, 他依然要做些什么。 所以, 他用着没有恶意的借口说着话, 并同时打定主意, 一定要惩罚秩序五族的凡人。 话已说完, 那么斯卡蒂便直接便动手了。 他冷漠着面孔, 举起了手中的冰霜巨剑。 那一刻, 天上的厚重云层开始形成风暴, 极致的寒冷正式降临。 快! 所有疯之子回到黑石城的阵营内。 我们也一起下去, 让所有熔岩之子上城墙, 去驱散这些风暴与寒冰。 近海之子们也动起来, 利用他们的能力尽可能地去阻挡那尾神的寒冰。 鲨鱼人的祭祀长也很是有见地, 第一时间便开口对着周围的所有人说道。 众人根本不敢耽搁, 自然按照鲨鱼人的意思快速回到黑石城内部。 下达命令很快, 作为超凡种族的恐龙人与鲨鱼人的战士们反应也很快。 他们纷纷登上了巨大的城墙, 并且开始激发各自身躯的能力。 而此时, 在黑石城的上空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风暴眼。 风暴眼贯穿下, 围绕在斯卡蒂的身躯周围, 气温在这一刻瞬间降制到了冰点。 然后, 伴随斯卡蒂神力的不断涌现, 在他身躯徘徊的超大冰雪龙卷, 顿时便朝着地下的黑石城席卷而去。 这是大范围的杀伤性魔法, 杀伤力对于凡人绝对是无法估量的。 不过这种范围魔法, 对于三重神闻的几个秩序, 祭祀而言肯定是无法致命的。 但对于一重神闻战士, 甚至是普通战士与平民, 那威力绝对是能够要了他们的命。 黑石城下方, 阵营激起得了波纹, 而在阵营下方的城墙上, 近十万恐龙人挤在一起, 并且全身冒出熊熊火焰。 高温正在抵消那极致的冰寒, 与此同时, 数万鲨鱼人也正在尽量操控着恐龙融化的温水, 去击打巨型龙卷内部的封闭。 至于封之子, 他们此时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他们正在无数祭祀的指挥下, 控制着封的力量, 形成一个又一个反向的旋风, 去抵消冰雪龙卷旋转带来的压迫性力量。 总之, 在这这一刻, 就算不是战士的城内居民, 也纷纷开始有力出力。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总有无数秩序的子民并冰霜的龙卷卷入。 他们化为冰雕, 最终在庞大的龙卷中与碰撞下化为冰渣。 斯卡蒂并未做得太狠, 整个龙卷也并未挤压黑石城。 龙卷只是将黑石城整个笼罩在内, 并且以不断的旋转带来极低的气温去惩罚他们的所谓冒犯。 但就算如此, 在十数万恐龙人火焰的力量下, 黑石城的中心依然开始不断冰结。 这就是神兵的力量。 戈多第一次被这样的伟力所震撼, 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族人不断被龙卷卷入, 甚至冻结。 他很愤怒, 但此刻他又什么都做不了。 他想冲向天空, 去对抗那个异族的邪神, 但他不能。 因为此刻没人可以带他冲破这空中的龙卷, 就算疯之子的祭祀长能够做到, 他现在也不能离开。 因为族人们需要他的力量, 需要勾连他身上蔓延的温度来护卫这很大一段的城墙。 一旦他离开, 那么很快这里的族人也都会化为冰雕。 戈多从未感觉到过如此的无力, 同时内心也深深地自责起来。 如果自己就当没有发现这个异族的神, 或许黑石城就不会有这一场灾难吧。 愧疚, 连带着失去唯一亲人的痛苦, 让此刻的戈多深深地感觉到了无力与悲哀。 他是很强, 但他的强也是有极限的。 族人可以将他当成精神支柱, 他又能让谁成为自己内心的精神支柱呢? 是啊, 戈多的精神支柱现在只剩下那让他无比信仰的伟大父神了。 伟大的父神啊! 您可看见您的子民正在被异族邪神吞噬。 如果您看见了, 还请就医救您的子民啊。 这一刻, 戈多在心中强烈地祈祷起来。 同时, 这一刻与他一般在内心彷徨地祈祷的子民还有很多很多。 黑石城正在陷入危机, 但危机远远不止黑石城。 因为此时此刻, 在那近海之中, 深海之子与他们的神明再次入侵了。 深海的蛙鱼人已经有三千年不曾从渊海内出现。 但此时此刻, 他们终于再次见到了光明, 也杀到了近海。 这时的深海之子其实是从未见过的强盛。 只因为这一次, 他们跟随的神明并不止深海之主。 是的, 就在近海的海平面上, 此时竟然冒出了四个庞然大物。 深海之主最大, 也最显眼。 大章鱼的体型无与伦比。 只是此时经过三千年的修养, 他依然还有两根触手未长好。 在大章鱼的身边, 另外还有两个形似章鱼的存在。 他们一雌一雄。 雌性最小, 为大章鱼一直沉睡在海底最深处的伴侣。 而稍大的雄性, 则是大章鱼之诞生之日起, 就一直认识的铜族。 这个铜族虽然也长着章鱼类似的外貌, 但皮肤却一片黄亮亮的。 三只巨型章鱼一起出没, 那带来的气势自然无与伦比。 而且, 三只章鱼还不是全部。 在他们准备入侵近海, 准备为大章鱼抱前一些日子的仇时, 他们恰好将另外一个海域的巨兽给收服了。 那时淤泥之神是一只长得跟水蜥蜴很像的巨兽。 只是体型相似, 但面孔却有上千面的犹如半月一般的古怪血肉印记。 淤泥之神成为了三个大章鱼的先锋, 正在肆虐着近海之子的领域。 他掀起滔天巨浪正朝着陆地上那黑石的圣城滚滚而来。 深海大章鱼是被未知的香气唤醒的。 自从上次被康桥弄得重伤后, 极度惊恐的他直接就躲到了海底地下的最深处。 直到一千年前他才从重伤中恢复过来。 这恢复指的当然是修复了伤口, 断掉的三根触手也都还在慢慢恢复中。 清醒过来的大章鱼非常害怕, 但又十分愤怒, 被巨兽围殴, 而且还失去了可以获得吃食的领地。 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 虽然他的智商并不高, 但他还是知道找帮手的。 毕竟他本来就有同族的帮手, 一个是一直喜欢躲在深海海底睡觉的伴侣, 而另外一个是一直在远海边缘 对着一面无形墙壁的变异黄色家伙。 他们一开始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出生, 有竞争也有合作, 只是最后暂时分道扬镳了而已。 大章鱼最为贪吃, 一直在深海接受着蛙鱼人的供奉, 而他的伴侣贪睡几乎都不愿意活动。 至于他的兄弟, 那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家伙, 一直喜欢研究各种新鲜事物, 因为在远海边缘找到了一处无形的壁垒, 他那兄弟便一直在那个地方沉睡。 醒了也就不断地对着壁垒敲啊敲的, 直到再次沉睡再次苏醒, 周而复始。 所以, 吃了大亏的大章鱼, 在那次清醒后便开始去找自己的伴侣与兄弟。 然后在他那个奇怪且聪明的兄弟的指示下, 他们一直都在等待着复仇的时机, 利用灵性的蛙鱼人侦察五族的情况, 然后这才发现了五族的内战。 这时, 他们的机会终于来了。 另外, 就在五族战斗, 他们准备复仇的时候, 他们也闻到了来自于世界最北方的香味。 所以, 他们恰好地又捉到了正在赶向北方的淤泥之主, 这才彻底让其成为现在他们阵营的前锋打手。 这一次既是大章鱼的复仇之战, 也是他们被香味诱惑而前往北方的顺路行为。 三只大章鱼全部能操控海水, 那强大的能力几乎时时刻刻都携带着超过数百米高的海浪。 三个巨兽在前, 数百米高的海浪在后。 而且, 海浪中还有无数密密麻麻的蛙鱼人正在癫狂兴奋地游来游去。 这一次, 三个巨大的章鱼意图携带海洋的巨浪吞噬整片大地, 势必要复仇, 要毁灭陆地上的万物, 要将整个大地也全部纳入自己海洋的领域。 想要让大海吞噬陆地? 要是康乔知道了, 恐怕都要笑诈。 梅文化真可怕。 不毁灭大陆架的情况下, 就算海浪暂时冲刷大地, 也还是会消退的。 而且, 三个巨兽虽然大, 但想要毁灭整个大陆架, 恐怕得一直忙活数千上万吧。 累都累死了, 还毁灭? 只是此时的康乔并不知道这些。 此时, 他还在与巨鹅赶路, 并且已经进入了五族的领地范围。 容颜, 有情况哦。 赶路的过程中, 突然间, 嗯? 怎么了? 康乔心中有了不好的猜测。 巨鹅坦言, 风告诉我, 在我们子民所处的地方, 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风暴。 听到巨鹅这样的话, 康乔愣了愣, 随后神情便变得凝重起来。 果然啊, 想什么来什么? 对面偷渡的家伙, 竟然先动手了, 而且还是对地面上的小家伙出手。 康乔此刻几乎认定了, 对面世界就是一场有预谋的袭击。 他们在针对自己, 在针对自己所在的这半个世界。 巨蛇被埋伏, 自己辐射且认可的那些小家伙, 也正在受难。 有那么一刻, 康乔很少地露出了一丝阴霾与怒气。 他可以不在意恐龙人的生死, 但恐龙人好歹也是自己养的。 他们内斗, 他们自杀什么的, 康乔都可以不管。 但是如果是外人想要来毁灭他们, 还是以大蹊跷, 那就不行。 而且, 前有巨蛇被埋伏, 后有自己的沙盘宠物被袭击, 这针对性太强了。 对方体现的敌意, 甚至都贴到康乔的脸上输出了。 这能忍? 康乔的整个意志都在生腾着怒火。 这怒火几乎蔓延到了外太空的身躯。 银塔哭呀, 能不能再快一些? 康乔的声音前所未有的平静。 那是压抑的怒火。 那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巨蛾与康乔接触的意志, 此刻甚至都感受到了康乔那散发处的危险气息。 好的, 我把速度提升到最大。 巨蛾以为康乔很在意那些渺小的子民的生死, 所以发怒了。 因此, 他只是立刻回应了一声, 然后便将身躯周围的风元素聚集得更多了, 并产生阴暴快速划过天际。 巨蛾产生的阴暴冲破了天上的一切云雾, 同时也让地面掀起巨大的狂风。 此刻, 巨蛾距离地面可有近万米之高, 这都能让余波的气流在地面刮起狂风, 可想而知他已经用了多强的力量。 而此时, 在外太空中, 康乔的身躯已然冒出了熊熊的烈焰。 那是极度愤怒的情绪让沉眠的躯体开始不断有了快要苏醒的迹象。 另外, 在外太空中, 凯亚也正在赶向自己父神的位置。 凯亚在武族内战落幕后的离开, 其实就是康乔的授意。 他让凯亚借助着感应到的神国位置去找到他的身躯, 并尝试去唤醒他。 此前康乔并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想着, 如果那香气正是来自对面的世界, 那东西一定很好。 自己的本体怎么能错过? 所以, 他让凯亚去外太空找他, 并试图唤醒他, 只是一个正常的指示罢了。 根本没有想太多。 不过, 现在这个指示却真的为康乔迎来了太多的时间, 也为地面武族争取到了不被这次前所未有的危机而灭族的宝贵时间。 在凯亚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黑暗。 同时, 这也是凯亚第二次来到太空。 从太空俯瞰星球, 真的万物都在这一刻变得渺小。 知道世界的广大, 才更加懂得敬畏。 神明与身下的世界相比虽然也很渺小, 但凯亚知道, 自己的父神以及秩序众神都在越变越强, 而且, 或许有一天终将成为堪比世界的庞然大物。 凯亚很期待, 也很渴望看见那一天。 满怀着对未来自家父神的期待, 也满怀着对族人们对自己拥有着神明庇佑的庆幸, 他继续在星球外的轨道飞驰着。 最终, 他看见了, 就在星球外侧那突然亮起的一道光。 是的, 那就是沉睡中的父神。 凯亚快速地飞行过去, 最终他看见了自家父神如今的面貌。 父神比三千年前更加庞大了, 也更加伟岸。 靠近父神, 凯亚甚至都能感觉到一种窒息的威压感。 那是高位生命体对低位生命体的一种规则性压迫, 是渺小之物本能对无法超越之物的畏惧。 这种畏惧不以意志左右, 只是靠近你就会本能地害怕。 还好, 作为康乔的卷足, 作为康乔神国的天使与造物, 凯亚能够稍微压下这种来自心灵上的压迫。 在凯亚的注视中, 康乔的身躯正在不断时不时地冒出火焰。 就连四肢与尾巴都在时不时地动作。 凯亚看出来了, 自己的父神正在试图让自己醒来, 只是这个过程没有外来物的干涉, 很难做到。 凯亚明白了, 同时也立刻飞上前。 身躯之上, 凯亚的三道火焰光环脱离主体, 并且飞舞向康乔身躯的四周。 而凯亚自己的大眼睛则来到康乔的头部下方。 所有的火焰眼睛开始蔓延出丝线, 这些丝线连接向康乔, 然后所有的火焰之眼便开始祈祷起来。 伟大如药星般的父神啊! 您的子民需要您庇佑, 您的仆人需要您启示, 地上万物更需要您的照耀。 您是大地与熔岩的神明, 您是那药星, 是那极致的光与热, 万物都无法阻挡您的伟岸。 无数祈祷来自一个又一个虔诚的灵魂, 他们以灵魂的丝线接触康乔并不断鼓躁。 终于, 康乔的身躯越来越热, 也越来越亮。 下一刻, 一直围绕星球轨道旋转沉睡的庞然大雾终于醒了。 他睁开了自己那闪耀着火焰的巨大双眼, 也不怒自威地从鼻尖喷出烟雨。 他看向了凯亚, 也看向了身侧众多的身影。 走吧。 是时候给那些充满恶意之物, 施以痛苦的哀嚎了。 康乔难得地说了一句神棍的话, 随后便用嘴喷出了火焰, 他再调整自己的身躯。 然后当身躯的下半身对准星球下方后, 康乔嘴里的火焰便立刻爆发。 依靠着反作用力, 康乔开始犹如一颗小行星一般, 迅速地向着星球内部下坠。 当然, 康乔肯定不会直接这么落下去, 因为要是这一杂, 康乔刚好落在了五族子民的圣城附近, 那余波造成的毁灭足以让五族死伤惨重了。 所以, 在康乔身躯清醒的那一刻, 他早就通知了巨鹅。 以主体与分身互相的感应, 然后确定位置, 他选择落在了巨鹅飞行的线路上。 有巨鹅接应, 并稍微降低一下冲击力, 倒也不至于弄出太大的天灾动静。 划分两头, 黑石城所在, 此刻的斯卡蒂已经准备停手了。 是的, 他并没有打算杀死黑石城太多的异域凡人。 所以, 看见秩序五族在已经死去了大概十分之一二的族群后, 他便准备停手。 这个过程, 他根本就没有看见对方的神明出现, 这既让他松了一口气, 也让他有了新的想法。 自己如此一番警告的手段, 未必是坏事。 因为这既让这个世界的生灵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知晓神族的厉害与威严, 又起到了警告这一族秩序诸神的作用。 也好教他们知晓自己这些初始巨人尹米尔的后代, 也即使神族可不是他们这些异族诸神能够轻易招惹的。 既然对方神明没有出现, 那么在结束对这些愚昧凡人的惩罚后, 斯卡蒂也打算表明自己的身份, 以此也好起到清晰警告对方神明的作用。 不然, 对方都不知道你是谁, 你警告谁呢? 这样虽然可能结仇, 但这个仇从斯卡蒂动手开始就已经结下了。 既然都如此了, 那么斯卡蒂自然也就不打算隐瞒什么。 作为神族, 他有自己的骄傲, 也更不会怕谁。 就连阿萨神族的领袖奥丁, 亦或者华纳神族的主使者尼奥尔德, 他可都一直没有给什么面子, 更别说什么异域诸神了。 阿萨神族与华纳神族现在正在为了争夺凡人的信仰而大打出手, 同时也在为了争夺那神王的唯一宝座而不断争斗。 两族大战, 作为华纳神族的一员, 斯卡蒂与他的父亲巨人夏基没有参与, 就可见他们的傲慢。 巨人夏基自有自己傲慢的理由, 毕竟他可是第一代巨人。 除了十祖银米尔, 这个世上也仅剩下十多位第一代巨人了。 第一代巨人与巨人的子嗣本就有不卖任何神族面子的资格, 不过有资格不等于有能力, 其他两族没有对他们动武, 完全是因为没必要。 毕竟谁也不想多一个敌人, 忠立的就让他忠立吧, 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 这一次, 斯卡蒂这变相的为两个神族招来潜在麻烦,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特别是先有诸神黄昏的预言在前。 但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 那也无可奈何。 神族本为一体, 面对外人你能低头抛弃自己人吗? 以他们的傲慢, 斯卡蒂觉得自己就算做错了, 他们也未必会把自己怎么样。 毕竟, 这涉及到了的诸神在凡人面前的脸面与威严问题。 另外, 如果这里真的就是诸神黄昏的霍乱根源, 那么为何不能是诸神先动手呢? 与其任由这个世界的诸神找到他们, 他们难道不可以先对对方动手吗? 与其自己在自己的世界内斗, 还不如来与这抑郁的神明争强斗勇。 赢了自然好, 毕竟这里可是又一个广大的世界, 更适合诸神拓展信仰。 输了, 输了不过就是暂时退回去的事情, 毕竟在斯卡蒂看来, 世界术的壁垒肯定不会那么容易被破的。 他们可以输很多次, 但对方只要输一次, 他们就再也没机会了。 有世界术这样的坚强厚盾, 神族用得着那么小心翼翼吗? 特别是奥丁还一直隐瞒世界外的情况。 斯卡蒂此刻想到这些, 反而有些怀疑奥丁的智慧了。 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世界有什么不同吗? 凡人依旧是那些凡人, 至于这里的异域诸神又能强到哪里去? 斯卡蒂心中已经有了轻视之心。 不过, 也就在这时, 斯卡蒂突然好似感应到了什么一般, 猛然从高空看向南边的远处。 有那么一刻, 斯卡蒂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看见了什么? 那是高达数百米的海浪。 海浪携带着滚滚的大势, 正在席卷向这片大陆的中心。 这个世界的海神出现了吗? 但这用海水淹没大地的出场方式, 未免也太疯狂了吧? 难道他们就不在乎地面凡人的生死吗? 不对, 这个世界的凡人可不是那些弱不禁风的人类。 身体也比诸神世界的大多凡人种族强太多了, 他们应该不至于轻易地就会被水淹死才对。 有那么一刻, 斯卡蒂已经猜测出了很多情况, 同时心中也产生极强的警惕。 他挥了挥手, 并且提前撤去了对黑石城的神法。 他需要保存神力, 现在他的神力已经消耗了近三成。 如果对方的神明出现, 他当然不会放过与其交手并试探的机会。 当然, 这得看对方出现了多少位神奇。 至少他还没想过自己一个人挑一群。 而且还是在这个无法补充神力的非主场世界。 不过, 就在斯卡蒂注视下, 接下来他所看见的一幕彻底颠覆了他的想象。 这个世界的神竟然真的都是巨兽, 亦或者说怪物。 隐隐间, 他已经看见了在那具大海浪的前方出现的四个模糊身影。 那是三只长相特别巨大且古怪的章鱼, 另外还有一个长得更丑淡却有类人外观的怪物。 那些大章鱼的触手每一根都比斯卡蒂巨人的神体还要长。 而且, 主体的头部与身体更像是一座座移动的山峰。 斯卡蒂此刻哪里还有什么交战的心思。 不过, 他并未直接逃跑。 他只是脑海不断思索, 并且打算以凡人冒犯自己为由与对方交涉。 套取一些信息, 然后再以不堕神明之称的从容姿态离去。 只是想法是好的, 但结果嘛, 绝对不会如意。 这个世界的巨兽能那么好交流, 康乔早就躺平了。 哪里还至于费心费力地组建什么小团体。 再者, 斯卡蒂严重搞错了对象。 因为那海涛席卷而来的前方, 那些所谓的神明根本就不是秩序武族的神明。 只是, 结果都是一样。 因为就在斯卡蒂看向那南边的四兽时, 在北边的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光亮。 那是犹如陨石天降一般的巨大事物。 它正在坠落, 并且声势极为夸张。 不过, 就在那恐怖之物从天上快要坠入地面的时候, 突然之间, 斯卡蒂里又出现了一声古怪的巨大鸣叫。 一只飞行的巨兽冲破云霄, 直直地朝着陨石而去。 并且, 在这飞行巨兽的身旁, 还带去了一股声势极为浩大的旋风。 旋风承接住了那下坠的巨大物体, 但那巨物依然还在下坠。 不过最终那下坠的末日之兆, 声势总算被控制。 天地间也仅仅是响起了一声巨大的爆炸, 然后就是一阵尘埃的冲击波席卷整个区域数十公里的范围。 大地在燃烧, 空气中的尘埃都化为了点点飘散的火星。 在康桥落地的那一刻, 方圆至少有五公里都变成了一个焦黑的巨坑。 当然, 这个巨坑自然不完全是康桥砸出来的, 原因在于巨额弄出的旋风。 在拖住康桥身躯的时候, 沾染了火星与高温。 所以, 在落地的那一刻, 那旋风就好似一个超大的风火轮一般, 直接把地面很大一片地方都给悬没了。 另外, 在这方圆五公里的巨坑外围, 还有超过近三十公里的地域被化为焦土。 树木、花草, 一切可以燃烧的全部都燃烧了起来。 熊熊烈焰生腾, 让整个大队都冒出滚滚浓烟。 不过落地后的康桥还是有意克制了, 将火焰收束在体内, 然后踏步而过, 周围的热量与火焰也在这一刻, 好似全部被康桥这个怪兽的黑洞不断吸纳一般。 当然, 这种吸纳并没有产生什么太强的效果与吸力, 它只针对热量与火焰。 是一种润物系无声的吸收, 而不是肉眼可见的那种狂暴四吸收。 如今, 康桥哥斯拉的躯体相较三千年前又有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 这一次康桥成长的个头, 比起上一次六千年的沉睡长的个头, 已经不妨多让, 体高近乎再次增加四百米左右。 身躯高了, 体重与体型自然也更加夸张。 可以说, 这一次康桥在外太空的成长, 仅仅是三千年就远超在熔岩中沉睡的那六千年。 近乎一千二百米的高度, 仅仅是立在那里, 就已经是大多数生物无法仰望的存在了。 更别提它那可不得身体质量。 不过这一次, 康桥落在地面后, 却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个特异的点。 那就是, 自己好似可以轻微地控制自己的体重。 不, 那不是控制体重, 而是产生了一种与星球引力相斥的反作用力。 难不成是反重力。 康桥面色有些古怪, 但他也在踏步中尝试。 那可控制的反作用力的确存在, 只是这种反重力的力量并不明显。 至少康桥无法利用这种能力, 让自己悬浮起来。 最大化的程度大概也就是, 将自己踩在地面的影响, 降低大概三分之一的程度。 一路踏步, 康桥也在一路适应着刚刚苏醒的身躯。 另外, 他还分化意识看向了神国。 神国变大了, 从当初直径不到一公里的范围竟然成长至约直径三公里左右。 这对于康桥来说, 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收获吧。 只是康桥在疑惑, 自己这三千年不都沉睡在外太空吗? 这神国中多出来的熔岩地域的面积, 那些物质是怎么来的? 难不成还能凭空变出来? 这严重违反物质守恒的定律了呀。 不过, 这种事, 康桥也就是随便想想罢了, 毕竟都存在于超凡的世界了, 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都是有可能的。 总之, 观察完自身的变化, 康桥几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 那就是在外太空沉眠, 远比躲在地心的熔岩中, 沉眠要成长得更快。 是因为宇宙辐射, 诱惑着宇宙中那时不时响起的莫名鼓噪声。 沉睡期间, 康桥在半梦半醒的时候, 可不止一次听到那嘈杂的来自宇宙深处的声音。 总之, 很闹心, 但又对康桥并无什么实质的影响。 甚至在最后, 他竟然听着听着, 还睡得越发的安稳。 这个世界给康桥的感觉已经越来越神秘了, 但同时也让康桥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探索的欲望。 他绝对不会死守在这个星球上的。 等到自己的能力足够, 甚至牧利可以横扫当前大半个恒星系时, 康桥会考虑对星空的探索。 至于何时能成长到那个地步, 康桥并不在意。 毕竟, 现在的时间对于康桥来说并无多大的意义。 不过就是醒了睡, 睡了醒吗? 去到哪里不一样? 唯一要考虑的也不过是自身的安危而已。 所以, 想要远航星海, 康桥必须得等自己拥有充足的安全感之时才会选择。 另外, 现在也不是瞎想这些时候。 踏步中, 康桥一边适应着力量, 也一边眺望着远处的景象。 康桥坠落的地方距离黑石城的直径大概超过了50公里。 不过这点距离对于康桥那超凡视野而言, 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以一座千米高峰一般的俯视视觉, 黑石城那边的一切它几乎能够一眼就望到头。 康桥看见了悬浮在天上的那个银发的巨人, 特别是对方还是一个人类外形。 看着那个女人的瞬间, 康桥一时都有些愣住了。 人类? 这个世界还有超凡的人类? 不,不是这个世界, 这个女人大半是来自对面那个世界的。 看着她有那么一刻, 康桥突然就心生清净之感。 毕竟康桥的前身就是人类啊。 不过, 就在康桥有些感性的自顾自将对方当成同类的时候, 她也注意到了黑石城下方的场景。 整个黑石城此刻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座冰雕的城。 城墙上还可以看见许多栩栩如生的五族子民被冻结在那里。 虽然还有很多人活着, 但状态都很虚弱。 少部分还能活动的五族子民已经开始不断地试图唤醒或救回那些被冰冻的族人。 另外, 就在很多人救助冻结的秩序五族时, 天空上还有很多风之子携带着大量的神文战士朝着天上的女巨人杀了过去。 看着这场面有那么一刻, 康桥瞬间明白了事情的大概。 也就是这一刻, 康桥原本对女巨人升起的莫名好感即刻化为乌有。 可笑啊, 自己现在还是人类吗? 自顾自的自我感动, 或许在对方看来自己就是一个怪物吧? 不是或许, 而是一定。 另外, 就在康桥的注视中, 康桥也看见了。 那个那女巨人对着冲天起, 杀向她的五族子民挥舞了冰霜的巨剑。 冰雪的巨剑挥舞而过, 没有剑芒, 倒是吹拂起很强一股寒气。 寒气席卷而过, 下一刻风之子以及被风之子能力携带着冲上去复仇的五族战士, 纷纷化为冰雕不停地往地面掉落。 看着这一幕, 康桥的瞳孔慢慢变小, 变小。 然后, 在康桥的背棋便开始慢慢泛光。 光亮从尾部一直蔓延, 蔓延半身, 蔓延至颈部。 下一刻。 吼! 一道极致的白色光柱突然从张开巨口的康桥嘴里喷吐了出。 白色的光波犹如真正的光一般, 从康桥的嘴里出现的那个瞬息便已经飞越了几十公里的距离, 并且直接朝着悬浮在天上的那个女巨人冲击了过去。 整个过程很短很短, 在女巨人突然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她只是堪堪地将巨剑横在身前, 然后那光柱便直接击打在了她的巨剑上。 然而, 这在斯卡蒂眼里坚不可摧的冰霜巨剑此刻在接触到哥斯拉那白色光波的瞬息竟然便被融化一个大洞。 冰霜巨剑被射穿了, 而斯卡蒂的胸口也被那白色的光线刺穿, 金黄的血液顺着身躯的伤口流淌。 有那么一刻, 时间彭佛定格。 斯卡蒂不可置信的眼神与数十公里外康桥那森冷的目光对视在一起。 定格的时间再次流动, 斯卡蒂的身躯顿时化为了一道银色的光开始向着中北之地逃去。 然而, 就在斯卡蒂重伤逃顿的瞬息, 高天上厚重的尘埃之云中, 一张巨口突然出现。 巨口出现的是那么突兀, 也是那么令人意想不到。 那一刻就好似落入金鱼嘴里的小鱼儿一般。 斯卡蒂被一股旋风拉扯着根本无法挣脱, 直直地朝着那未知的巨大嘴巴内里而去。 不过, 就在这时, 斯卡蒂强忍重伤的痛处再次显化出女巨人的神体。 稍显巨大的神体与巨鹅的头碰撞在了一起。 巨鹅被突然撞一下, 显得有些猛, 刚想再次对女巨人出手。 结果那个女巨人竟然根本不给她机会, 再次化为一道银色的流光急速地朝着中北之地飞射而去。 巨鹅看着这一幕, 哪里会让她这么逃了? 不过, 就在巨鹅想要追的时候, 地面上康乔突然吼叫了一声。 听到康乔的声音, 巨鹅有些疑惑地低头看向康乔所在的方向。 容颜就这么放过她吗? 不是放过, 而是你现在不能离开这里, 我需要你去将那座城市内的子民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真正的战斗要来了。 康乔回应着同时指了指远处的天际线, 巨鹅疑惑, 巨眼中银芒闪动随即穿透云雾的阻碍看了过去。 他看见了, 有四个大家伙正携带着翻滚的巨浪朝着黑石城方向而来。 其中还有一个巨鹅非常熟悉的身影, 那个断了几根触手的大章鱼。 想起三千年前的战斗, 巨鹅瞬息就明白了, 他的情绪依旧不变。 因为大章鱼虽然这次叫了三个帮手, 但又不能飞, 对自己根本没什么威胁, 反而是他完全可以配合康乔与对方打上一场。 三千年前容颜能够轻易地打败大章鱼, 现在更加强了肯定也行。 这便是巨鹅的简单想法。 只是, 巨鹅有些不明白, 容颜为什么那么在意地面的小家伙? 这些渺小的家伙虽然容易死, 但这些小家伙繁衍可快了。 死了一批再保护着羊起来一批不就好了吗? 有必要救下他们吗? 这座黑石城仅是整个武族子民中的一小半把了。 在整个大陆, 现在武族可还有好多座城市呢。 分散着的他们怎么也不至于被灭族。 然而, 巨鹅哪里知道黑石城对于武族的意义。 这里可是武族联系的重要纽带, 存在最精锐的族人, 也是武族权力的中心。 要是这里的武族被灭了, 以后这片大陆的情况, 武族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怕不是直接再次爆发更大的争斗, 可不要小看了权力的诱惑啊。 正是因为深知这一点, 康乔才会让巨鹅留下, 并快速转移武族子民。 一会儿真要战斗起来, 康乔哪里顾得上这些小家伙? 康乔可是会使用权力。 毕竟对方可有四个大家伙, 他可不敢拖打。 武族被对方面灭了, 那还没什么。 死民要是被自己给一波带走了呢? 那就有点不太好了。 毕竟康乔虽然可以不在意武族, 但他还要照顾凯亚的感受。 凯亚可是康乔目前唯一可以使唤的手下, 而且还那么忠心。 投之以礼, 报之以逃。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再说了, 这次武族内战后, 又被那个神秘的女巨人一弄, 实在太可怜了。 康乔怎么都不可能视而不见的。 他不是巨鹅这些原生世界的巨兽, 他有着人类的感性, 还做不到完全的对地面的渺小之物视而不见。 巨鹅虽然不理解康乔为什么那么在意地面的武族, 但还是照做了。 不过, 康乔当然不会那么简单地放过那个神秘的女巨人。 再次打开神国的门户, 凯亚出现了。 去追那个女巨人, 她已经重伤, 不可能一直快速逃逸。 她身上那股淡淡的味道, 凯亚你应该能闻到吧? 为了确认凯亚是否闻到了巨兽们都能闻到的气味, 康乔才有此疑问。 毕竟, 如果无法闻到味道, 那根本无法有效追踪。 能的, 妇神, 距离还不远, 虽然那气味有点淡了, 但的确能闻到。 凯亚直言不会。 好, 去吧, 另外, 能打赢就打, 打不赢就跟着, 如果他想逃回去, 必然要碰到大滚与小虫, 去吧, 死活不论, 不要放跑了他。 好的, 妇神, 凯亚在神国中时早已接到了康乔意志传递的关于女巨人的事。 知晓前因后果, 凯亚对女巨人的做法自然充满了愤怒。 不需要太多废话, 环绕着三道火焰光辉的巨岩凯亚立刻就冲天起, 并且很快消失在云层中。 黑石城中, 此刻的五族虽然死伤惨重, 但一个个却突然激动亢奋莫名。 因为他们那三千年都未出现的神终于再次出现了。 虽然出现的仅仅是封的神明与容颜的神明, 但已经够了。 看到了吗? 伟大的容颜之神是那般的伟岸, 那般的强大。 仅仅是一击就将那个在黑石城乱来的异族邪神重创。 而且, 在封的神明再次拦截中, 那个异族的邪神是如此的狼狈。 父神! 伟大的容颜与大帝之神啊! 您虔诚的子民终于还是在快要失去之时, 再次目睹您那神圣而又伟岸的身姿了呀。 据事声上, 一名年迈的恐龙人战士整个身躯都被冰封在了寒冰内, 此刻他已经处于弥留之际。 但在康乔出现的那一刻, 他正好似回光返照一般, 眼神炙热地望着天边那庞大之物。 父神比三千年更加伟岸了。 啊, 多么伟大, 多么神圣。 我的父神啊, 年迈的恐龙人战士看着那身躯整个都在搅动云雾的巨兽, 眼神中全部田径的满族, 最终他就这么看着天边的伟岸彻底失去生命的气息。 这样的人还有太多太多了。 而且, 地位最高的恐龙人战士团的几个老者, 还正在生得激动大喊。 荣言的子民啊, 看啊, 那就是我们伟岸的父神。 我们的信仰没有错。 信仰必须虔诚如一, 不含任何杂志。 也只有这样, 在荣言子民遇到危机时, 我们的父神才会回应我们, 祈求前来帮助我们消灭一切邪恶。 万年前是如此, 三千年前也是如此, 现在更是如此。 啊, 荣言的子民啊, 虔诚地膜拜吧。 就算为了回馈父神的恩宠, 我们哪怕是献出生命, 也一定要永远保持那始终如一的心啊。 祭祀团的长老都被自己的演讲给感动了, 他泪流满面, 跪在城墙上不断地对着正在走来的康桥膜拜着。 与荣言之子不同, 此刻还活着的, 还能动的疯之子们已经飞向了天上, 飞向了自己母神。 伟大的母神啊, 伟大的风之略空准啊, 您的子民终于再次见到您神圣的身姿了, 您的卷顾您的子民永世都不会忘怀, 您的信仰我们也一直不会让他被亵渎, 还请母神能够一如既往地再次指引您的子民走向繁荣, 风之子的几十名长老来到巨额那巨大的头部下, 全部都在高声地膜拜着并呼喊着。 而周围近万的风之子也全部围在这些长老的后面, 对着巨额高声表达着自己的虔诚信仰, 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小家伙, 听着他们那摩拜自己的话语, 巨额以前或许还不懂神明的意义, 但现在能听懂这些文人话语的他, 竟然突然有了那么一丝书信, 或许给予这些小家伙更多的保护也不是什么坏事, 至少这些小家伙说话还挺好听的, 巨额心情很美。 嗯, 很好, 我终于你们。 去吧, 接下来我要转移一下地面那些小家伙了, 你们跟我一起吗? 巨额没有什么神明的架子, 直来直去的, 竟然第一次以灵魂之音给予了所有疯之子回应, 那一刻, 疯之子们看着巨额, 他们身躯呆滞, 然后便陷入了彻底的疯狂, 他们的母神回应他们这些子明了, 而且还是有记载以来第一次用这么神圣的方式清晰地直接地回应, 疯之子一个个都激动地快要哭泣, 有性格比较跳脱的疯之子甚至还抱在一起, 惊喜地叫道母神回应我们了爱, 你听到了吗? 母神他竟然回应我们了, 疯之子性格一直如此, 有点天真, 有点欢乐, 在这方面还真是随了巨额, 欢呼地嘈杂了好一会儿, 一切终于简单了, 伴随着巨额的飞舞而下, 疯之子们开始跟随自己的母神转移黑石城的五族子明, 海涛汹涌向前, 四个巨兽正在不断逼近秩序五族的圣城, 只是在这逼近五族圣城的同时, 三个大章鱼都显得有些错愕, 因为就在那前方, 他们竟然看见了一个怪模怪样的家伙, 正在五族所在弄出了一个巨大的冰霜风暴, 如果说这是意外的话, 那么更令章鱼们意外的还有, 那突然从天上落下的庞然大雾, 虽然距离有些远, 但以这三个章鱼的势力, 还是清晰地看见了落下的事物样貌了, 那不是别人, 正是三千年前将大章鱼弄得重伤的家伙, 大章鱼看清康桥的样貌, 顺息就躁动起来, 那是愤怒, 是想要复仇的急切, 他对着自己的伴侣和兄弟低吼起来, 不过, 就在三个章鱼交流之时, 突然间, 远处的天际竟然直接闪耀出了一道, 至白且巨大的光柱, 光柱冲向了天空那个怪模怪样的生物, 一击洞穿他的腹部, 再然后那道光柱便冲向天际更高处, 看着那巨大的光柱, 看着那光柱冲破云霄的光亮, 有那么一刻, 三个大章鱼全部都愣住了, 黄色的大章鱼突然有点后悔了, 他原本以为打伤自己那脑子不太聪明的兄弟的怪物, 只是一个跟自己兄弟大差不多的怪物罢了, 结果, 现在他看见的是什么? 好大一只巨兽, 那行走起来, 整个天地都旁扶在颤抖, 那整个身躯的上半部分, 甚至都可以触及低矮的云层了, 再看看他们自己, 除了八条腿的触手稍微有可比性, 但主体真的又矮又行动不便, 当然用触手把自己制冷起来倒也还好, 不过制冷起来有什么用? 就为了让自己显得高大吗? 只能是平白浪费可以作战触手的数量而已, 什么用都没有, 如果对方只是大一些黄色章鱼还没觉得有什么, 终归还是有机会, 毕竟现在他们数量多啊, 可是, 那个巨兽又一举动, 就是刚刚嘴里吐出的白色光柱实在有点吓章鱼了呀, 没看见那个在空中的家伙都被他一下弄死了呀, 黄色的章鱼现在真的想跑路了, 特别是在已有的, 信息中他还知道对方根本不怕水会玩火的情况, 自己这没脑子的兄弟到底是怎么惹上对方的? 他不过是在一处让他很在意的地方睡了一段时间而已, 这个家伙竟然弄出这么大的麻烦, 贪吃又头脑简单的家伙, 要不是看在一起诞生一起度过那么久的岁月, 他才懒得理会自己这个兄弟呢? 黄色的章鱼开始对着自己的兄弟一阵滴吼, 然后三个章鱼便呼对了起来, 看着三个大章鱼滴吼着吵了起来, 一直作为前锋打头阵的淤泥之神也是显得有些猛, 不过猛归猛, 但他可不笨, 自己不能这样就被这三个家伙吃得死死的啊, 自己得逃, 不然以后自己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甚至之后还可能有生命安全, 一想到之前自己被这三个家伙抓住时, 这三个家伙老是用触手不断鞭打他的画面他, 现在都隐隐地有些恐惧与害怕, 他太难受了, 自诞生以来他就从未离开过自己所在的水域, 结果呢? 恰好前些日子一股奇怪的香味将他唤醒了, 本着去看看甚至能否得到什么好吃的东西的念头, 他便开始小心翼翼地从自己所在的海域横穿深海的海平面, 结果呢? 竟然恰好被这三个从深海出现的大章鱼给捉了, 身躯本来就不如三个大章鱼打, 还要一打三, 别说打赢了, 想跑都跑不掉, 原本他还以为自己被对方捉了, 很可能会被他们给分食, 毕竟在巨兽的思维深处, 打架就是为了吃, 打赢了吃对方, 打输了对方吃你, 就这么一回事, 但是呢, 这三个章鱼竟然并没有吃自己, 而是时不时地抽自己一下, 还让自己带着一群丑陋的渺小生物为他们开路, 淤泥之神唯一能联想到的便是, 这三个大家伙也是被未知的香气吸引, 所以打算让自己给他们开路, 去灭杀那些可能带来阻碍的生物, 结果嘛, 好像情况是这样, 又不是, 因为, 此时, 三个章鱼中最大的那一个明显的对远处, 那突然从天而降的巨兽, 表现出了愤怒与敌视的态度, 而且, 现在这三个章鱼, 还因为前方出现的巨兽而争吵, 只是看到这里淤泥之神就明白了, 三千年前, 那场席卷整个海洋的骚乱, 是否就是因为章鱼跟对面的那个体型巨大的家伙打架所致,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或许自己还真有机会啊, 是的, 有机会, 自己有机会逃跑, 逃回去, 躲着就不出来了, 海洋那么大, 他还不信这些章鱼, 事后能找到自己, 就在长得跟水蜥蜴很相似的淤泥之神胡思乱想的时候, 突然, 三个大章鱼不吵了, 而是全部看向了他, 淤泥之神愣了愣, 有些疑惑, 然后他就看见, 黄色的章鱼伸出一只触手, 指了指远处那个巨大的怪兽, 然后又指了指他, 有那么一颗淤泥之神, 整个兽都梦了, 呆泥之神他看向了那高度几乎超过自己一半的巨兽, 整个身子都是一个寒战, 开什么玩笑呢, 让我去跟那个恐怖的家伙战斗, 没看见对方刚刚还杀了一个怪模怪样的浮空家伙, 淤泥之神当然不同意了, 还发出了反抗的叫声, 然而, 这是可容不得他反抗, 看着三个章鱼, 琪琪要对自己打下来的触手, 淤泥之神终于妥协了, 抱着一副必死的眼神, 淤泥之神朝着康乔所在的方向过去了, 三个大章鱼的想法达成了一致, 也很简单, 大概就是必须和对方打一场, 不过在打之前必须再消耗对方一波, 因为对面的家伙, 刚刚就已经杀了一个怪模怪样的家伙了, 肯定消耗不小, 所以他们不期望淤泥之神能做到怎么样的程度, 只需要淤泥之神又能消耗一些康乔的体能, 不得不说, 思想没有完全开化的三个大章鱼, 还是太笨了一点, 淤泥之神真的愿意战斗吗? 既然不愿意战斗, 他那满脸上都写着的害怕, 甚至身躯都在颤抖的样子, 康乔能看不出来, 如果换成同样没脑子的巨兽, 或许看见淤泥之神过来, 就会对他出手, 但他遇到的是康乔, 遇到的是一个有着人类知识的康乔, 远处巨额已经开始在利用风的能力, 将无数五族子民依托到了天上, 然后便转移到百公里之外, 这个过程估计需要好几次, 不过康乔也不急, 因为对面三个大章鱼在迟疑, 他们没有出手, 康乔也不急着爆发, 拖时间谁还不会啊, 踏着恐怖的步伐, 康乔走向了与他对面而来的淤泥之神, 看着眼前这个被三只大章鱼推出来, 和水蜥蜴长相很类似的家伙, 康乔也是有些迟疑, 这个家伙不会跟大滚有什么关系吧, 不过没听大滚有说过啊, 难道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 康乔无厘头地想到, 不过最后只是笑了笑, 随即又注意到了对方的异常, 这个家伙真的是来跟自己打架的吗, 怎么感觉走得这么慢, 而且身子也好似在抖动啊, 康乔愕然中开始仔细打量远处的对方, 然后, 好吧, 康乔算是看出来了, 对面这个家伙那眼神明晃晃的就写着害怕两个字啊, 看到这里, 康乔差点笑出声, 也难怪了, 对方的体型和自己压根就没有什么可比性, 甚至他都要比水溪大滚矮一大劫, 不过, 以巨兽那原始的智慧, 这么害怕自己难道不应该跑路吗, 而且, 对面那三个章鱼也不帮忙, 哼, 有点意思啊, 这是被三个大章鱼强行抓了撞钉, 然后用来当试探自己的炮灰,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但这三个章鱼还是太笨了一点, 也不要苛求了, 在这个原始的蛮荒世界, 就不能对巨兽有太高的期望值, 唉, 这三个章鱼也太小瞧自己的智商, 也太小瞧对面这个家伙的求生欲了呀, 对面这个酷似水蜥蜴的家伙, 那满眼写着的不就全是赤果果的求生欲吗, 都这样了, 我还用得着出手, 吼, 出于恶趣味, 康乔突然吼叫了一声, 那音波回荡天地, 也冲击向了对面的小耗水蜥蜴, 然后, 对面的小耗水蜥蜴, 直接就吓得掉头就想跑, 不过, 这时候面那三个大章鱼也吼了起来, 那一刻, 小耗的水蜥蜴差点没哭出来, 没办法, 他不懂什么叫哭啊,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今天死定了, 小耗水蜥蜴绝望了, 也放弃了, 他颤颤巍巍再次转身, 看向了已经逼得很近的康乔, 他的身躯不受控制地抖个不停, 就像打摆子一样, 最后, 好吧, 这个家伙竟然直接在康乔和后面三个章鱼的注视下, 直听听有的倒在了地面, 哄, 中间那吨位倒地带来的响声, 让康乔和对面三个章鱼全部一脸猛逼, 是的, 这家伙被吓晕了, 我擦, 我都还没动手呢, 你这真的是巨兽吗? 胆子也是我有史以来见过的最差劲的了, 康乔有些无语, 也有些哭笑不得, 看着突然就侧倒在地面的那个水蜥蜴, 康乔一时都还以为对方是在碰瓷, 是在装死, 不过, 待他靠近后他发现, 这家伙还真不是装的, 眼白都翻起来了, 全身还僵直得不得了, 康乔试着用脚轻轻地踢了一下, 结果这家伙还真就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到这样的情况, 康乔都怀疑对方是不是被自己给吓吓死了, 此刻, 康乔都不知道该做何表情了, 我有这么恐怖吗? 虽然大了点, 强了一点, 但不至于这样吧, 康乔把目光看向了远处, 看向了那三个背后, 还有着数百米高海浪的章鱼, 八目对视, 那一刻整个天地都为之一镜, 好, 领头的大章鱼已经没有了任何耐心, 也根本不管自己那黄皮肤的兄弟的劝告了, 海浪已经倾泻, 大章鱼也跟着海水, 已经愤怒地丝毫着冲向了康乔, 看着没脑子的兄弟已经豁出去了, 黄色的章鱼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最终也还是紧跟其后, 当然, 大章鱼的伴侣也没有任何迟疑, 巨大的浪涛带来的不光有恐怖的声势, 还有那无数密密麻麻的蛙鱼人, 看着大浪袭来, 下一刻康乔也没办法继续拖延时间了, 他只能尽量不然自己的能量向黑石城散射而去, 瞬息间, 康乔的身躯猛然熊熊燃烧起了烈焰, 整个过程不到数秒, 那烈焰出现温度便不断升高, 康乔的巨大身躯上开始熔岩化, 无数火焰一般的纹路密布整个身躯, 而也就是这一刻, 在那海浪已经无限接近他的时候, 他抬起了腿, 哄, 抬起了腿再次落下了地, 也就是这一个瞬间, 从康乔的身躯上, 一个半月的弧形的火焰光环猛然冲击向了对面席卷而来的海浪, 半月的火焰光环声势浩荡, 只是荡出的瞬息, 凡是所过之处, 地面的砂石泥土全部都炸裂不断, 而且伴随着炸裂的声响与冲击波过去的瞬息, 原本厚重警示的大地瞬间化为了熔岩炼狱, 半月的火焰光环与海浪碰撞也仅仅是发生在刹那之间, 谁与火的碰撞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而爆炸之后便是浓烟滚滚, 白色的烟雾弥漫了整个天际, 遮蔽了所有人的眼, 然后也就是这一刹那, 与这滚滚浓烟中便传出了四声恐怖的吼叫, 三只章鱼与康桥终于还是肉搏在了一起, 而就在这正片弥漫雾气的天地, 距离战斗位置三十多公里外的黑石城也已经被海水淹没, 大量的蛙鱼人已经冲向了黑石城所在, 黑石城还未转移的还有超过近一半的五族子民, 这五族子民大多数都是战士, 撤离的是平民, 而留在这里, 留在最后的自然是以荣耀为一切的五族战士, 早在大浪席卷而来之时, 他们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惊慌, 反而还觉得非常激动, 机会啊, 这可是向秩序诸神证明自己虔诚信仰与英勇一幕的时刻, 杀呀, 杀光这些渊海之子, 为了黑石城, 为了联盟, 为了秩序诸神, 五族的子民除了疯之子飞到了天上外, 其余四族早已做好准备并与密密麻麻的蛙鱼人厮杀在一起, 现在的五族可不是三千年前的五族, 拥有神文力量的他们比以前更强了, 一个神文战士斩杀树上百蛙鱼人一点问题都没有, 至于巨兽血清, 那更是不用提, 所以刚刚交战的瞬间, 蛙鱼人就完全一片岛, 不过这些蛙鱼人也是十族的疯狂, 和五族子民一般, 他们根本就不在意自己的生命一般, 只是不断地向前冲, 向前杀, 经过三千年的繁衍与备战, 蛙鱼人以着自己强大的生育能力, 早就拥有了远比此前还要多的人口, 杀之不尽, 鼠也更不可能鼠青, 双方现在都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杀, 杀光眼前能够看见的一切一族, 海水被染红, 染蓝, 染黑, 各种族不同的血液颜色, 让水里充满了浑浊的色彩, 天空之上, 蜂之子虽然也在杀敌, 不过都不敢太过靠近海面, 只因那些蛙鱼人实在太多太疯狂了, 你只要敢靠近一点, 那从水里窜出来的蛙鱼人, 就得有成千上万, 只是, 这海水的汹涌也是有限度的, 毕竟这里可是内陆, 距离海洋已经很远很远了, 就算蛙鱼人数量极多, 一直有大后方在利用水的能力弄潮, 那也是很吃力的, 牵引海水主要还得靠他们的神明, 此时, 三只大章鱼与康桥正战斗在一起, 并且全身都好似笼罩了一层水墓, 连触手上都有, 那水墓非常特异, 紧密, 密度也绝对超过凡人的想象, 依靠着这层水墓, 他们才能暂时性地与康桥身上冒出的火焰对抗, 不过, 对抗的过程中, 他们还是被烫伤了, 用触手缠绕康桥的脖子, 用触手缠绕腿与脚, 三个章鱼分工明确, 甚至还张口在康桥身上一阵乱咬, 只是啊, 可惜, 这种咬合力根本破不了康桥的防, 甚至他们还被康桥身躯上那极致高温的熔岩给烫伤了嘴, 这还打个屁啊, 这家伙玩火也就算了, 还根本就不怕水, 甚至身躯还又硬又烫, 完全没有弱点, 黄色的章鱼看着自己触手好些被烫的生疼的部位, 对着正趴在康桥背手缠绕着康桥脖子的大章鱼就怒吼连连, 那样子就是让大章鱼快撤, 打不赢啊, 跑路吧, 然而大章鱼不管不顾, 反吼一声, 然后就继续用腹部下的大嘴巴在康桥背上一通乱咬, 康桥现在也觉得实在麻烦, 刚刚那雾气产生的瞬间一个没注意, 又或者太自大了吧, 竟然被三只章鱼得了先手, 现在一只章鱼缠着他的双脚, 一只章鱼缠着他的双手, 甚至大章鱼还用触手缠着他的脖子, 咕住了他的嘴, 把他搞得一阵郁闷, 康桥虽然比这三个大章鱼都大那么一些, 但这三个大章鱼触手韧性还是很强的, 一时之间竟然没能挣脱, 不过对方也无法对他破防就是了, 反而这些家伙还被自己身上的高温烫上了不少部位, 如果单纯这么胶着下去, 康桥甚至都不用动了, 这三个章鱼都能被他烤熟, 甚至和上次一样, 只要康桥找到一点机会, 说不得又能搞几条章鱼腿尝尝, 所以康桥还真不着急, 就特么看着这三个家伙失围, 咬吧, 束缚吧, 看我们谁先倒下, 康桥一时间都乐了, 甚至也不打算反击了, 你们都不能破防, 我还担心个屁哦, 随便来, 也懒得费力气了, 就看谁先挂, 全身被灼烧, 那感觉可一点都不好, 大章鱼与其他两只章鱼都在不停地吼着, 气急败坏交流的意味再明显不过了, 康桥就这么看着, 还觉得特有趣, 这种恨死你, 又拿你没办法的样子, 简直太有意思了, 而且隐隐间, 康桥还闻到了好闻的烤章鱼的香味, 这搞得他还有些心痒痒的, 题外话, 感谢大家的打赏和票票, 两更一万字送到, 以上第七十四章, 烤章鱼与寒冬女神陨落, 感受着体内那庞大的能量, 康桥终于不再任由三个章鱼继续动作了, 熔岩的光从康桥的心脏开始再次蔓延, 它身躯上原本那只是火红的光开始致白, 那是白色的火焰, 火焰从康桥的心脏蔓延至胸口, 然后又从胸口的纹路不断向着身躯各处延伸, 突然间, 在三个章鱼还在争论是否立刻撤走的时刻, 下一个瞬息, 在康桥的身躯上突然爆散出一道白色的光波, 白色的光波从康桥的全身膨胀扩散冲击而出, 那一瞬间, 时间彭佛再次凝固, 三只章鱼只是瞪大着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身躯, 看着自己那缠绕在康桥身上的触手, 他们的触手融化了, 也断裂了, 他们的身躯也被这道白色的炙热光波冲向天空, 哼, 那一刻, 白色的光照耀了方圆近十里, 康桥的整个身躯都在那白色的光中隐没, 那就是一个纯白的火焰事件, 是一个超脱生命认知的界鱼, 界鱼内, 一切的一切都被吞噬, 无论是海水, 泥土, 还是岩层, 凡是物质的事物全部都被清空, 三只光秃秃的章鱼被抛飞, 他们惊恐绝望痛苦地嚎叫, 黄色的章鱼强忍着痛楚, 第一时间再次控制后方的海水连接向自己, 在断掉的触手处又形成了八道水形的触手, 它跑了, 而且毫不犹豫, 近乎使用出了全部残鱼的力量, 大章鱼的伴侣最惨, 不但八条触手全部断裂, 整个主体的身子都有大半被融化, 它甚至无法惨叫, 也无法动胆, 但就是还没死, 不得不说, 这些超凡巨兽的生命力是真的强, 黄色的章鱼本已跑了很远, 不过看着小号的雌性章鱼, 最终还是利用一条水润的纽带延伸过去, 拉着半个雌性章鱼便一起跑了, 大章鱼此时也彻底被吓到了, 它也想跑的, 但是就在大章鱼准备跑的时候, 一直巨大的手臂突然从那白色的火焰戒鱼内伸出了手, 那手上带着致白的火焰狠狠地抓在了大章鱼的脑袋上, 大章鱼惨叫着, 惊恐着, 眼神充满祈求, 但最终, 那个伸出手的怪物, 还是把它塞进了自己嘴里, 嚼食着嘴里Q弹的章鱼肉, 康乔终于收束回了白色的火焰戒鱼, 那一刻, 它从白色的火焰世界掉落, 并落入了地下约五千米的中空地带, 是的, 地面的一切早已被白色的火焰吞噬, 所以, 在康乔撤回这能力时, 它自然会从空中掉落进去, 只是, 五千米的深度对于如今的康乔而言, 不过就是一个稍大点的坑而已, 完全没有什么阻碍, 仅仅踏出几步, 就从这个半圆的深坑内走了出来, 此时, 康乔手中还有半个大章鱼, 康乔本能地抬起头就想给巨鹅尝尝, 只是, 抬头看向天上时, 康乔看见了远处的巨鹅, 竟然也吊着一个章鱼回来了, 那是那个小号的章鱼, 早在康乔与三只章鱼缠斗在一起时, 巨鹅就已经回来, 它盘旋在万米高空, 本意是想要帮助康乔的, 只是康乔示意它不要过来, 然后便有了接下来看到康乔大发神威的时刻, 巨鹅看见了逃跑的黄色章鱼, 与那个半死不活的章鱼, 它追了出去, 最终还是抢回了这快要被救走的雌姓章鱼, 你倒是会找机会啊, 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嘛, 而且闻着很香, 必须得抓一个, 康乔笑了笑, 随后便感受起身躯内刚刚的消耗, 那种能力, 那种状态, 只是那么一小会儿, 竟然消耗了它体内约三成的力量, 消耗有点大呀, 康乔既有些感叹自己的进化恐怖, 又有些担心自己别又因为太过消耗而突然想睡, 刚刚那白色火焰的光圈, 其实就是三千年前, 康乔对蛙鱼人使用火焰光圈能力的升级版, 他自己都不知道这能力已经变化, 而且还变得如此恐怖, 看着手里还剩一半, 并且没有了丝毫动静的烤章鱼头, 康乔想了想, 最终还是没吃了, 得给小虫那个吃货留点, 水蜥蜴也得纷纷, 带队伍嘛, 当大哥的, 绝对不能亏待了小弟, 嗯, 自己是不是搞忘了什么, 对了, 那个和水蜥蜴长得很像的小号蜥蜴呢, 康乔猛然想起之前被吓晕的小号蜥蜴, 不会在之前被三个章鱼弄出的潮水给冲跑了吧, 银塔酷鸭, 别忙着吃了, 那个之前被我吓晕的家伙呢, 你找找, 康乔对着天上的巨鹅用分身传念叨, 哦, 我找找啊, 很快, 找到了, 找到了, 在那边的水沟里呢, 好像死了一样, 根本没动, 巨鹅的声音从天上传来, 顺着巨鹅飞旋着身体指示的方向看去, 顿时间, 康乔踏步几下, 很快, 就在一个深坑的地方, 看见了全身依旧僵直的小号水蜥蜴, 这个小号的水蜥怎么说呢, 仔细打量下来, 比水蜥蜴大滚可丑多了, 全身上下, 全是一种古怪的半月形胎记一般的玩意儿, 而且, 身上这里凸起一块, 那里凹陷一团, 总之, 看起来就是个丑八怪, 巨鹅从天上飞到了地面, 就站在小号的水溪一身旁, 这里看他那里瞧瞧, 容颜容颜, 这个家伙, 他怎么和大滚长得那么像啊, 好奇怪啊, 我们怎么处理他好呢, 巨鹅嚼食着前之下抓着的章鱼问道, 暂时就不杀了, 我们带着这个家伙, 先去给大滚看看再说吧, 别真有什么关系, 也是哦, 嗯, 不管怎么样, 从刚刚的情形看来, 这个家伙, 也不是跟那三个章鱼一伙的, 都是可怜人, 等他醒了, 说不定我们还能让他加入我们, 康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跑掉的那个章鱼康乔已经不在意了, 另外在海里追, 康乔也不一定能追上, 再说那么重的伤, 经历过这一次, 他能再来找自己麻烦, 康乔都得给他竖个大拇指, 至于这个小号的水蜥蜴, 还是按照自己原本的思路走, 没有结什么大仇的, 多些朋友和小弟, 总是好的, 只是可惜了, 这几个章鱼太过分了, 我之前都想拉大章鱼入伙的, 结果这家伙竟然还想着报仇, 那就怪不得他了, Kio弹的章鱼肉, 味道还不错, 砸扮了一下嘴, 康乔便将目光看向了身后的远处, 康乔这边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不过, 在十数公里外的黑石城却还没有, 只是, 这里的战局也几乎成了定局, 看着自己这边的四个神明, 全部都被对方的神明所杀, 再疯狂的蛙鱼人也崩溃了, 此刻, 所有的蛙鱼人都在逃, 而且真是恨自己爹妈少给自己生了一对鱼骑士的, 四族在追杀, 天空的风之子则利用风的能力, 形成锋刃一般的玩意儿, 不断向水里射, 潮水退得很快, 原本席卷大地的所有海水都在迅速回流, 追着追着后面大地都再次显露原貌, 五族追杀着蛙鱼人一直几乎到了近海的边缘, 胜利了, 在秩序众神的带领下, 我们秩序的子民再次胜利了, 哦, 五族全部都在欢呼, 只是在他们欢呼着, 奋勇着追杀着敌人的时候, 这时间都过去了五六日, 他们的神明早已再次离开, 康乔与巨鹅可没兴趣接受渺小之物的朝拜, 看着他们赢了, 也再次能够生存下去就够了, 他们还有自己的事要做呢, 此时, 康乔手握着半个章鱼头, 正行走在大地上并朝着中北之地而行, 天上, 巨额鞋带昏死的小号水蜥蜴也正不紧不慢地飞着, 斯卡蒂承认自己真的拖大了, 这个世界的神奇强得可怕, 说是神奇还不如说是怪物, 这就是秩序五族口中的神, 诸神黄昏一定跟这些抑郁邪神脱不开关系, 这一刻斯卡蒂几乎不再怀疑, 只是, 这些抑郁的邪神强是强, 但他们的能力却很单一, 这也是交手后斯卡蒂的发现, 另外, 这个世界的邪神还会有自己的内讧, 回想之前的一切, 斯卡蒂发现自己真的很倒霉, 他觉得自己被重伤完全是无妄之灾, 此前那些携带海水席卷大地的邪神, 明显就是冲着所谓的抑郁秩序五族而去的, 而那抑郁五族的神或许也正是知道了这一点, 所以才匆匆降临, 当然, 斯卡蒂也承认, 自己的行为或许也是招来抑郁那从天而降的邪神原因之一, 只是比起这些, 现在斯卡蒂已经不在意缘由了, 他要回去, 把抑郁的信息带回去, 他们一定要早做准备, 如果可以的话, 神族一定要先发制人, 千万不能再墨守成规地等待了, 因为斯卡蒂在众多信息中得到了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那就是, 这些巨怪的邪神一直都在迅猛的成长中, 时间拖得越久, 这些邪神便会越强, 也越对诸神不利, 当然, 世界术供应的神力也一直在让诸神越来越强, 但这种强比起这些巨怪邪神来说, 斯卡蒂觉得还是太微弱了, 按照秩序五族记录的历史, 他们的秩序主神, 三千年前可只有现在体型的三分之二啊, 这些巨怪的邪神成长得实在太可怕了, 而且, 所谓的秩序五族也远比他们世界的大部分凡人强, 唯一与秩序五族有一战之力的, 或许也只有居住在亚尔夫海姆的精灵族, 瓦特阿尔海姆的矮人, 以及约顿海姆的巨人了, 至于中庭世界米德加尔特的人类, 人类那几乎都算是手无腹肌之力, 任人宰割的弱小存在了, 异域凡人的成长力也太可怕了, 特别是秩序五族还发展出了所谓的神文力量, 这仅仅是三千年啊, 他们竟然研究了他们神明身上的力量, 这在斯卡蒂眼里简直就是亵渎, 但是在这个抑郁的世界, 那些巨怪的邪神竟然还允许了, 甚至说视而不见, 真是野蛮的世界啊, 规则一片混沌, 神明不像神明, 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神恩如玉, 神恩如海, 对待凡人, 神明就应该彰显力量, 并且规范他们的一切生活, 如果任由凡人窃取神明的力量, 那神明还有威严一说, 对于秩序武族的凡人, 斯卡蒂欣赏他们的聪慧与勇武, 但也厌恶他们的野蛮与肆意滋长的野心, 神也好, 凡人也好, 都是充满两面性与矛盾的, 此刻, 斯卡蒂已经来到中北之地的一处山脉, 他显化了身形, 正用手扶在一棵大树上, 美丽的金发有些披散, 嘴角还有金色的神血痕迹, 微微掀开胸口的雪白礼服, 他看见了双峰下半部分中间位置的恐怖伤口, 伤口四周闪亮着银色的光芒, 伤势止住了, 但痛苦还是钻心, 神力正在全力修复伤势中, 现在他很虚弱, 杨靠在树边, 坐在地面, 他有些叹息地望着天空, 只能等伤势稍微修复一些, 再回去了, 还好那两个巨怪的邪神, 因为有对手而没有追击自己, 不然斯卡蒂也不知道, 自己是否能顺利逃走, 但就算逃走的现在, 斯卡蒂依然警惕, 目光微微闪动间, 斯卡蒂的身形就慢慢从有到无, 彻底隐没, 微微闭目, 斯卡蒂终于可以稍微歇歇了, 然而, 斯卡蒂的安稳并未持续太久, 就在夕阳落下快要黑暗的时候, 天空之上突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光亮, 斯卡蒂被惊醒, 只是尽量屏息地看向天上, 出现了, 那光亮来自于一个, 长得十分丑陋, 亦或者反三观的存在, 那是一个身躯有着三道火焰光环的巨大眼球, 这个眼球大还不说, 就连这巨眼身上的火焰光环上, 都密密麻麻地张开着无数大小眼睛, 直径约有两百多米的火焰巨眼, 那无数眼睛正在扫视着地面, 很明确地就告诉斯卡蒂他们正在寻找着什么, 关于这个突然到来的火焰巨眼, 深入过五族的斯卡蒂自然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秩序五族, 所谓荣言之神的仆人, 神使, 是秩序五族死去被接引至神国诞生的恐怖怪物, 斯卡蒂心情猛然紧张了起来, 要是全盛时期他还能与这火焰怪物试试, 谁强谁弱, 但现在的他非常虚弱, 他不敢冒险, 只是, 当前可不是斯卡蒂不想冒险, 不想战斗就能决定的事, 因为就在某一刻, 天上的巨眼竟然奇奇地看向了斯卡蒂隐身的地方, 找到你了, 抑郁的神奇啊, 斯卡蒂大惊,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暴露的, 他可是用神力隐藏了自己啊, 难不成这个怪物也有神明一般的力量, 巨怪的邪神还能创造类似神明的生命, 这也太恐怖了吧, 然而, 斯卡蒂不知道的是, 先不说凯亚的能力如何, 就他那身上掩盖不住的独属于世界术的香味, 那对于这个世界的强大存在而言, 简直就像一盏纸鹿明灯一般, 只要斯卡蒂使用神力, 他就完全不可能遮掩自己的存在, 凯亚可没办法肉眼看见斯卡蒂, 他只是在另外一种奇怪的状态中感应到了味道, 那一刻, 也不管斯卡蒂要如何动作, 天上的火焰巨眼已经动了, 首先, 火焰巨眼开始融化聚合, 再然后, 一个身高近250米, 全身由火焰组成的恐龙人就这么出现了, 而且, 在这个火焰的恐龙人身上, 同样也密布着那让人很不适应的大量眼球, 恐怖, 诡异, 让人不寒而栗, 这就是康乔的仆人, 也是康乔的天使, 恐怖的火焰巨怪向着地面落了下来, 而且直直地瞄准着斯卡蒂躲藏的位置, 这一刻, 斯卡蒂再也没有了任何的退路, 要么逃, 要么战, 最终, 斯卡蒂选择了战斗, 因为他知道就算逃, 以自己那虚弱的身躯几乎很难甩开对方, 与其神力耗尽在逃跑的路上, 还不如将所有残余的神力用在接下来的一击中, 因此, 带着一股决绝, 斯卡蒂显化了他那巨大的神躯, 他神躯上的装备依旧是那般的金光灿灿与美丽, 他的银发, 肌肤与脸蛋也依旧是那么的漂亮, 只是那胸口的巨大空洞却成为了他身上唯一的瑕疵, 神器虽然损坏, 但材料依旧非凡, 只是剑身上有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而已, 依靠神力, 斯卡蒂还是用巨剑向着天上挥出了自己谨慎的神力, 冰霜的剑芒劈开了火焰的巨人, 极致的寒霜也在冻结那些火焰, 斯卡蒂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只是这个笑容很快就消失了, 因为那火焰的巨人的确是被劈成了两半, 很多火焰也看似要被冻结熄灭, 但最终某一刻, 对方的火焰突然大胜, 而且还直接驱散了一切的寒意与冰霜的力量, 猛烈燃烧的火焰犹如天降火海, 那一刻, 斯卡蒂只得全身匆匆亮起寒冰的霜雨气流, 寒冰气流与火焰对抗, 但最终斯卡蒂还是彻底被火焰淹没, 他的伤势本来就重, 神力也所剩无几, 没能一下斩杀凯亚, 那么输的就是他, 被火焰吞噬, 在快要失去意识前, 斯卡蒂放弃了徒劳的挣扎, 他弥留之前, 唯一能够想到的便是他的父亲, 终究是没办法回去了, 没了斯卡蒂的陪伴, 希望父亲, 你能够一直好好地继续活下去, 不要来了, 不要再来这个危险的世界了残留的意识最后, 斯卡蒂只是这般地对着远方呼唤, 最后的最后, 便彻底陷入了黑暗, 巨蛇影格太苦逼了, 他现在真的是有句MMP憋在心里很久了, 原本和巨人下级对着他还充满信心, 结果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天上突然就落下了一道巨大的闪电, 那闪电落下, 直接P的巨蛇影格一个机灵, 太刺激了, 电蛇呀, 这还是巨蛇第一次体会到被电的感觉, 太难受了, 痛就不说了, 关键是全身那种麻麻的感觉, 差点让他以为自己要死了, 不过好在那雷霆伟丽也就那样, 只是马尔姨, 死还是死不了的, 但是啊, 一到雷霆就算了, 结果天上还接二连三地炸下落雷, 这感觉, 简直不要太酸爽, 最关键的是, 这落雷还劈开了他的毒物, 让他一下就暴露在天上生物的视野中, 那由巨人下级变成的怪物巨鸟也就算了, 结果突然不知道, 哪里又冒出一个玩火的家伙, 那个家伙, 变化出了巨大的身躯, 然后就直接一拳向他砸来, 被围殴了, 巨蛇第一时间就明白了处境, 天上有拿锤子的还在搞雷劈他, 地面还有个和熔岩一样都玩火的家伙揍他, 更远的天空, 甚至还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更多的渺小之物, 那可不是什么渺小之物, 巨蛇现在早就搞明白了, 这个世界的家伙都有变化大小的能力, 最关键的是, 这些家伙也没长翅膀啊, 但一个个都会飞, 这还打个屁啊, 巨蛇想都没想就打算逃回去了, 结果刚一转头, 洞呢, 之前那么大的一个洞呢, 是的, 世界壁垒上的洞消失了, 巨蛇一脸猛逼, 那一刻啥也不敢多想了, 他直接竖起了全身的鳞片, 然后一头扎进地下, 跑啊, 还打个屁, 谁在打谁是傻逼, 先逃了再说, 回去, 这下怕是很难回去了, 熔岩那家伙坑我啊, 是谁提议让我过来的, 对, 还有那个吃货金克塔亚特, 巨蛇心里苦啊, 钻到地下, 巨蛇本以为安全了, 结果谁知道地下都不安生, 竟然还有一个家伙追着自己不放, 真当我是假的巨兽啊, 巨蛇反身就是一口上去, 而那个追他的巨人终于还是被吓跑了, 巨蛇也来不及体验这胜利的快感, 总之继续跑路, 对面人太多了, 至少几百啊, 天哪, 这么些奇怪的家伙, 是怎么诞生的, 为什么他们能变形, 能飞, 还那么多, 在巨兽的世界, 那边好远都看不见一个同类的, 结果这个世界这么多, 开什么玩笑, 太不公平了, 巨蛇觉得, 就算是康乔的本体过来了, 也未必能讨得了好, 难受的尹阁, 现在也不管了, 心中那么多了, 他要躲起来, 他要继续长个子, 他一定要报这个仇的, 而且巨蛇也知道, 对面的几个家伙, 肯定也知道了这里面的变化, 以容颜的性格, 他估计还是会来救自己的吧, 有着些许期盼的巨蛇, 就这么想着, 然后便继续跑啊跑啊, 天空之上, 此时, 世界术笼罩的世界内, 华纳神族与阿萨神族都聚集在这里, 哦呀, 看看, 我们不可一世的巨人夏基, 现在都干了什么喘事, 火焰之神洛基, 看着夏基满脸都是嘲讽之意, 巨人夏基, 此时也不出声了, 而是定定的看着诸神最前方的奥丁, 独眼的奥丁没有说话, 只是盯着地面, 不过, 此时, 在奥丁一旁另外一个队列, 华纳神族的海神尼奥尔德, 却皱眉出声了, 奥丁这就是你说的异域邪神是吗? 奥丁文言看向尼奥尔德, 是, 而且只是其中一个, 伟大的世界术知晓世间的一切, 这一切也仅是我在成功支配世界术后才了解到的真相, 世界的壁垒并不是为了阻止诸神离开这个世界, 而是世界术为了保护我等而做出的努力, 在我们的世界外, 还有更广阔的虚空, 在虚空中还有更多的恐怖, 那一切都是我们诸神的威胁, 更不用说就在我们世界的对面, 还有类似这巨蛇一般的异域邪神窥视, 我之所以不愿意告诉你等这一切, 不过是不想引起诸神的恐慌, 我们还需要积蓄力量, 现在并不是我们诸神外出的探索外在一切的最好时机, 奥丁看向所有神族并直言的道, 诸神窃窃私语, 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同时也面露担忧之色, 巨人下击啊, 你与这邪神交过手, 你说说吧, 尼奥尔德皱眉, 然后看向巨人下击道, 巨人下击从旧阴状态变回巨人, 他看向尼奥尔奥德, 也看向诸神, 诸神啊, 不是我有一夸大对方的能力, 而是交手后, 我才发现这异域邪神真的很不一般, 诸神们, 看看吧, 这是我刚刚全力一击砍在那邪神头上的巨斧, 诸神看向巨人下击举起来的巨斧, 然后, 诸神看见了, 在巨人下击手中的巨斧, 此刻斧刃已经有了很大的顿处, 这怎么可能, 诸神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巨人下击可是第一代巨人啊, 力量可比在场很多诸神都强大, 就这样一个存在, 用着自己的神器全力一击, 竟然都没能杀死那个邪神的怪物吗? 惊讶过后, 诸神又充满了愤怒, 是的, 就是愤怒, 因为就在此前, 华纳神族与阿萨神族还在交战的时候, 可是奥丁突然喊话尼奥尔德, 然后说出了, 巨人下击窃取世界树枝叶, 打开世界壁垒的事情, 因为奥丁有着世界树的权柄, 所有当有抑郁的力量通过世界壁垒时, 他第一时间就得到了反馈, 从而才有了后续停战, 以及来到此处确认情况的事, 天哪, 巨人下击看看你吧, 你都做了什么样的愚蠢之事? 愚蠢的下击啊, 你要被自己的愚蠢害死能不要带上我们啊? 就是因为你, 看啊, 我们世界提前被邪神入侵了, 你这个该死的巨人, 猪神七嘴八舌地怒骂着巨人下击, 不过, 就在这时, 奥丁的儿子雷神托尔却制止了猪神, 他拿着锤子来到巨人下击身前, 然后皱眉问道, 巨人下击, 您的女儿, 寒冬女神斯卡蒂去了哪里? 这不问还好, 这一问, 巨人下击顿时待在原地不敢回答了, 那一瞬间, 猪神全部都待了, 天哪, 巨人下击你怎么敢的? 还有那寒冬女神, 她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哦, 我们美丽的斯卡蒂女士就要死了, 不, 可能已经死了, 哎, 可惜了一位美丽的女士啊, 有惊怒交加的, 也有开口幸灾乐祸的, 总之, 这一刻, 猪神全部都再次嘈杂起来, 唯有华纳神族好些与寒冬女神关系好的, 微微皱眉, 没有开口, 尼奥尔德作为华纳神族现在的领头人, 自然不能对自己族人的安危视而不见, 因此, 她就算感觉头疼, 这一刻也还是出声了, 巨人夏季, 说吧, 斯卡蒂离开多久了? 六天了, 巨人夏季, 心绪不宁地嗡声嗡气道, 饶势处变不惊的尼奥尔德, 此刻听到巨人夏季的回答, 也险些失控, 六天, 六天啊, 巨人夏季, 您的愚蠢真是尼奥尔德没有再说了, 只是目光突然看向一直没有说过话的奥丁, 奥丁, 你说吧, 你准备怎么办? 我愿意以奉你为神王的条件, 换取你去解救寒冰女神, 你觉得如何? 想要成为神王, 唯有如此, 你才能让诸神幸福, 仁慈的神王, 才是诸神愿意侍奉的神王, 诸神你们觉得呢? 尼奥尔德此言一出, 整个华纳神族都惊呆了, 很多人刚想出口阻止, 但尼奥尔德直接竖起了手, 示意他们不用再说了,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其实, 尼奥尔德这一首也是有为自己, 有为自己族人考虑的, 因为在于阿萨神族的争斗, 中华纳神族, 其实这些年来早已显现出了颓势, 与其之后落败后丢了脸面, 还不如找个借口, 直接认输, 现在为了寒冰女神尼奥尔德, 愿意拱手献出神王的位置, 更显得她的大意, 名声战了, 又可以避免族人更多的伤亡, 可谓是两全其美, 另外, 既然已经得知, 这个世界还有异域邪神的窥探隐秘后, 为了诸神为了这个世界, 他们也应该停战了, 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内耗, 不过, 两族积怨已久, 简单地这么说, 阿萨神族也不会信, 不过后续怎么做, 那就是看两族怎么商议了, 奥丁盯着尼奥尔德, 目光未曾有丝毫变化, 这已经不是旧与不旧的问题了, 因为寒冬女神早已在刚刚回归了世界术的怀抱, 奥丁此言一出, 诸神顿时愣在了原地, 而巨人下击更是直接瘫在了云端大哭起来, 我的女儿, 我的斯蒂卡, 呜呜是父亲害了你啊, 我对不起你, 我心爱的斯卡蒂, 呜呜呜一个巨人哭起来, 那画面别提多美了, 只是此刻诸神哪里有心情管巨人下击, 他们此刻都在关心那些抑郁的邪神, 会不会入侵到他们的世界, 真的死了吗? 尼奥尔德有些沉重, 奥丁叹息点了点头, 的确如此, 对于这一点,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 谎言中有被拆穿的时候, 诸神若是还不信, 也可以去问命运三女神, 看着奥丁如此笃定的回答, 尼奥尔德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 毕竟, 奥丁没有欺骗的理由, 自己都说了, 如果奥丁选择去救, 那可是能名正言顺的当上神王啊, 以奥丁的智慧, 他不会不明白救下寒冬女神对于他来说有多大的好处, 再者, 奥丁本就有世界术的权柄, 诸神世界所有诸神也早已知道, 诸神的力量来源于世界术, 当诸神失去时, 那股力量自然会回归世界术, 所以, 寒冬女神是否失去, 奥丁本就应该最清楚, 至于奥丁提到的命运三女神, 她们是命运的神奇, 也是为世界术数根提供营养与维护的三个女神, 所以, 她们与世界术的关系也很深, 或许都不需要利用所谓的命运来预测, 直接通过联系世界术, 就能知道寒冬女神是否陨落, 对于寒冬女神的陨落, 很多人惋惜, 但更多的人还是感觉到了危机, 兄长啊, 那外遇的邪神不会闯进来吧, 洛基恰到时机地问出了诸神都想问的问题, 对此, 奥丁微微一笑, 不需要担心, 世界壁垒无以重新关闭, 外面的邪神虽强, 但也根本不可能从外面打破世界术制造的界壁, 与世界术一比, 他们和我们都不过是地上的尘埃, 五等诸神现在需要担心并不是他们, 而是来自虚空外可能存在更加强大的邪神, 所以既然诸神都以知晓隐秘, 那么战争也应该落幕了, 为了应付那被预言到的诸神黄昏, 五等还需要真心合作才好, 奥丁这话一出, 在场无论是华纳神族还是阿萨神族, 皆是接受了这个提议, 是啊, 既然知道了外面的危险, 也有了刚刚拒受邪神的例子, 他们自然不可能继续内斗了, 只是在承认奥丁作为世界之主前, 两族还需要商议一个, 让双方都能够接受, 能够相信对方的方案, 毕竟就算有外在威胁, 智慧生命永远都不可能放弃内斗的, 只是这个内斗的程度嘛, 倒是会分影响的强弱, 就在诸神思考未来之时, 地下, 奥丁的妻子, 大地与丰收的女神, 西服突然从地下化为流光, 飞射向高空的云层, 抱歉, 奥丁, 我并没有办法阻止那个怪物的邪神逃离, 西服来到奥丁身边有些叹息的道, 奥丁文言仅仅是平和地点了点头, 这不怪你, 那邪神本就力量强大, 他能逃走也是预料中的事, 不过, 就算逃走, 我们诸神也不能放任他在我们的世界妄为, 接下来, 还请诸神跟我一起前往阿斯加德, 我们在那里一起商议后面的事宜, 好, 可以, 无论是阿萨神族也好, 还是华纳神族也好, 这一刻也值得放下双方的恩怨, 现在, 他们必须做出改变, 巨蛇的潜在威胁需要有人追踪, 两个神族的联合也必须有个章程, 世界的另外一边, 中北之地, 啊, 啊, 那么大的洞呢, 洞怎么消失了, 三叶虫此刻正在戒壁的边缘不停地用头撞阿撞, 可惜, 他那铁头撞在戒壁上也仅仅是荡点涟漪而已, 这一下看来, 尹哥真的出事了啊, 容颜果然说的没错, 对面就是一个陷阱, 水溪皱着霉, 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尹哥会死吗? 三叶虫有些头晕, 不再撞了, 而是看向大滚问道, 我也没办法猜测, 毕竟我们不知道对面有什么呀, 水蜥蜴一脸无奈, 那怎么办法, 尹哥死在那边多可惜啊, 三叶虫用无辜的眼神看着水蜥蜴, 可惜, 水蜥蜴看着三叶虫都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了, 三叶虫在想什么水蜥蜴都不用猜, 这祸想着尹哥要是死了, 也是死在这边多好啊, 那样的话, 他就可以吃掉尹哥的尸体了, 不外乎这种而已, 多么单纯的想法呀, 单纯到水蜥蜴又想揍三叶虫了, 大家好歹都一起这么久了, 你也能下得去口, 果然还是脑子不太好使, 也没有一点念旧情的三观, 水蜥蜴虽然和尹哥不对付, 但也没想过和尹哥下死手, 更没想过吃对方, 三叶虫倒好, 第一时间就想到废物利用了, 不过, 想想尹哥之前那些惹瘦咽的样子, 水蜥蜴最终还是没有打三叶虫, 尹哥果然做瘦不行啊, 克塔亚特这么笨的家伙, 他都没办法获取到该有的尊重, 不过, 就在大滚乱响之时, 在远处康乔的制造的声响终于到来, 穿越风暴, 巨大的身躯从云端显露, 三叶虫与水蜥蜴只是看过去, 两个都傻眼了, 好大, 太大了, 容颜这一下长得也太大了吧, 此刻的康乔比起水蜥蜴至少高出600米, 而且论其体型那更是没有可比性, 至于三叶虫, 三叶虫再大, 也是趴在地上的地中地, 更没有什么可比性了, 哇, 好大, 好大, 三叶虫看到康乔那巨大身躯的一瞬间, 顿时满眼羡慕地像个小野马一样跑了过去, 他围在康乔的大腿边上不停地转着圈, 也不停地这看看他摸摸, 小眼神充满了羡慕与渴望, 容颜你是吃什么好吃的了呀, 为什么你变得这么大了呀, 我也想长得你这么大, Excellent等于Omicron星号, 爱, 水流的字幕在半空浮现, 看得康乔一阵好笑, 天空之上, 康乔的分身, 小火焰飞舞而下传念出声, 也没吃什么东西, 只是在天上睡了一觉, 不过这次我倒是给你们带了好吃的, 带着笑意, 康乔哥斯拉的身躯半蹲下来, 然后伸出了手上半个章鱼头, 对着三叶虫晃了晃, 哦, 容颜你真好, 好吃的, 我要, 给我肉, 三叶虫双眼放光, 已经好似闻到了章鱼头那诱人的香味, 顿时在地面蹦啊蹦的, 他们这么一弄, 地面的冰川都在不停地发出不堪重负的响声, 对此, 康乔倒是乐得很, 他只感觉, 三叶虫怎么就那么像以前自己养的狗子呢, 哈哈, 还挺有意思, 康乔这边给三叶虫投食, 而水蜥蜴那边嘛, 水蜥蜴本来也是先看向康乔的, 不过在巨鹅飞舞而下后, 也在他看向巨鹅带着的一个和自己长得很像的雌性到来后, 发自身体本能的, 那一刻, 水蜥蜴盯着对方的雌性蜥蜴, 一时间眼睛都挪不开了, 小号的水蜥蜴其实在半路上就醒了, 只是被巨鹅抓着, 他就在装死, 不得不说, 这个家伙是真的怕死啊, 不过, 就在小号的水蜥蜴被巨鹅带到这中北之地后, 在他须闭的眼睛看见大号水蜥蜴的那一刻, 这两个水蜥蜴就瞬间看对眼了, 是的, 爱情就是这么奇妙, 啊, 不, 那时巨兽突然本能地产生了来自生物本能的见色起义, 大滚双眼瞪得大大的, 然后直接就跑到了巨鹅身边, 那个, 银塔哭亚, 这是谁啊, 大滚有些热切地问道, 嗯, 你不认识吗, 巨鹅歪着头, 我和容颜还以为这家伙跟你有关系呢, 这不跟你带过来了吗, 大滚一愣, 跟我有关系, 我不认识啊, 不认识, 哦, 那也行, 反正容颜的意思是把这个家伙也拉入我们的团体中来, 就当新朋友呗, 巨鹅瞥了一眼地上装死的小号水蜥蜴, 然后咚当道, 就是太胆小了, 感觉完全没用, 有用也是负责拖后腿的, 我觉得还是杀了好, 还能饱餐一顿, 巨鹅这话还没说话, 水蜥蜴就赶紧开口, 别啊, 容颜不都说了, 让他当我们的伙伴吗, 水蜥蜴这么说着, 还赶紧转移话题, 好似生怕巨鹅惦记小号的水蜥蜴一般, 那个, 银卡库亚, 你们找到那个容颜说的什么老鼠了吗, 还有, 这个家伙又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哦, 你问这个啊, 那我可得跟你说说了, 可有意思了, 你不知道啊, 容颜简直太厉害, 我们啊, 巨鹅充分发挥了他爱唠的性子, 开始给水蜥蜴说起之前发生的一切, 而另外一边康乔则还在逗弄三叶虫, 并且一边投食一边问这里的情况, 小号水蜥蜴此时害怕极了, 是的, 特别是在看见自己身旁一下又多出两个巨兽之后, 不过, 在害怕的同时, 小号水蜥蜴也在好奇, 这些长得完全不一样的家伙, 为什么能这么和平地相处在一起啊, 之前那三个大章鱼好歹也是长得一样, 他们一起行动相处, 这还说得过去, 但你看看现在, 这四个家伙, 就没一个长得一样的, 外貌体征可谓是差距极大, 就这样的四个家伙, 竟然还能凑在一起, 还不打架, 而且看他们的样子, 好像还相处得非常好, 看啊, 那边那个家伙, 竟然还在把一只死去的大章鱼, 投喂给一个在地上爬的怪家伙, 而这边呢, 一个跟自己长得很像的铜族, 竟然在与巨鹅对视, 不停地好似在用眼神交流, 是的, 水蜥蜴现在与巨鹅可是在用意念交流, 这在小号水蜥蜴看来不就是用眼神交流吗? 你们好怪啊, 真的怪, 小号水蜥蜴从诞生以来就几乎没有跟任何巨星号信号流过, 就算有碰到, 那他也是第一个跑的, 哪里可能有产生危险的, 想要交流的念头? 在这个蛮荒的世界, 大家不都是对方的菜吗? 弱肉强食, 在这些巨兽的思维内, 几乎都是刻板的思维了, 只是, 前有三个大章鱼合作, 没有杀死自己, 后又看见康乔这四个巨兽相安无事地待在一起, 有那么一刻, 小号的水蜥蜴突然从未有过的, 生起了羡慕的心情, 这种心情他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就是好想自己也能和他们一样, 他太孤独了, 也太孤单了, 就像深处黑暗从未见过光一般, 一旦看见了光, 那一颗光的闪亮总是那么吸引人, 就算是飞蛾扑火, 也无所谓, 所以, 这一刻, 小号的水蜥蜴突然动了, 他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想要加入康乔的队伍, 而且现在他也看见了一个类似自己外表的铜族, 而且就在刚刚的对视中, 他明显看见了铜族对自己投来的那并不是恶意的眼神, 咕噜小号的水蜥蜴缓缓力起身, 并且将头部第一时间看向了巨额与水蜥蜴, 他对着巨额与水蜥蜴低迷, 露出着十分卑微与顺从的表情, 巨额与水蜥蜴看向了他, 那一刻, 小号的水蜥蜴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他既惊恐又害怕, 但同时又充满一种期盼, 巨额歪着头看着小号水蜥蜴, 用着审视的目光, 最后终于意念传导向了他, 嘿嘿, 你终于不装死了吗? 脑海内突然出现从未有过的声音, 水蜥蜴第一时间就惊恐了一下, 并且左顾右盼, 不过最终迎着巨额的眼睛, 水蜥蜴突然明白了, 自己脑子里的声音与那自己懂得的含义, 正是来自眼前这个会飞的巨瘦, 我害怕, 你们不要吃我好吗? 小号的水蜥蜴十分若气地, 用意念传达出这个意思, 不过他并不知道这样对方能不能听见, 所以现实中他的嘴巴也在低声地咕噜着, 好了, 好了, 我们根本就没想过吃你啊, 带你过来, 就是想看看大鬼认识你不? 对了, 顺便看看你有没有加入我们的意思, 巨额非常直接地, 带着令人舒服的语调道, 不吃我, 小号水蜥蜴听到这话, 顿时身子就不抖了, 而且听到对方说要他加入他们, 那一刻小号水蜥蜴真的快感动哭了, 只是他突然又注意到了巨额话中的某个词语, 大鬼, 对啊, 大鬼, 就是这个长得跟你很像的家伙了, 巨额对着大鬼方向抬了抬头, 小号水蜥蜴顿时就懂了, 大鬼, 这是名字, 我们都有名字哦, 你肯定没名字吧? 哼哼, 都是没脑子的家伙, 说太多你也不懂, 对了, 你会加入我们吧? 巨额有些得意, 也懒得解释名字什么的, 直接就问小号水蜥蜴的意想, 加入, 我加入你们, 小号水蜥蜴敢说不吗? 再说了, 他本来也想加入啊, 另外, 他也不笨啊, 康乔可是杀了大章鱼啊, 这么强的家伙, 加入他们, 他才更有安全感, 而且, 他也不觉得康乔是那种野蛮的巨兽, 毕竟康乔现在都还在给另外一个怪怪的家伙喂食呢, 这又说明他们四个巨兽关系真的非常好, 至少不会和那些大章鱼一样动不动就打他, 嘿嘿, 这感情好, 大滚看见没? 这下, 你可多出一个同样的同伴哦, 你可得感谢我和容颜, 知道吗? 巨额自顾自地对着大滚挺了挺头, 小有骄傲的样子, 毕竟从刚刚和大滚的聊天中, 大滚可本来也是在为小号水蜥蜴说好话, 说什么他都是被逼的, 加入我们肯定没问题, 就算有问题他也会劝劝之类的, 这下好了都不用他出力了, 小号水蜥蜴自己就选择了加入, 感谢, 要我给你捉一些食物来吗? 大滚有些高兴地看着小号水蜥蜴, 然后又对着巨额说道, 七, 普通的食物我才不要呢, 再说了, 要你去捉大章鱼你也捉不到, 算了, 嘿嘿, 我去找容颜说话去了, 这个你的同族就交给你带了, 可别让他一直那么笨, 要是他也像科塔亚特那样, 可不好了, 对了, 你也让他尽快取个名字哈, 巨额自顾自地说着, 然后就走向了康桥, 然后原地就留下了大滚与小号的水蜥蜴, 大滚和小号水蜥蜴大眼瞪小眼, 然后大滚就是一脸迷茫, 交给我干什么啊? 虽然他很高兴, 但他不会传音啊, 用水组成的文字, 这个小号的水蜥蜴也看不懂, 这叫他们怎么交流啊? 大滚一脸猛逼, 但是为了在这个同族的雌性面前表现自己, 大滚还是用着原始的吼叫, 对着小号水蜥蜴叫了一声, 然后大滚就去扶起地上的小号水蜥蜴, 小号水蜥蜴盯着大滚, 倒也没觉得他有什么恶意, 而且本有的亲切感也让水蜥蜴不自觉地伸出手, 然后, 然后好吧, 气氛一度尴尬, 大滚不知道该如何与这个同族交流, 更没有讨好雌性的知识, 所以一时间就站在原地不知道干啥了, 而小号水蜥蜴也差不多, 不过或许是因为来到了陌生的地方, 看着大滚这个同族莫名地有安全感, 所以他自己自发地对着大滚有一搭没一搭地低迷着, 大滚则显得有些受宠落惊, 反正挺美地不断低吼回应, 甚至戏到深处, 为了体现自己雄性的保护欲, 他还用手臂抱着小号水蜥蜴的腰, 总之, 两个怪物你浓我浓, 互相看对眼的场景, 让一直闷头看戏的康乔都不自觉地想要笑, 草, 做怪兽了, 还要被撒斗粮, 不过这画面还挺和谐的, 不错不错,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因为小号水蜥蜴的加入, 大家都互相地熟悉了一下, 然后五个巨兽便全部看向了眼前这无形的戒壁, 你们都离我远一些, 我试试看自己现在能不能剖开这个鬼玩意儿, 康乔发话了, 四个巨兽当然听从, 他们纷纷远离康乔一些距离, 然后, 就在似受期待与好奇的注视下, 康乔开始准备了, 目视前方的无形戒壁, 在康乔的心脏部位开始又有白色的光, 顺着身躯上显化的纹路散布全身, 目前康乔已知的自己大概就三个能力, 一是普通的火焰攻击, 可以范围光波, 也可吐出热核射线, 但都有一定的反作用力, 二是现在这白色火焰, 有范围性领域球状攻击, 也可原子吐息, 没有反作用力, 大概原理类似激光, 三反重力, 还不明显, 只能微微减轻一些自己在星球内部的重量, 原子吐息对康乔的消耗最大, 但同时也是在星球内最好的攻击手段, 因为这没有反作用力, 也不会因为口吐攻击, 而使得自己向后方滑行飞退之类的事出现, 所以, 在选择性上, 康乔肯定选择了原子吐息, 以他如今这1.2公里, 1200米, 高的体型, 那原子吐息的强度, 绝对超过了他自己已知中的任何哥斯拉, 仅仅不到十数秒的准备, 康乔的身躯上, 就已经满步熊熊燃烧的白色火焰, 只是有点诧异的地方, 这白色的火焰, 虽然也具备很强很强的高温, 却并未对四周的气温产生任何影响, 那感觉就好似一切温度全部都被收束在了火焰的内里, 而没有向外扩散一般, 看着康乔突然化为白色火焰的巨兽, 远处的三叶虫瞪大着小眼睛, 嘴巴都不自觉张开着, 三叶虫只觉得康乔好强好强, 也好漂亮啊, 那是崇拜的目光, 如果眼睛里可以冒小星星, 那么此刻三叶虫的眼睛内绝对会有, 两只水蜥蜴, 目前的状态虽然没有三叶虫那么夸张, 但也很吃惊, 大滚只觉得康乔很强, 是自己追求的目标与方向, 而小浩水蜥蜴在吃惊的同时也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这个熔岩的巨兽能够打败那三个章鱼了, 至于巨鹅, 银塔库亚因为已经见到过一次了, 倒没觉得有什么, 看着周围三兽的吃惊, 巨鹅反而觉得它们有些大惊小怪, 熔岩本来就是最强的,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以后的熔岩肯定也一直是最强的, 而且手段肯定不限于此, 反正巨鹅感觉无所谓了, 反正只要知道熔岩最强就行了, 一直跟着熔岩绝对不亏, 好吃的好玩的都会有, 还不用担心别的巨兽来害它们, 总之巨鹅还挺美, 也挺重于现在的生活, 就在四兽各有心思的时候, 终于, 康乔的巨口张开了, 那一颗中北之地的极叶天空瞬间被照亮, 那一道光是如此的耀眼, 也是如此的可怖, 巨大的光束毫无声响, 但却在喷出口的瞬间, 就已经落在了那无形的界壁上, 而也就是那一刻, 所有人都看见了, 那无形的界壁与光柱接触, 并未产生任何爆炸的声响, 只是在被光柱击中的地方, 那无形的界壁边缘, 正在荡开一道又一道闪耀的光, 那无形的界壁, 正在分散康乔原子土稀冲击而来的能量, 那一圈又一圈的光扩散得非常广阔, 就好似皆壁上荡开的波纹一般, 竟然都散播到了界域外天空的一部分, 而此时的诸神世界, 奥丁与尼奥尔德两个神族, 正在阿斯加德商议一系列协议, 为了让两族都互相信任, 在奉奥丁为神王的同时, 两族会互相交换人质, 尼奥尔德为了表现自己的诚意, 就以自己为质, 同时为质的, 还有他的两个女儿, 日光与丰饶之神弗雷, 爱情与美丽之神的弗雷亚, 而奥丁的阿萨神族则派出了奥丁的兄弟之一, 海尼尔与智慧巨人秘弥尔为之, 以此, 两族正式达成和解, 在这之后, 两族自然也要商议, 围剿追踪那条蛇类的异域邪神, 不过, 就在此时, 突然间, 诸神好似全部感应到了什么一般, 顿时全部抬头并看向了天上, 此时, 整个世界术的世界, 天空正在荡漾着一圈又一圈的光斑, 这光斑闪耀且极为耀眼, 并且显得非常壮观, 这是发生什么了? 有人知道情况吗? 诸神议论纷纷, 并且下意识的很多人, 全部都看向了为首的奥丁, 奥丁皱眉地注视着天空荡漾的光波, 最后微微舒展眉目, 诸神无需惊慌, 那不过是有异域邪神, 正在试图打破我们世界的戒壁吧了, 不过, 这个邪神当真自大, 诸神不须理会, 他很快就会知道世界术的伟丽是多么牢不可破, 奥丁这么说着, 很快就坦然地坐下, 看着奥丁如此, 诸神这才放心, 反而还有诸神调侃着这域外邪神的自大与不知所谓, 戒壁外, 此刻康乔也终于停下了吐息, 没用, 是啊, 至少几十公里高的巨数啊, 康乔现在的身高要放巨数下面, 那几乎跟一个大点的虫子没什么区别了, 要知道, 珠穆朗马峰也才八公里多的高度啊, 更何况, 这些年月之巨数总不可能不长吧, 就算长得慢点, 以康乔这点力量想来也不可能比拟, 更何况, 这巨数能提前比康乔他们长得大这么多, 康乔可不会认为他的成长速度会慢, 康乔本身也没期待过能破开这戒壁, 只是试试而已, 至少也要看看自己还差多少, 不过就康乔观察到的情况而言, 这戒壁当真是神异, 能笼罩半个星球就不说了, 竟然在面对外来的攻击时, 还会最大化地分散冲击来的能量, 着实有些让人无奈, 不过好在这巨数并未扩张领域, 也不存在能动的倾向, 不然的话, 面对这么个庞然大物, 康乔他们估计也只有逃的份了, 无形的戒壁恢复了平静, 而此时其他四兽也向康乔靠了过来, 容颜怎么办啊, 还是打不开, 你说尹阁不会就这么死在对面吧, 巨额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为巨蛇担心的, 他和巨蛇的关系还不算太糟糕, 而且也没有太多的心思, 只是作为同伴的关心, 无碍, 对面的情况我们稍微等等凯亚吧, 他已经成功地击杀了那个逃走的家伙, 也获取到了一些对面的信息, 凯亚目前正在过来的路上, 我们再等等, 然后看情况再说吧, 另外, 以尹阁的小聪明, 就算他打不过对面, 我想应该逃是没问题的, 康乔这么说, 可不是无的放尸, 因为那女巨人他也见过了, 能力也就那样, 如果对面全是这种家伙, 就算数量多点, 想来巨蛇, 想要逃跑问题还是不大的, 至少钻地的功夫, 巨蛇还是很强的, 另外, 如果最后实在没办法, 康乔或许可以尝试一个更加疯狂的措施, 而那个措施, 康乔也不想用, 但如果对面真有入侵自己这半边的星球苗头时, 那康乔可不管了, 所以, 具体情况还需要再看看, 诸神世界, 世界术, 凯亚已经到来, 而且根据他吞噬的神奇那灵魂碎片, 他获取到了一些散碎的信息, 这些信息对于康乔来说算是够用了, 有点意思啊, 原来这巨树真的不能动啊, 得到信息的康乔可谓是眉头瞬间舒展, 也就是那个什么寒冬女神, 是为了寻找预言中诸神黄昏的由头, 采了我们这个世界的, 凯亚, 是的, 妇神, 我得到的信息的确是这样, 不过他们这些邪神的能力太过诡异了, 所以, 妇神我觉得也不能排除 对方是为了欺骗我和妇神, 而故意留下的这些信息, 凯亚总是考虑的最多, 自然怀疑不会少, 听着凯亚的话, 康乔点了点头, 虽然这些信息真假不好分辨, 但我想, 应该总有一些是正确的, 毕竟要让信息看起来像是那么回事, 最好的办法就是真的中混杂着一些假的, 另外, 关于对面那个世界, 两个神族争夺世界控制权而内战的信息,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 为什么他会一个人出现, 而不是多个了,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当前倒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 接下来不过就是继续继续实力, 然后与对方在未来的战场上互相见真章, 康乔想通这一切, 原本的担忧与疑虑瞬间就散开了, 很好, 看来时间还很充裕, 康乔其实对于星球的生灭并不是那么在意的, 只是现阶段他还需要在这个自己出生的星球多呆呆, 离开了这里, 鬼知道外面的宇宙是什么样的, 而且也没那么有安全感, 所以, 就目前而言这颗星球不能毁了, 还有, 在这个世界下, 自己还有一群信仰自己的小生物呢, 无论怎样, 康乔还是想要照顾一下的, 想到这里, 康乔当即就有了决定, 凯亚, 接下来, 我需要你做一些事, 父神请吩咐, 凯亚恭敬道, 其实事情也没太复杂, 就是我需要你之后一直多多关注这个世界的情况, 也多多照看你的族人, 我想你也应该很想看见自己的族人更好的发展吧, 这也算是为了应付以后可能到来的来自对面的威胁, 听到康乔这么一说, 凯亚顿时心有感动, 那父神, 我具体该如何做呢? 嗯, 具体嘛, 也不要插手太多, 不如你就直接挂在你们认为是圣城地方的天空上吧, 你只需要时刻注视, 一下地面的小家伙不被灭族就行了, 至于你自己想多插手的话, 我也无所谓, 但这样对于新生代可不太好, 另外, 其实对于你们这些小家伙, 对我的信仰来说, 经过这次的事, 我其实也有一个小建议的, 康乔话音落下, 凯亚顿时有些莫名的激动, 父神终于还在一起他的子民了, 一反上次的状态竟然有了新的神域, 而且以父神的智慧, 这次的神域必将让地上的族人受用无穷, 多么厚重的神恩啊, 凯亚已经不自觉地为地上的子民感到高兴, 凯亚此前嘴上说着自己不想理会地上的事, 但结果呢? 这次还是插手了, 康乔深之人的两面性, 就像老人嘴里常说, 儿孙自有儿孙福一样, 真当儿女遇到事了, 他们能不管吗? 智慧生命与人一样, 是有感情的, 不是机器, 而且凯亚的信仰, 绝对无母庸之仪, 他的信仰, 只是严于律己, 宽于待人而已, 他不是传统神话中的那种狂信徒, 他的狂信只针对自己, 而且还是很有理智, 很有辩证思维的那种, 这种信仰也是康乔喜欢与众议的, 而且说到底, 康乔自己都不在意信仰, 更不想要一群脑残的疯子, 所以啊, 与其让凯亚什么都不做, 还不如随了他的心意, 让他这在地上看着自己的子孙后, 带成长与发展吧, 这便是康乔对于自己这个仆人最大的宠爱了, 而且, 就算凯亚要多加干涉地面的事, 康乔也不会管的, 说过来说过去, 康乔其实一直都不怎么在意自己的这些小家伙, 自己怎么弄, 这都是他们族群自己的选择, 随他们去吧, 只要别把自己搞团灭了就行, 好歹留下一些文明的火种, 还请附神明示, 凯亚再次满含虔诚的开口, 嗯, 我的想法是, 既然你们有狂热信仰于我, 还有信仰秩序众神的子民, 那么就让这些有着虔诚信仰的子民, 去只做信仰传播方面的事, 而其他有为族群发展思想的, 并且不是一门心思在于信仰的人, 则让去努力发展子民就好了, 说得更明白一点的话, 那就是你要让地面的这些小家伙将权力分开, 信仰是信仰, 子民的生活归生活, 懂了吗? 受限于时代, 凯亚不懂, 完全不懂, 这有什么区别吗? 所以, 凯亚瞪着大眼睛无辜地摇了摇, 看到凯亚如此, 康乔也不着急, 而是耐心地解释道, 意思很清楚, 我的意思就是说, 管理子民的生活可以交给有头脑的人, 并且不是那么整天想着什么信仰的人, 而管理信仰的人则, 交给信仰最虔诚的人就行了, 大概的意思, 就是地面的小家伙们可以创建自己的国家, 然后在国家内单独设立教会教派, 双方既有联系, 但却明晰了权力的范围, 懂了吗? 不要让权力太集中在一个人或一群人身上, 渐渐分化权力,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有动力去获得更好的生活, 信仰不是全部, 总的来说, 我希望地面的小家伙都能过得更好, 国家, 教会, 凯亚好像有些懂了, 但又好像没懂, 不过最后, 他还是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懂了, 没别的意思, 只是凯亚不想让自己的父神认为自己很笨, 看着凯亚点头, 康乔也不再继续说了, 说得再好听, 康乔其实就是对目前地下五族的发展不满意而已, 他们都这么久了, 你们怎么还是和以前的制度一样, 看似像城邦制, 但又带点部落制的味道, 发展太慢了, 我得推一把才行啊, 不然没什么意思, 什么让地面的子民过得更好啊, 这一切完全是因为康乔想要看乐子而已, 权力是分化了, 所有人也有了更多的机会, 但机会多了, 矛盾也多了, 少不了流血的事件与冲突, 但是, 世界发展不就是这样吗? 没有冲突哪来的进步? 你不进步, 难不成一直待在原始时代? 那有什么好玩好看的? 当然, 目前康乔还是不想看见五族子民内耗的, 毕竟旁边还有一个威胁呢, 总得让他们有力气应对麻烦, 所以, 这不, 康乔让凯亚就在地面盯着吗? 有凯亚看着, 大的问题绝对出不了的, 这既满足了凯亚的心理需要, 也能让凯亚时刻注视对面世界的情况, 总之还算两全其美吧, 至于康乔自己与其他巨兽, 其实, 康乔已经有了接下来的打算, 那就是, 既然自己都能在太空长得那么快, 其他巨兽难道不行吗? 总体来说, 巨兽的成长不就是睡觉吗? 至于成长来源, 其实大半也跟现在这个时代的高辐射有关, 亦或者各自属性有关, 两只水蜥蜴与三叶虫都属水的, 巨鹅属蜂, 康乔也不知道外太空的辐射对它们有没有作用, 但总得试试, 毕竟这个世界的巨兽, 本就不可能按常理猜测, 所以, 这一次沉睡, 康乔准备带上所有巨兽了, 大家, 全部都睡在星球的轨道上, 是否正确也很快就有答案, 充其量不过是浪费几百年时间而已, 因为其他巨兽与康乔不同, 它们醒来的次数比较勤快, 如果发现不长个了, 也可以自行回去, 所以, 有了打算, 康乔便也给现在的武兽说了, 大滚上过天空, 恐高, 康乔很不愿意, 但他根本抵挡不了康乔那看向他的炙热眼神, 所以, 就算不情愿, 也只得乖乖点头, 至于三叶虫与心入火的小浩水蜥蜴嘛, 三叶虫没上过天空, 所以不知所谓, 小浩水蜥蜴之前被巨鹅抓了一路, 倒也没表现出恐高的倾向, 所以就当他愿意了, 反正, 别管个人意愿了, 康乔说什么, 那就是什么, 这些巨兽根本不敢反抗, 另外, 关于白色蜴虫可能正在复活的事, 康乔当然也提了, 总之, 只要大滚他们感应到了, 便可以自己组队去再次宰了他, 然后嘛, 关于地上跑掉的那个大黄章鱼, 那么重的伤, 至少康乔觉得自己下次醒来, 对方也不一定养好, 毕竟这次弄死的大章鱼, 不就还有两条腿没长全吗? 所以, 黄色的大章鱼并不用管, 再说, 地面也还有凯亚在照看呢, 说到这些, 康乔也有了新的好奇, 那就是他好奇自己吃了大章鱼可不可能获得水的能力, 同时也在好奇那两只死掉的大章鱼会不会复活, 总之, 再看吧, 等下次醒来, 一切都会有结论的, 所以, 交代完所有的一切, 康乔便让巨鹅先将自己带飞至外太空, 然后一一抓起所有巨兽全部进入星球外轨道, 整个过程持续了好些时间, 不过最终在经历了最初的慌望后, 所有巨兽也都算适应了吧, 三叶虫好奇地在太空翻滚着, 两只水蜥蜴则这里看看那里瞧瞧, 好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当然, 最后康乔也带着几个家伙来到了星球的另外一面, 从太空注视向那棵巨大的世界树, 从外太空看去只能看见树, 至于世界树内里世界的情况, 也就是能看见雾气与火焰的两个地域轮廓, 看上去完全没有生命活动的迹象, 但此刻康乔算是知道了, 这世界树里面的真实情况绝对是被隐藏了, 他们现在看见的不过是被遮掩过的世界罢了, 是幻想, 接下来我们全部都靠在一起沉睡, 都别乱跑了, 另外, 就算你们后续醒了也别到处乱跑, 按照我之前的交代做, 另外, 银塔库亚你要是不困, 多出的时间就好好教教这个心癌的家伙一些知识, 康乔对着所有巨兽再次吩咐, 然后这些家伙都是一个个点头, 说实话, 在这外太空, 就算康乔不说, 他们也不敢乱跑, 这外面一片黑漆漆的唯有太阳照射式的光亮, 才让众兽感觉到那么一丝安全感, 其余的时候, 他们可不想乱跑, 反而, 在康乔的身边, 他们才更有安全感, 在这外太空中, 四兽的能力其实都没受到什么影响, 就说大滚和三叶虫, 他们两个家伙熟水的, 就算周围没有水, 竟然都能神奇地从虚空中压榨出一些水来, 简直莫名的诡异, 那些水在真空中被冻结成冰, 然后两个家伙只是微微动用一下能力, 就又能让冻结的水化开, 真的, 看着这一幕时, 康乔对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看不懂了, 不过, 由此他对巨兽们的未来又充满了期待, 同时, 他也对自己此次的决定感觉到乐观, 这宇宙中沉睡绝对不会限制巨兽们的成长, 说不定还真有其他好处, 总之, 在康乔看来, 这些家伙迟早都会是一群宇宙怪兽啊, 上线绝对不会低, 有这么一群小伙伴, 康乔已经满足了, 所以, 接下来也没什么让康乔在意的了, 他已经困了, 毕竟在星球内那么两次弄下来, 对康乔本身身体的负担还是不小的, 作为成长期的巨兽, 他还需要更多, 更多的沉眠, 更多更多的成长, 接下来就让时光转动起来, 就让世界等待他的再次苏醒吧, 黑石城中, 经历过一系列的混乱, 现在五族的子民真的很难受, 此前内战, 再加这一次与深海之子的战斗, 可以说又让他们减员了近六十万子民, 这些减员的子民死亡最多的还属近海之子的鲨鱼人, 因为三大章鱼本就是从近海一路过来的, 在近海的水下城市中, 鲨鱼人近乎几近全灭, 至于沿岸, 那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几座城市也全部毁了, 然后那边的五族子民除了疯之子, 也几乎全灭, 这么一弄下来, 如今整个五族的人口瞬间也不足八十万了, 三千年下来, 依靠神文带来的繁荣, 顷刻毁了五分之二, 邪神带来的灾害让五族子民恨极, 好在, 最后伟大的荣岩之神与风之神明降临了, 他们再次拯救了秩序的子民, 也消灭了入侵邪神的其中的三个, 那一刻, 秩序的子民真的余有荣岩, 只是遗憾的是, 这次降临的两位秩序之神来得快, 秩序子民都还未来得及朝拜与供奉他们, 就再次离开了, 秩序诸神是那么的人爱他的子民, 他们要去对付更多来自混沌的邪恶, 是的, 在祭祀的口中, 自家神明的离开必然如此, 如果没有秩序众神的努力, 秩序子民绝对不可能平静如此之久, 总之, 在祭祀们的宣传中, 他们的神明之所以离开, 完全是因为他们的神明要一直与邪恶战斗, 而这次出现的邪神, 就是在秩序众神战斗中的漏网之鱼, 他们正面打不过秩序众神, 竟然卑劣地对秩序子民出手, 只是, 秩序众神是睿智的, 是无与伦比的强大, 他们早早就知晓了这些邪神的想法, 所以, 最后秩序的众神在审判日的这天降临了, 秩序的神明杀死了这些卑劣的邪神, 然后他们便再次回归战场, 去往那与邪恶混沌战斗的中烟之地, 如此精彩绝众的脑补, 凯亚知道后, 简直惊为天人, 也有些苦笑不得, 不过, 或许这些地面的后背也没算说错, 至少, 秩序的众神的确是在应对潜在的邪神, 另外, 众神的光辉也再次向秩序的子民洒下, 当凯亚从天而降之时, 在无数子民的注视下, 凯亚宣布了秩序众神新的神起, 好吧, 虽然这神起仅仅是熔岩之神下达的, 不过熔岩之神意志就是众神的意志, 众神意志也是熔岩之神的意志, 这有什么不对吗? 这次的神起, 凯亚传达了国家与神权的最终概念与界限, 最终地面的子民怎么去理解, 怎么去做凯亚就不管了, 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反正, 随着这些秩序子民自己鼓刀吧, 另外, 凯亚也提到了, 在四海中, 于淤泥与众水之神的领域, 那里还有一个种族需要秩序五族的开化与教导, 那些子民是一群类似海象一般的玩意儿, 乘着圆圆大脑袋, 有着粗壮四肢的家伙, 总之, 在新的神域中, 那些众水子民便是秩序五族, 接下来需要融合的一个新的种族, 另外自此, 秩序众神从五神变成了六神, 秩序众神的数量增加了, 这对于地面的信徒和子民而言自然象征着强盛, 对于神系多了, 新的一名神奇, 秩序子民只感觉高兴, 并未抱怨要开化一个种族的难度, 总之在这个时代, 信仰还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只要以神之名下达命令, 那么地面的信徒绝对是会拿出全部的力量去做的, 无论艰辛与困难, 宣告完这种种一切, 凯亚同时也告知了地面的子民, 他将作为秩序诸神的眼睛一直盛成的上空, 注视秩序子民的发展, 然后便是一系列督促秩序子民要感谢秩序众神的恩典与厚爱, 好好发展之类的, 再然后便是宣告, 没有重要的事不要打扰他, 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要因为他的偶然可能会离开圣城而胡思乱想之类的, 所有一切大概如此, 如此, 秩序子民终于开始掀起新的历史篇章, 时光在流转, 世间的一切也都在变化, 诸神的世界内, 巨蛇影格感觉自己等得好苦啊, 为什么容颜还没来救我啊, 不会是大滚说我坏话了吧, 肯定是他, 回去我一定要咬抱他的头, 时间一天天过去, 巨蛇影格睡了醒醒了睡, 每一次都在等待着有康乔闯入这个世界的可能, 为此他每次还偷偷摸摸地冒着被一群神明追着杀的风险冒出地表, 可惜啊, 这等啊, 等的, 等到最后巨蛇影格都绝望了, 容颜他们不会以为我死了吧, 所以根本就没想过来救我, 不会的, 容颜不是那样的兽, 他肯定在等待机会, 对的, 肯定是这样了, 那个无形的戒壁太难打破了, 容颜他们一定还在找机会, 我要继续等下去, 千万不能让这些家伙把我杀了, 不然那也太冤了, 又一次的巨蛇影格拖着全身被诸神追杀的有些惨兮兮的身体, 躲入了地下更深处, 时间过得越久, 巨蛇就越希望能回到以前的世界, 能够无忧无虑地睡觉, 睡醒了, 还有吃的日子, 偶尔跟大滚痘痘嘴打打架,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那么美好, 影格感觉自己太惨了, 在这个世界, 每次醒了他只是想弄些吃的, 结果就被一群抑郁的神明追杀, 整个过程绝对快得惊人, 被诸神这么追杀久了, 影格已经恨极了这个世界的神明, 再一次地躲入地下后, 这一次影格打算睡得更久一点了, 也千万不要贪嘴, 甚至去地面寻找, 可能有容颜来救自己的消息, 时间过得太久了, 巨蛇影格都快忘了自己, 到底有过多少次希望, 又有过多少次失望了, 所以, 恨及诸神的巨蛇影格, 决定等自己变得更大更强后, 再去找诸神的麻烦, 为此, 影格躲到了诸神都不曾来过的凡事所在, 无尽深海的中心, 在深海的最底下, 气压是极为恐怖的, 而且还有非常多非常汹涌的暗流, 这个世界对比影格所在世界的深海, 环境简直更加恶劣, 也更加让人恐惧, 不过, 还好, 正因为这里环境的恶劣, 也更好地能让影格沉眠, 这次陷入沉眠后, 影格几乎再也没有外出过, 时间久的, 甚至让诸神都快忘了自己所在的世界, 还有一个躲藏的邪神, 无尽的时间之风吹过整个星球, 或许是千年, 又或许是万年, 终于, 巨蛇醒了, 然而, 这一次苏醒并不是巨蛇影格自己想要醒的, 而是他听到了海面上巨大的吼叫声, 那是痛苦的嚎叫, 也是惊慌的嘶鸣, 影格感觉到了自己的成长, 但并未有到自己想象的那么强, 所以, 他本不想出去的, 但在深海中度过的时间实在太久了, 他太孤独了, 也很久很久没见过阳光, 甚至吃过一口东西了, 因此, 他最终还是忍不住诱惑与好奇, 他动了并且开始缓缓靠近海面, 靠近海面, 借着海水上渐渐明亮的阳光, 影格终于看清了恐慌嚎叫的食物来源, 那是一条蛇, 是的, 一条银白色的蛇, 而且, 此时抓着这条银白色的人, 影格认得, 那是当初在地面追杀自己, 给予自己伤口最多的人, 诸神呼唤的声音是叫做奥丁, 巨蛇影格虽然听不懂诸神的语言, 但也知道这个谐音就是这个神奇的名字, 为此, 在看见奥丁的那一瞬间, 影格隐藏在海底的神情, 立刻就变得凶横起来, 不过, 影格已经被追杀太多次了, 他学乖了, 他不会轻易出去, 然而, 此时就在影格出现之时, 那个叫做奥丁的, 却开始盯着他表情淡漠的自说自话, 抑郁的邪神啊, 躲在这里这么久, 想来也很饿吧, 来吧,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就当是这些年来你没有霍乱, 我们世界, 我给予你的赏赐, 巨人化状态下的奥丁, 松开了手中的银白色巨蛇, 然后, 这条巨蛇就开始向着海里掉了下去, 那一刻, 或许是因为仇恨, 看着银白色的巨蛇掉落下来, 更加巨大的黑蛇, 其庞大的头部竟然猛然冲出, 并且一口就吞掉了那银白色的巨蛇, 看着恐怖的黑蛇吃掉了那小小的白蛇, 奥丁这一刻满意了, 然后, 他便不讲武德的在手中显化出了神器永恒之枪钢格尼尔, 手持神器, 奥丁猛然大喝, 可恶的抑郁邪神, 好大的胆子, 竟然躲在这里, 还吃掉那可怜的侄子耶孟加德, 你找死, 那一刻, 庞佛世界所有的神力都开始汇聚到了奥丁手中的长枪上, 天空乌云滚滚, 天山雷鸣, 整个世界都能听到那属于神王奥丁的怒吼声, 万千雷霆与云雾加持在神枪之上, 伴随着奥丁爆喝一声, 那长枪便从奥丁的手中投掷而出, 神器刚格尼尔在脱离奥丁之手时猛然迎风而涨, 那一刻, 长枪长达千里之距, 伴随着风雨雷电与无尽的神力加持, 那一枪狠狠地刺穿了已经长约近三千五百里的巨蛇头颅, 巨大的黑蛇吃痛地尖笑一声, 随后便彻底开始沉入海底, 看到如此一幕, 奥丁满意了, 而神枪早已再次回到了他的手上, 而此时, 在诸神赶到之时, 奥丁便告诉了众神自己那侄子的悲惨遭遇, 对此, 诸神庞佛好似早有预料, 一个个开始装模作样地安慰起奥丁, 待诸神离开后, 现场唯独剩下了两名女神独自看着无尽深海叹息, 可怜的耶梦加德, 可怜的安格尔达伯, 日光与丰饶之神弗蕾, 有些叹息的开口, 这一切都是注定的, 自从奥丁当上神王以后, 他就彻底地变了, 当然, 这一切还是因为火焰之神洛基太过自大, 也太过肆无忌惮, 现在他自己正在遭受惩罚不说, 就连他的孩子也正在一个个被奥丁算计, 爱情与美丽之神弗雷亚, 安慰着自己的姐姐说道, 我不是同情洛基, 洛基就是了名副其实的诡计与恶作剧之神, 诸神给他追加的神明可没有一点错误, 他最有应得, 毕竟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叛徒, 与奥丁结议, 背叛巨人族, 背叛我们华纳神族, 后来更是因为与奥丁是兄弟的缘故, 肆无忌惮, 这一切都是他最应得的, 我只是同情我们华纳神族的安格尔达伯呀, 也同情他的孩子, 他是无辜的, 耶梦加德也是无辜的, 弗雷还是忍不住叹息,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 只是, 我有些好奇, 为什么奥丁这些年再也不提抑郁之神的事, 更不提出去的是, 他这是被诸神黄昏的预言吓破胆了吗? 弗雷亚思索道, 哼, 奥丁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奥丁了, 他现在可是神王, 安于现状有什么不好的? 看看吧, 现在他都能随意地对一个孩子出手了, 他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这样的人, 还是当年那个奥丁吗? 他早已被全力腐蚀了内心, 也被那摸不着看不见的诸神黄昏的预言吓到睡不着觉了, 可是, 姐姐这样下去真的好吗? 这可是事关我们一个世界的存亡啊, 好与不好, 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难不成, 我们还能叫我们的族人再次起来与阿萨神族打伤一场吗? 弗雷摇头苦涩一笑, 不可能的, 现在的族人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族人, 他们早已喜欢上了这样没有战争的和平日子, 诸神全都腐朽了, 他们沉迷权力, 沉迷声色, 沉迷这虚幻虚假的一切美好, 没人会愿意再站出来反对奥丁的, 就连我们的父亲也一样, 弗雷亚别多想了, 走吧, 这一切根本不是我们两个人就能改变的, 弗雷有些失望地摇着头, 转身便走了, 看着自己姐姐的背影, 弗雷亚一时也不知道在想写什么, 他只是深深地看了看天空下这无尽的深海, 最后也还是跟着自己的姐姐离开了, 漆黑的海底, 此刻巨蛇的脑门上还在不断冒险, 只是, 虽然脑门在冒险, 巨蛇影格却又显得非常平静, 漆黑的树童望着天空散去的诸神, 他不再装模作样, 也不再扭曲身体, 这样的痛苦以前他经历的多了, 他在成长, 诸神也在成长, 但是这一次他发现, 诸神的成长的确是远远落后于他的, 所谓的冒险巨蛇影格紧紧看了一眼, 然后原本冒险的窟窿地方血肉立刻开始飞速衍生, 仅仅不到半天, 巨蛇影格的脑门上那伤势便恢复如初, 然后巨蛇的腹部开始蠕动, 随着一阵呕吐的动作, 一条白色的蛇被他从嘴里吐了出来, 这小小的白蛇被影格从嘴里吐出来的时候, 还有些迷茫, 但很快, 他就看清了眼前这个比自己大无数倍的漆黑巨蛇, 啊,不要吃我,不要吃我, 眼前的白色小蛇对着影格就害怕地吼叫起来, 这种吼叫伴随着的是来自灵魂的传音, 这种能力几乎是这个世界神族的标配了, 听着脑海内的声音, 影格笑了, 自己总算聪明了一回啊, 仅仅是听见声音, 他就这么笃定道, 联想到此前那奥丁的行为, 巨蛇影格感觉自己赚大了, 虽然影格不知道借刀杀人的成语, 但他也知道奥丁绝对不会那么好心地, 给自己送食物, 就算是食物, 影格也根本不敢乱吃, 他刚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演戏而已, 他要让诸神轻视自己, 他要装作自己受到重创的样子, 他还需要更多更多的时间, 现在的影格早就放弃了等待康乔来救他的期望, 他要自救, 为此他更加需要小心翼翼, 也需要帮手, 而现在, 这个帮手有了, 这是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样的家伙, 虽然小了点, 也白了一点, 但不知怎么的巨蛇, 就是对这个小家伙充满好感, 更别提, 那奥丁刚刚如此做作, 看来这个小家伙, 定是在什么地方惹了奥丁啊, 而且身份肯定不一般, 不然奥丁那个神奇, 肯定不会这么打张旗鼓, 所以, 这个白色的小家伙, 定然就是一名神奇的后代了, 在这个世界这么多年, 被追杀那么多时日, 对于这个世界, 巨蛇可不是一开始的一无所知, 神奇也是会内斗的, 就像他原本所处的世界, 巨兽们互相敌对一般, 所以, 巨蛇也想学学康乔, 找到机会, 拉拢一些神奇, 但他一个外来户, 又不会传音的能力,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为此, 他也很失望, 最终也才选择来到这里沉睡成长, 然而谁知道, 这样的机会, 突然就被叫做奥丁的家伙, 送到了嘴上, 好吧, 虽然看着这白色的小蛇, 巨蛇也不对他的能力有什么期待, 但好在能多个聊天的, 巨蛇太孤独了, 也太孤单了, 在这个世界越久, 他就越怀念, 此前与水汐他们打闹的时日, 甚至是看着自己子民公为自己的样子, 然而在这里, 他什么都没了, 醒了睡, 睡了醒, 完全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对象, 所以, 与其说巨蛇影格, 是想找这个白色的小家伙做帮手, 还不如说他就想, 有个唠嗑的对象, 再者, 自己是蛇, 奥丁那么巧, 就给自己扔个小蛇下来, 巨蛇影格还担心, 这是个卧底呢, 所以, 巨蛇打心底, 就没想过让小白蛇做什么, 听到白色小蛇的祈求与害怕, 巨蛇影格一时来了恶趣味, 便打算吓一下他, 哼哼, 小家伙, 看到我, 我想你就应该知道我是谁吧, 白色小蛇慌张点头, 知道, 你, 你就是抑郁的邪神, 是诸神大叔们嘴里的怪物, 邪神, 怪物, 巨蛇一愣, 随后也不生气, 反而笑呵呵道, 我是怪物, 那你又是什么, 你看看, 你跟我长得多像啊, 我才不是怪物, 我的父亲可是伟大的火焰之神洛基, 我的母亲, 还是第一代巨人安格尔达伯, 我是神族的孩子, 我可是神族, 白色小蛇有些急了, 立刻反驳道, 哦, 神族啊, 还有巨人母亲, 嘿嘿, 真是好运气啊, 既然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就更应该吃了你啊, 要知道我这些岁月, 可被诸神害苦了, 巨蛇影格露出了危险的目光, 啊, 不要, 不要吃我, 我, 我, 呜, 好吧, 这个白色的小蛇又被吓哭了, 看到这里, 巨蛇影格顿时感觉有些索然无味, 好了, 小家伙别哭了, 看看你像的什么样子, 就这样, 还是神族, 在我们世界, 我的那些子民可个个都比你勇敢, 呜, 我还小啊, 我又不是大人, 呜, 白色小蛇继续哽咽道, 什么小语大的, 巨蛇影格心里可没这些概念, 这也不是你哭的理由, 好了, 小家伙别哭了, 给我说说, 你怎么会被奥丁那个家伙扔到这里来的, 你惹了他, 白色小蛇慢慢停歇了意念中的哭腔, 然后这断断续续的道, 才不是呢, 奥丁叔叔明明说是带我出来玩的, 带你出来玩, 巨蛇影格都快笑了, 带你出来玩就是送给我当食物, 你这小家伙可真逗啊, 还想欺骗伟大的蛇之神, 小心我吃了你啊, 我知道, 我知道为什么奥丁叔叔要这么做, 小蛇心情有点低落, 哦, 巨蛇影格来了兴趣, 看着巨蛇那硕大头颅的阴影, 小蛇眼里有着害怕与委屈, 因为, 因为我的父亲洛基设计, 杀了奥丁叔叔的儿子, 所以现在, 我的父亲正在神殿受罚, 奥丁叔叔明明对诸神说过, 不会对我父亲的家人做什么的, 他也对我说过, 那都是父亲应得的惩罚, 等父亲受够了刑罚, 也认错了之后, 他就会放了父亲的, 奥丁叔叔还说最喜欢我了, 所以看我伤心, 就带我出来玩听到白色小蛇的叔叔, 巨蛇影格满脸问号, 我的天, 这个世界怎么还有跟科塔亚特一样蠢的家伙, 哈哈哈哈, 巨蛇影格快笑死了, 这一笑, 甚至都有一种要发泄出这无数岁月的孤独与苦闷一般, 小家伙, 你可真是够蠢的啊, 快笑死我了, 还有什么好笑的事吗, 来来, 再给我说说, 说好了, 我就不吃你, 巨蛇有些意犹未尽, 然而小蛇就感觉一点都委屈, 蛇与蛇就没有一点同理心吗, 不过迫于抑郁邪神的威严, 耶梦加德不得不继续说起有关于诸神世界的事, 这些事都是耶梦加德听自己父亲以前说的, 比如巨人夏基对奥丁没有提前透露关于抑郁之事, 导致自己女儿生死这件事, 竟然绑架了青春之神尹奔,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洛基也有参与协助, 然后便是诸神发现青春之神没有按时给他们送去青春的苹果, 顿时发现其中缘由, 然后愤怒地杀死了巨人夏基, 至于所谓青春之神尹奔骂, 那其实是照看世界树上接触的青春之果的女神, 在这个世界, 只有青春女神被赋予了摘取青春之果的全能, 而青春之果则是防止诸神变老的事物, 是的, 在这个世界, 诸神会老, 面容会老, 但不会死, 但诸神哪个想变老啊? 所以, 诸神对青春之果的重视绝对可想而知, 巨蛇隐格就这么听着, 然后不断从耶梦加德嘴里得到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 这些信息他以前可不知道啊, 现在知道了这么多, 可想而知, 巨蛇隐格有多么即可, 这些信息可全是他脱困与报仇的希望啊, 为此, 这一大一小, 一黑一白的两蛇就这么交流了起来, 直到很久很久之后, 划分两头, 在巨蛇隐格沉睡与谋划诸神世界之时, 在世界的另外一边经历过万余年的时间吹拂, 此时在秩序众神的神域内, 秩序六族早已发展出了超过千万人口, 看似这千万人口不多, 但不要忘了他们可是巨人, 更别提他们还有着自己的血清也跟着在壮大, 世界虽大, 但千万的人口规模已经超乎想象的庞大, 如今, 秩序六族在神域下已经分化发展出了四个国家, 以圣城为代表, 统治中央大陆的是恐龙人组建的熔岩之国, 而以环绕中央大陆边缘建造国家的, 则是蛇人统治的蛇之国, 而在海洋中三族则融合为一国, 名为水之国, 共同统御大海, 最后便是统治天空的风之子, 他们在一座座山顶建有一国名为风与雾之国, 四个国度共同拱卫着圣城, 王国当有国王, 秩序教团则有教团长, 国王管理各国子民、军队等一切, 而秩序教团只允许传播信仰, 而不再被赋予插手非信仰之外的任何权利与事务, 当然这也不是说秩序教团没有权利了, 因为在四国中除了国王与贵族外, 最有权利的便是教团的祭祀人员, 他们超然无外, 他们是各国与神史交流的主要渠道, 同时也是他们规范了各国各族的信仰, 各族只得信仰自己的父系或母系神明, 反尾者皆会受到教团的审判, 如今在四国内都驻扎有教团的祭祀与护教者的信徒, 他们不光监督信仰, 偶尔也会在盛大节日时负责主持与神明有关的节日, 总之在现如今权利被很好的分配, 各行各业都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出现并繁荣, 万年的时光, 秩序六族已经过去了三四代人, 新生代从未有见过神明的机会, 就连所谓在那圣城的天空, 有着那让人无比敬畏的神之使者一世, 很多人都不曾见过, 但无论新生代怎么发展, 因为信仰的深入人心, 六族三四代人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信仰观念, 早已经彻底深入人心, 秩序众神是不可亵渎的, 任何亵渎秩序众神的行为, 都将遭受教团最严厉的惩罚, 此时, 在秩序的圣城内, 在那教团的巨大圣殿一侧, 稍显矮小的王宫内, 一名恐龙人的王子, 正聚精会神地听着祭祀给他讲述的, 有关于神明的光辉事迹, 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荣岩子民的伟大父神, 从大地与荣岩之中出现, 那时的世界是摇晃的, 那时的天空是灰暗的, 那时的大地是一片焦土, 看着荒芜且混乱的世界, 看着空无一物且毫无生机的世界, 父神以无上智慧, 以这凡人无法想象的伟岸力量, 成功地召唤来了秩序的武神, 蛇之主负责环绕大地, 他以伟岸的身姿, 吻压大地四周, 让充满摇晃与不安的世界稳固, 近海之主则以海水浇灌上大地, 从而让大地的焦土与火焰熄灭, 风之主则让大地与天空吹过无形的风, 是他让空气变得清明, 一切都在向好, 然而那时的海洋一片狂暴, 并随时都有淹没大地的危险, 所以黑水之主到来了, 并与后续到来的重水之主, 一同为海洋与大地划清界限, 最后的最后, 等待一切尘埃落定之时, 秩序的诸神看着这片世界, 还是感觉少了什么, 于是, 我们的伟大且智慧的父神再次做出了启示, 父神以自己为原形创造了我们, 我们荣光的荣颜之子, 之后, 秩序五神看到我们父神的举动, 皆有所悟, 于是便创造了现今的秩序五族, 当然, 有了地面的秩序子民还远远不够, 因为秩序的子民是凡人, 需要吃东西, 需要生活, 需要更加柔和的世界, 于是, 这个世界在秩序主神, 我们伟大的父神领导的秩序诸神的伟岸神力倾覆下, 开始诞生了各种各样的生命, 花草树木, 鸟鱼虾米, 一切的一切, 尽善尽美, 这便是我们世界的由来, 也是我们秩序子民永远信仰的神明, 然而, 秩序的到来, 凡人的诞生终究迎来了混乱的邪神窥探, 由此, 秩序诸神与邪神的横骨战斗开始了, 而这也是秩序众神与邪神统统消失如此之久的真正原因, 在那高天之上, 在那星辰与星辰之间, 在那神的领域, 诸神与邪神一直都在战斗, 而这一切, 皆是仁慈的诸神, 为了庇佑我们这些柔弱的神之子民啊, 秩序的子民当之感恩, 也当之信仰, 是永远不可亵渡的, 在对于荣言王国王子的信仰启蒙上, 秩序教团可谓是极为重视, 老祭祀不是别人, 其实就是教团教团长之下, 那恐龙人一族原旨教派中的最高祭祀长, 秩序教团的教团长由六族的祭祀长轮流上位并掌权, 而且还是百年一更替, 教团长权力虽然最大, 但会受到其他五族原旨教派最高祭祀长的监督, 所以, 其实整个秩序教团就是六族最高祭祀场六人的教团, 任何事, 他们都会商议, 并且最终以投票的方式, 决定一些关于教团的较大事务, 六族, 六人, 也意味着可能平票, 但那是不可能平票的, 因为教团长在职期间一个人就相当于两票, 以此才能更凸显教团长这个职位不是白做的, 目前, 秩序子民的圣城虽然也是荣颜之国的王城, 但更多的还是属于秩序教团, 在这里, 荣颜之国的国王权力看似被圣城压缩了, 但这却也能保证, 荣颜子民作为秩序主神子民的特殊性, 也能凸显荣颜子民才是最虔诚, 最受神明宠爱的一族, 更何况, 就在圣城的天空上, 此刻还挂着一个属于恐龙人先祖灵魂而成的神之使者呢, 对于信仰的虔诚与否, 恐龙人一族比其他五族更加重视, 而这一切的原因正是因为秩序教团前身秩序神教引发的祸事, 亵渎秩序众神将遭受最残酷的审法, 而圣城断罪台那处, 那个令人可憎的怪物便是由此诞生, 他的前身本是王族, 是第一代荣颜之国圣王歌多的妹妹爱玲, 只因他亵渎了众神, 最后才落得如此下场, 听到老祭寺长的如此说法, 小王子童真的立刻出声, 哦, 老师, 这个我知道, 父王以前跟我说过很多次呢, 爱玲是爷爷的妹妹, 是爷爷父亲的弟子, 也是最无可赦的独神者, 作为王族, 我们要以此时刻警醒自己, 不要因为身份的高贵, 便妄图去做出那些亵渎神明的事, 我们王族之所以是王族一切的根本, 便是来自于父神的厚爱与卷顾, 所以为了回应父神对我们的卷顾与厚爱, 我们更应该时刻保证自己, 对父神伟岸永远有最虔诚的信仰, 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一直受到父神的厚爱与卷顾, 只有老祭司小腿根部大小的小不点, 坐在巨大的不像化的华丽兽皮床上, 兴奋地说道, 看着小王子那一副快夸我的表情, 老祭司长和蔼一笑, 并摸了摸他的头, 是啊, 老祭司抱起小不点, 然后走到巨大宫殿的窗前, 指着王城外面的穿行的各种族人流道, 看到了吗? 唯有维护秩序众神降下的信仰神域, 才能让我们秩序的子民在外观与外貌的不同上, 互相认可, 互相和平, 且繁荣地发展, 这一切的一切都来之不易, 任何人都不能有破坏他的想法知道吗? 作为王子, 伯亚德啊, 你以后更应该好好守护这一切明白了吗? 嗯嗯, 老师, 我知道, 小不点重重地点了点头, 对此, 老祭司很欣慰, 不过, 这个小不点此时突然又有些疑惑, 然后同真的问道, 老师, 我的兄长呢? 他是不是也会跟我一起当王啊? 我想和兄长一起维护父神的信仰, 小王子的天真, 让老祭司面孔, 微微呆了呆, 他想到了自己的另外一个弟子, 那一个非常聪明, 但是却天生残缺的弟子, 他是克洛颖, 是荣颜之国的大王子, 那是一个很是聪慧且善良的王子, 但是很可惜他从诞生以来就是残缺的, 而这份残缺也注定让他失去了可以成为国王的机会, 克洛颖的残缺既是身体上的残缺, 又是能力上的残缺, 他从诞生开始便没能得到神的卷顾, 是的, 他没有大多数熔岩之子该有的火焰能力, 不光是火焰能力没有, 就连他成年后的个头, 也仅仅只有不到六米而已, 在这个正常恐龙人, 都有十米到十五米体型的国度里, 毫无疑问, 在国王甚至很多贵族与平民看来, 克洛颖就是一个自己一族, 伟岸的父神, 抛弃的神器之子, 当然, 这个世界这个时代, 并不是只有一个神器之子, 早在神明离开的第八个千年的时候, 熔岩的子民也好, 又或是其他秩序五族, 他们全部都开始出现了神器之子, 只是这一开始的神器之子很少, 也仅仅引发了小范围的混乱而已, 但到了现今之后的两千多年, 新诞生的秩序六族子民中, 神器之子已经又诞生了许多, 这些神器之子, 现今几乎占到了秩序子民人口的近一层, 他们身材矮小, 他们弱不经风, 他们被社会与时代嘲笑, 甚至被偏见的区别对待, 总之, 这一切的一切, 秩序教团都看在眼里, 最终还是因为秩序教团干预, 解释神器之子并不是真正的神器之子, 而是因为神明离开他们的子民太久, 秩序的子民又无法近距离获得神明神论的缘故, 所以才造就了这些苦命的诞生, 只是, 这个说法虽然稍微改变了一点舆论的风向, 但神器之子的处境依旧艰难, 甚至还在被偏见所看待, 这一切的一切, 终归还是因为秩序的子民太过迷信力量, 与太过虔诚信奉神明的缘故, 短时间内, 这种偏见根本无法消除, 而且在贵族与王族中, 这种神器之子遭遇更加悲惨, 因为他们的存在被认为是一种对贵族, 王族自己高贵血脉的侮辱, 并且也玷污了他们对神明信仰, 为此, 神器之子的诞生, 往往都会被贵族甚至王族秘密处理, 要么就是被抛弃, 克洛隐生在王族家庭, 而且还是自诩血脉最高, 最神圣的家庭, 可想而知他境遇有多糟糕, 他的诞生本就充满了坎坷与偏见, 要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的母亲求亲与庇佑, 或许他也无法顺利长大, 他的父亲厌恶他, 甚至每次看见他都会转头就走, 而贵族的子弟, 更是毫无忌惮地讽刺与嘲笑他,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 可想而知, 这对克洛隐幼小的心灵带去了多大的创伤, 或许也正是因为看到克洛隐这样的悲惨遭遇而无法视而不见吧, 作为当代国王的兄弟, 现任恐龙人的原址祭祀长, 直接收下这个侄子为自己的弟子, 让其沐浴在教团的神恩之后, 这才让他的环境与心灵得到了许多改变, 但老祭祀是看着克洛隐这位大王子长大的, 如何不知道隐藏在他心底的那份不甘, 只是老祭祀也只能如此看着了, 超凡特性补足, 呵呵, 在王后祈求国王时, 也在克洛隐小时候, 这些早就是过了, 神器之子的柔弱身躯根本无法消化超凡特性, 更甚至, 吃下一些强大超凡生物的超凡特性后, 克洛隐还有几次差点就回过了神的怀抱, 总之, 一切的超凡特性根本无法被神器之子吸收, 这也好像更证实了, 他们就是神器之子的身份一般, 以此, 国王对于自己的这个亲生骨肉更加的厌恶, 甚至还连带地对自己妻子也充满了怀疑, 他在怀疑自己妻子对神明的信仰, 是否虔诚, 不过这一切最终还是直到小王子的诞生后, 国王才再次对王后好了起来, 只是, 现如今王后与国王的感情根本就不可能恢复如初了, 在收下自己的侄子成为自己弟子后, 老祭司尝试过很多办法, 只是一切都是徒劳的, 超凡特性无论怎么配比, 就算利用上神文的术法, 也无法让神器之子吸收, 不过老祭司没有放弃, 他一直都在尝试挽救自己弟子的未来, 但只能说暂时, 现今的教团还是没能成功地找到一条, 让神器之子成功服侍超凡特性的方法, 对于自己的这个弟子, 也是自己侄子的遭遇, 老祭司充满了同情, 也想挽救, 但这一切的一切, 终归还是那么让人难以如意, 思绪回归现实, 老祭司看向小王子伯亚德, 小伯亚德啊, 你要知道, 一个国家的王只能有一个的, 你亲爱的哥哥, 还有其他的事要做, 所以啊, 以后这个国家的王只能是你啊, 老祭司语气充满复杂, 啊, 只能有一个吗, 那让哥哥做王也可以啊, 哥哥可比我聪明多了, 而且我知道, 哥哥其实很想成为王的, 天真的童鹰再次让老祭司有些沉默, 是啊, 身在王族, 身在血脉本就高贵的家庭, 谁不想成为那独一无二的人呢, 而且以克洛颖的智慧, 老祭司觉得, 如果不看力量的话, 真的, 克洛颖会是一个合格的君王的, 再者, 克洛颖虽然是神器之子, 他却一直信仰伟大的父神, 这一点作为克洛颖的老师, 老祭司能够看出来的, 正因为不曾得到, 所以才更加向往, 更加虔诚, 乃至于想要神明收回神法, 让他能够成为真正的容颜之子, 然而, 现实的一切, 却是那么的残酷, 是啊, 嗯, 终归是要面对现实的, 为此, 老祭司在好好地安慰了小王子, 并让他睡下后, 他不紧不慢地走向了王宫的深处, 推开王宫的又一扇大门后, 老祭司看见了自己的兄弟, 那已经和自己一般年迈, 但依旧欣细国师的王, 王正在仔细地审批着, 安板上那来自各地贵族, 领主城上的兽皮文书, 他没有抬头, 便已经开口, 怎么样了, 我的兄弟, 我那可爱的小伯亚德, 还算聪明吗? 老祭司走进国王的身前, 柔和地点点头, 的确不错, 我这小侄子, 还算一个不错的弟子, 哈哈, 有你这句话, 我就满意了, 来来来, 看看这个文书, 这是关于荒漠那边那头, 一直不曾活动, 但却窜夺了父神些许权柄之邪神的信息, 老国王抬起头向着自己的兄弟招手, 然而他的兄弟, 此时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嗯? 老国王皱眉与老祭司对视起来, 我的兄弟啊, 你不会又要提柯洛颖的那件事了吧? 老国王庞佛猜到了什么一般, 放下了手中的文书, 神情严肃的, 老祭司神情不变, 一个国王是否强大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一个聪明的头脑, 以及虔诚信仰神明的心, 我觉得现在的柯洛颖, 已经都能够做到了, 而且, 所谓的神器之子, 你我难道心中还不清楚吗? 我们的先祖与神之使者, 早已在那次给出了回应, 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柯洛颖稍微多点期待呢? 或许她的存在, 能够顺利打破现在秩序子民, 对神器之子的偏见与偏激的看法, 也不一定, 听着自己兄弟的话, 老国王不为所动, 反而面孔还露出着极为霸道与压迫性的气势, 我的兄弟, 我想你可以回去了, 亡国继任者的事, 还轮不到你们教团插手, 另外, 我的兄弟, 我也奉劝你一句, 如果你不想看到熔岩的子民, 发生更大的混乱与灾难的话, 我觉得, 你应该尽快彻底打消, 你脑子里那愚蠢的想法,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好了, 我的话说完了, 请回吧, 老祭司也知道自己, 不可能说服自己的兄弟, 这位霸道的王, 但他更知道自己这位霸道的兄弟, 其实内心也隐藏着一份柔软, 只是, 他很少表露而已, 这次老祭司, 仅仅是再次试探自己的兄弟罢了, 他当然知道, 克洛银想要当上恐龙人一族的网友多难, 贵族, 领主, 甚至大多数子民都会反对, 强行登上王位, 无疑是让容颜之子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 不过, 就在老祭司快要走到门口之时, 他的脑海突然多出了一道声音, 老祭司回头看了看, 已经再次埋头于鞍板上, 看着文书的兄弟, 然后脸上这才突然露出一丝开怀的笑容而离开, 圣城的中央, 巨大的神殿内, 此时, 在六位神明的神像下, 一名矮小的恐龙人, 正虔诚地盘坐在其中主神像的下方, 他便是克洛颖, 也就是容颜之国的大王子, 克洛颖正在向容颜之神做着祷告, 并且是几百年来一直都未曾改变的习惯, 他的祷告时间比起他信徒更久, 也更加虔诚, 这一切仅仅只是为了赎罪, 赎去身上那将士时可能被神明所厌恶的罪念, 克洛颖虽然是神器之子, 但他对容颜与大帝之神的信仰从未丝毫改变, 他小时候的悲惨遭遇虽然不幸, 但也是幸运的, 因为他还有他的老师, 他的叔叔, 还有教团的祭祀和信徒们给予他的很多关怀, 他是被教团中大部分老一辈恐龙人的祭祀看着长大的, 虽然一开始那些老一辈很厌恶他这个神器之子, 但是或许是因为看到了这个神器之子对神明的虔诚吗? 慢慢的, 所有人开始对克洛颖的看法改变了, 克洛颖虽然是神器之子, 但是他那份想要赎罪和对神明的坚定信仰得到了很多祭祀与大多护教者的认可, 也正是如此, 现在的克洛颖在教团内过得真的很好了, 而且正因为克洛颖的例子, 教团对神器之子一开始的偏见已经消散, 甚至也允许一些神器之子加入教团, 人虽然不多, 但这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这一切都是因为克洛颖的聪慧与坚持而得到的结果, 一切都在变后, 一切都在变化, 但是克洛颖并不甘心, 他想要的并不是这些, 他想要得到自己父亲的认可, 他想要得到王国子明的认可, 也想帮助同是神器之子的子明, 他何曾不羡慕自己的弟弟, 不羡慕他被父亲那温柔的对待, 但是, 羡慕有用吗? 他毫无能力, 没有火焰的强大身躯, 他什么都做不到, 贵族与大多愚昧的子明, 根本不可能轻易放下他们对神器之子的偏见, 就连他那被国民爱戴的父亲也是如此, 作为神器之子, 他并不怨恨谁, 因为克洛颖知道, 怨恨并不能解决问题, 那只会将自己拖入无底的深渊罢了, 因此, 他一边祈祷着, 神明能够宽恕自己那自己也不知道的罪孕, 也一边利用着智慧感染更多的人, 为神器之子说话, 直到今天还依然还在做着这一切, 克洛颖还在祈祷着, 祈祷着只是就在这时一个祭祀的声音传来, 克洛颖, 老师叫你, 你赶紧过去一下吧, 克洛颖睁眼,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克洛颖站起了身, 随后再次对着神像鞠躬这才离开, 一座巨大的石屋内, 我的弟子克洛颖啊, 你最后的机会来了, 现在告诉我, 你的想法还是没有改变对吗? 老祭祀看着眼前矮小的弟子, 询问道, 老师, 您知道我的, 我的想法从未改变过, 克洛颖面上虽然无喜无悲, 但内心却已经在开始忐忑, 机会? 难道是? 克洛颖不敢继续想了, 他害怕他的老师并不是指的他所想的事, 所谓希望越大失望便越大, 然而, 很好, 我的弟子就应该这样, 克洛颖, 坐到我身边来吧, 是的老师, 克洛颖看着自己的叔叔兼老师, 心情真的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难道真是? 他有些不可置信, 甚至坐到自己老师身边, 现在都有些呆呆的, 看着克洛颖如此, 老祭祀终于不再饶舌了, 克洛颖, 我的弟子, 我的侄儿啊, 首先, 我得恭喜你, 你的父亲, 给了你一个机会, 机会? 克洛颖呆呆的, 显得很是震惊, 对, 机会, 老祭祀叹息道, 不过这个机会, 既是你的幸运, 也是你的不幸, 你可知你的父亲, 要你做什么吗? 听到自己的老师这么一说, 克洛颖终于回神, 他压抑心中的激动, 神色回归稳重, 不知, 不过我想, 应该不会是什么简单的事, 我了解我的父亲, 克洛颖想起自己父亲的性格, 与作风, 面色沉着道, 是的, 不仅不是不简单了, 对于你来说, 这几乎是九死一生, 克洛颖文言并未害怕, 反而好似早已预料到, 他目光坚定地, 看向自己的老师, 老师您直接说吧, 我早就已经为这一天做好准备了, 就算九死一生, 我也要去做, 否则我一辈子也无法走出自己心灵的阴影, 这即是父亲对我的考验, 也算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考验吧, 看着克洛颖如此, 老祭祀既是欣慰, 但同时也有联系, 苦了你了, 孩子, 老祭祀尽量轻微地拍了拍克洛颖的肩膀, 然后这才说道, 克洛颖啊, 在西面的荒漠, 你的父亲为你准备了一场试炼, 他要你带回钻地魔虫的大首领, 也及时修德梅尔的头颅, 钻地魔虫大首领, 修德梅尔, 饶使克洛颖知道, 这次的试炼不简单, 但依然被这个试炼的难度, 给弄得有些无措, 钻地魔虫一族早在万年以前就被秩序子民从肥沃的东边土地赶到西边的大荒漠之中, 秩序子民没有将对方杀光, 只因他们害怕经到大荒漠中心的一个邪神, 不过就算如此, 大荒漠的边缘还是成为了秩序子民围猎以及锻炼战绩的地方, 如今和平上万年, 六族统一了整个世界, 没有了勇武之地, 自然需要几个魔炼战士与后背的地方, 远海挖鱼人是其一, 西方钻地魔虫则是其中之二, 当然另外还有几处地方, 不过克洛颖都是了解的, 但现在说到钻地魔虫的大首领, 那可不简单啊, 在这上万年的猎杀钻地魔虫磨练六族的过程中, 钻地魔虫也不是没有变化, 而其中钻地魔虫的大首领休德梅尔便是这个最大变化中的一员, 那是一头体型比起恐龙人最大的血清还要大出不少的庞然大物, 不是邪神, 但也足够恐怖了, 就在一千多年前, 克洛颖的父亲, 现在恐龙人的国王, 在成功刻印三道神闻后, 还专门去找过那个家伙鄙视, 当然, 克洛颖的父亲的确是赢了, 并坐上了如今这国王的宝座, 但那一场属于他父亲的试炼, 他父亲并未赢得多漂亮, 最终还是让那个家伙逃回了沙海之下, 而或许也正是因为他父亲重伤了这个有点智慧且狡猾的修德梅尔后, 这家伙便已经很久没有在沙海的边缘地带出现了, 就算一些深入沙海中部的神闻战士, 也好久没有看见对方了, 他这么一个什么力量都没有的人去杀修德梅尔, 可想而知这个任务的难度有多高了, 找不找得到是其一, 关键的是找到了自己能打赢吗? 根本就没有机会的, 克洛颖的脸上浮现了苦涩, 然而就在这时好似看清了自己弟子的苦恼, 一旁的老祭司又道, 克洛颖, 放心吧, 你并不是没有机会的, 你的父亲给你准备了一个巨大的舞台, 他让我告诉你, 既然你如此聪慧, 那么就事事说服, 愿意追随你的人一起吧, 如果你愿意接受, 那么就在后天, 在盛城的广场上, 就在那里, 你可以随意发挥的口才, 你的父王与母后都会去, 王国的贵族们也会去, 自然, 我们秩序教团也要去见证, 当然, 你的这次试炼, 我们秩序教团作为见证方式, 不能给予你任何帮助的, 所以啊, 克洛颖啊, 你的父亲还是在意你的, 只是他有些, 嗯, 怎么说来着, 抹不开自己作为王的威严吧, 老祭司说道, 这里自己都笑了起来, 而此时, 克洛颖则显得有些不可置信, 父亲他真是这样说的, 他完全不敢相信, 那一直对自己那么冷淡的父亲, 会突然变得这么慷慨, 让自己可以在全族, 全圣城人的注视下, 进行一场如此神圣的试炼, 而且还能让愿意追随自己的人一起, 这样的话, 试炼的难度, 毫无疑问是降低了, 大概就是从地狱级难度, 降低到了噩梦级, 如果能有足够多的人帮助, 甚至还能下降等级, 一旦自己成功, 那么毫无疑问, 一直以战士荣耀为光的熔岩子民, 绝对不会也不敢阻拦他登上王位, 同时, 绝对也会有无数的人认可支持他, 看到克洛颖的怀疑, 老祭司无奈一笑, 克洛颖啊, 我从前就告诉过你, 所谓神器之子, 根本就不是神器之子, 那是因为我们秩序子民的能力, 本就来源于神明, 现如今, 我们已经有万年之久, 没有沐浴过神恩了, 所以, 你想啊, 神器之子的出现, 真的不过就是一种我们凡人能力的退化罢了, 你和其他那些对神器之子有偏见的子民一般愚昧, 一直坚信自己的诞生, 是因为所谓的灵魂冒犯了神明, 说你聪明啊, 在这一点上, 你又固执笨的, 让人心疼, 这些全是你们自己的揣测罢了, 是你们被偏见之人带入了思想的误区, 秩序的诸神是仁慈的, 是爱护子民的, 他们又如何可能随意惩罚千千万万的子民啊, 老师如今也不再瞒你了, 这可不是我们秩序教团的随意揣测的, 那是你的父亲, 以及我, 在你三岁的时候冒着被先祖, 被神使承接的危险去靠近他, 然后从他那里求得的宝贵信息啊, 虽然先祖也仅是猜测, 但难道这个世界上, 还有谁比侍奉神明的先祖, 更了解秩序的神明吗? 老祭司忍不住叹息, 你啊, 你父亲在知道这个推测后, 你可知他有多激动吗? 他甚至还求先祖能够久违地对所有秩序子民宣告出这个消息, 不理会, 只是以一种微笑的眼神看着我们, 所以从那一刻起, 我们知道了, 先祖的意思是让我们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什么都依然他, 甚至也别想依靠所谓神域, 我们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 但正因为是最好的时代, 或许反而让先祖有了再次考验我们地面子民的心思了吧, 看见自己的老师突然说出这么多的隐秘的事情, 克洛颖一度有些傻眼, 有惊讶, 有怀疑, 但最终全部在自己老师的眼神注视中化为了肯定, 克洛颖忍不住闭眼, 脑海内竟是这么多年自己父亲看自己的那漠然的眼神, 以及留给他最多的背影, 是啊, 如果父亲真的厌恶自己, 又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禁止自己进入王宫呢? 而且就连自己的宝贝弟弟, 他都没有阻拦自己去见, 换成一般的情况, 或许都会害怕自己出于怨恨, 而杀死自己的弟弟吧, 这么一想的话, 克洛颖顿时就明白了, 自己的父亲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暗中关注自己, 而且肯定知晓他的一切, 包括他的性格, 想到这里, 克洛颖的原本隐藏在最心底的一切苦闷, 终于爆发宣泄而出, 无声的泪水滑过克洛颖的脸颊, 看着克洛颖如此, 老祭司只是欣慰地笑着, 不过脸上依然还是有担忧, 那钻地魔虫的大首领, 修德梅尔, 可不简单, 那是实打实地相当于三重神闻的战士, 如今秩序六族的人口, 是的的确确到达了近一千万的超级规模, 但是啊, 整体的身体素质却是下滑了一大截, 万年前, 秩序子民巅峰人口不过一百五十万人, 但那时就有十一名三重神闻的战士, 而现如今呢, 四个国家, 六个种族, 竟然不过才七个三重神闻的战士罢了, 少了神的卷固, 秩序子民真的不太行了呀, 而且, 如果神明一直不出现的话, 就连知道内秦的秩序教团高层几位, 恐怕都要坐不住了, 但坐不住又如何呢? 难道他们还能去找出神明所在? 神明早已不在这个世界, 用先祖, 亦或者神使的话说, 秩序诸神早就进入了群星之间, 至于去群星之间干什么, 那就没说了, 反正, 在秩序教团的教典上不是写着吗? 那肯定是在和邪神战斗啊, 言归正传, 总之, 老祭司对于自己弟子, 克洛颖的试炼真的不怎么看好, 他不怀疑自己弟子的口才, 能拉到追随者是一定的, 但想要拉到比较传统, 又强大的亡国战士, 那真的太难了, 不过, 虽然担忧, 但老祭司也有一些期待, 因为他知道自己那有些傲气的兄弟, 既然给自己的孩子准备了这个大的一个舞台, 绝对不会没有什么隐藏的手段, 所以, 老祭司既有担忧, 但也勉强有些替自己的弟子与侄子感到高兴, 那个顽固的家伙, 最终还是忍不住了吧, 可惜啊, 克洛颖现在可是我的弟子也对我最孝顺, 老祭司没有孩子, 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神明, 所以, 他早就几乎将自己的这个养了几百年的侄子, 当成自己的半个儿子了, 想到自己的兄弟最终还是忍不住过来抢人, 他就想笑, 不过一说到几百年, 现在的老祭司又有了新的担忧, 在原旨教团的真实历史记载的记录上, 没有获取到神明的神文钱, 恐龙人的寿命大多也就只有不到八百年而已, 现在他的这个弟子已经快五百岁了, 而且隐隐间都能看出快要显露大多数恐龙人中年后期的一些特征, 说一千到一万, 就算自己的这个侄子真的完成了试炼能够做上王位, 他又能做多久呢? 怕不是新的政令刚宣布出去, 还没完全执行就已经垂垂老矣, 快要死去, 要知道, 有着高寿的神恩子民, 他们对时间的观念态度可不一样, 除了作战他们会积极一点外, 其余的时候, 他们执行政令可都是慢吞吞的, 所以, 没有来的, 老祭司甚至考虑等自己的弟子成功归来得立刻给他找个伴侣, 当然, 为了尽善尽美, 他的另外一个弟子, 也就是王国的小王子也得好好培养, 说不一定, 王国最终的重担还是要落在他的身上, 更合理, 也不排除自己弟子可能会陨落在试炼当中的可能, 所以, 老祭司更得教导好小王子了, 想到之后的是, 老祭司忍不住地长舒一口气, 并且也暗暗地在心中开始祈祷起来, 伟大的父神啊, 无处不在的秩序诸神啊, 如果你们还有注视您的子民, 还请给予这个名为克洛颖的孩子更多的勇气与祝福吧, 您的子民需要他的胜利, 需要他来改变那些正在受苦的弱小子民的未来, 如今的熔岩之子的圣城早已大变模样, 经历过万年时间的一轮又一轮扩建, 圣城早已扩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占地面积更是现代人都难以想象的巨大, 那是一座面积约有13万平方公里的超巨型城市, 它有耸立于云端的巨大神殿, 还有数百米高的王宫, 更有边缘一座座低矮只有几十米高的普通民房房屋, 现如今的圣城不但巨大, 而且也有了五道环绕城市的巨大城墙, 第一道城墙内属于内城, 这里居住着王国的贵族领主与各族少数贵族与那些尊贵的祭祀, 当然,这里也有数量极多属于侍奉贵族, 王族与高贵祭祀的仆人, 而后便是外城, 外城一共有四环, 按照靠近内城远近的距离便也是他们阶级的象征, 如此贵贱高低之分自然清晰而明显, 五道城墙的圣城, 从天空看下去就像是一个贪吃球, 张开了嘴巴的样子, 城不规则的原形, 而且因为另外一面靠河有其他水的三族居住缘故, 因此在城市的另外三分之一的区域全部都是泛着波纹的空荡水域, 只是在空荡的水域下, 水的三族也有在水底建设一座座高大的房屋, 其实也就相当于隐藏着的另外三分之一个圣城的规模吧, 这里虽然是熔岩之国, 但因为作为六族共同圣城的缘故, 在这里并不排斥其他六族的居民居住, 因此这里的人员极为复杂, 而且人口极为密集, 不过说到底, 类人的六族还是主要集中居住在三环内, 而后第四, 第五环最广大的区域, 其实便是给那些血清巨兽居住的地方, 血清巨兽的身份当然也有不同, 毕竟他们还有一胎同胞的兄弟姐妹, 不过如今血清巨兽诞生的数量一直在下滑, 因此拥有血清巨兽的兄弟姐妹, 一般这类类人的生活并不会太差, 毕竟血清巨兽的地位仅次于贵族, 是与战士一个等级的, 不过毕竟体型太大, 也有个体差异, 因此都被分配在了四环与五环居住, 血清巨兽由王族与贵族公养, 是由王族分配给贵族的子民与战兽, 因此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多还要看上位贵族是否贤民, 如果一个贵族足够昏庸, 他甚至可能将血清巨兽当成玩物, 不过, 这样的事几乎很少出现, 因为教团会管的, 王族也会管的, 血清巨兽虽然智慧不行, 但战力可不低, 虐待他们被发现了是会受惩罚的, 严重者甚至面临被剥夺贵族称号与权力的风险, 而且王族还有随时收回贵族拥有血清巨兽的权力并进行再分配, 所以总体而言, 血清巨兽在这个有着高低贵贱的时代, 生活其实才是最舒服的, 不过, 就像神器之子一般, 血清巨兽也有弱小的不像话的, 像这种血清巨兽, 大多都不能被称为巨兽了, 个头不足二十米的, 几乎全部都被归类到了伪巨兽行列, 他们大多都成为了苦力, 最多的也都还是坐着给商人贵族拉货的火, 所以啊, 在不同的人看来, 这个时代或许是最好的时代, 但又是最糟糕的时代, 这个时代将类人与血清分为三六九等, 也造就了很多不幸, 不过还好, 现今的教团祭祀以及最虔诚的一些信徒, 总体而言都开始会善待神器之子与一些弱小的血清了, 圣城的第一道内城很少对平民开放, 但就在今天, 圣城开放了四道大门, 所有的外城人都在兴奋地朝着内城而去, 无论是恐龙人, 蛇人, 文人, 亦或者水的三族, 他们都在排着队, 兴奋地向着圣城的最中心而去, 在那里, 是圣城的广场, 这广场在远古之前是断罪台, 然而现在这里, 也成为了圣城秩序教团, 每次宣布重要活动与聚会的地方, 现如今, 这个广场已经扩大了很多倍, 一切与万年前都好似不同了, 但是, 唯一相同的地方依然有, 就像在那广场的边角, 一个恐怖的肉山, 正在那里一直发出古怪且非常低的哭泣声, 这个哭泣声从未停歇, 甚至偶尔还会让人闹心地哭得大声了, 让圣城内的贵族们全部都睡不好觉, 这座肉山, 现如今已经大得不像话, 接地的肉团最大部分约莫有直径近两百米的长度了, 如此巨大的肉团, 上面还有着十多双不断流泪的眼睛, 可想而知, 有多诡异了, 只是这个诡异, 对于现在, 这一代秩序子民而言, 庞佛都成为了稀疏平常的事, 有的人看着这肉山时, 甚至还忍不住过去咒骂的吐口水, 就算这样, 这个肉山也没有动, 也没有伤害任何人, 他那臃肿的身躯上, 十多双眼睛一直都在看着天空, 而且一直保持着哭泣状, 那是悲伤的灵魂, 那是永恒的神法, 是的, 这就是秩序子民现在对那肉团的认知, 一切历史都记录在这里, 一切神法的产物也在这里, 有着他的存在, 秩序子民才更懂珍惜现在的生活, 看着悲痛的灵魂, 看着那哭泣的肉山, 在人潮人海中, 今天唯一的主角克洛颖, 在一群同是神器之人的追随者簇拥下走了过来, 他望着自己这正在受着无尽神罚的罪人先祖, 他心中有些怜悯, 也有些叹息, 最终, 他在万众瞩目地好奇, 冷眼, 与抱着看笑话的六祖子民注视下, 慢慢走向了那巨大的高台, 在那里, 国王与王后都在看着他, 他的老师与一众祭祀也在那里含笑地注视着他, 深吸一口气, 克洛颖走了上去, 万年时光啊,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但这万年时光对于大黄章鱼却一点都不快, 甚至有些慢了, 黄色的章鱼自从逃离并重新归入大海后, 他便一路远顿回到远海边缘的无形戒壁旁, 以此开始慢慢养伤, 他的兄弟死了, 黄色章鱼觉得那是他应得的下场, 都叫他走了, 硬是不走, 最后不但自己死了, 也害死了他的伴侣, 就连自己也受伤严重, 逃回住处的黄色章鱼真的很虚弱, 他需要休息, 需要沉眠, 不过, 在休息与沉眠的时候, 他却在想着其他的东西, 那就是他也想像那些会飞的家伙一样飞起来, 会飞是指的巨额, 也是指的寒冰女神, 另外, 他还想有康乔那样的手臂与双脚, 因为被打败的他认为那或许才是力量的象征, 因此, 黄色的章鱼就连在沉眠中都在想象自己变成了有手有脚还能飞的家伙, 然后出去就直接把一切怪家伙打服, 就这样, 或许是因为黄色大章鱼本身的特殊吧, 在第一个千年他苏醒后, 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模样真的开始变了, 是的, 他章鱼那椭圆形的主体开始向上下拉长, 原本按理来说, 该恢复并长出来的一部分触手竟然没有长了, 有那么一颗黄色的大章鱼满眼都是兴奋, 他感觉到了, 感觉到自己的身躯真的在变化, 而且在拉长的主体上正在长出两个突出肉体的骨包, 就算不是长手, 黄色的大章鱼本就不聪明的脑袋也觉得那就是正在长手, 所以他又继续睡了, 而且好似更加懂得了自我催眠一般, 在梦里他不断想象着自己完全长成的模样, 最后他的外观也真的在如他想象的那般开始变异成长, 2000年, 大黄章鱼身躯还在拉长, 而且双手的手臂轮廓已经长出来了, 3000年, 大黄章鱼手臂开始与身体比列相称, 然后腹部下又开始长出脚的骨包, 4000年, 双腿的骨包长了出来, 伤势也完全复原, 他开始长得头与继续变异, 6000年, 双腿终于长好, 于是头部的轮廓继续长, 身体也继续成长, 7000年, 脖子长好了, 累人身体开始大了一圈, 8000年, 脑袋成功地长出来了, 身体继续变大中, 不过这时, 大黄章鱼认不满足, 他想到了此前看见的寒冬女神那身美丽的衣裳, 9000年, 大黄章鱼的黄色外皮开始在背后的脖梗上聚集形成骨包, 最终, 于一万年的时候, 大章鱼的背后骨包爆开, 一件黄色的沙质黄披风就此飘荡而下, 惊喜地看着黄色的披风, 那一刻, 大黄章鱼立即将它包裹向自己, 就此, 一个类人的身躯被黄色披风包裹的恐怖巨大怪人出现, 黄色的巨大怪人很满意自己现在的变化, 而且, 他好似陡然想起了什么一般尝试跳出水面, 然而这一跳, 黄色的巨人失望了, 没能飞起来, 不过, 他也并不失落, 因为黄色的巨人已经完成了自己想象中的大半蜕变, 已经成了一个巨人, 因此, 他依旧高兴, 而且, 他也好似明白了, 他或许天生就具备这种可以变换形态的能力, 呵呵, 四不像的怪笑声从黄色披风的怪人口中发出, 那一刻, 他真的笑得很开心, 他莫名地突然想要向谁炫耀, 然后不自觉地, 他就想到了他的兄弟与他兄弟的伴侣, 只可惜, 他们已经死了, 黄色的怪人表情有点落寞, 然而就在这时, 突然间, 依靠着本能那种与兄弟与他伴侣的属于同族的感应, 黄色的怪人感应到了, 那来自同族呼唤一般的反应, 有点错愕, 也有点不可置信, 站在水中的他忽然动了, 他开始朝着渊海而去, 并且一路及时, 这个过程中, 在他的背后, 好似出现了无形的触手, 正在搅动着海水, 并且让他飞速前进, 最终, 他终于来到了渊海, 只是或许因为他的出现, 不光渊海正在战斗的蛙鱼人被他吓到了, 就连鲨鱼人, 甚至是其他秩序六族的战士也被吓到了, 然而黄色的家伙根本就不管这些小家伙, 而是继续向着深海的巨大峡谷中的黑暗而去, 在这个过程中, 就算疯狂的蛙鱼人见了他, 都是全部惊慌的躲避与逃离, 最终, 黄色的怪物来到了渊海的最底层, 在一片蛙鱼人建立的怪模怪样家园的最前方, 不断鼓动的肉团, 感受着那熟悉的气味与气息, 黄色的怪物愣愣地上前, 他用手触摸了其中最大的那个肉团, 最终, 黄色的怪物确定了, 这鼓动的肉团就是自己的兄弟, 黄色的怪物笑了起来, 而且非常非常开心, 他的兄弟在复活, 他们都在复活, 那一刻, 他真的感动了, 对于巨兽而言, 他们如果没有获得智慧那还好, 一旦获得了智慧, 那么对于他们而言, 孤独与空虚感, 绝对会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 渐渐侵蚀他们, 所以, 不管是出于什么想法, 黄色的怪物, 就那么坐在了深海的最底层, 就那么看着半空悬浮的两个肉团, 在那里鼓涨, 在那里变大, 他要守护自己的兄弟与他的伴侣复活, 最终再次迎来相见的时刻, 而且, 他已经预感到了, 自己的兄弟与他的伴侣, 距离真正的复活并不会太久了, 因为这肉团已经足够大了, 蛙鱼人们的祭祀现在真的很难受, 自从他们发现, 从那渊海的地下突然冒出光, 并在水中悬浮鼓动出两个肉团后, 他们就通过气息知道, 那是他们的神在复活, 为此, 蛙鱼人的祭祀也高兴得不得了, 为了让肉团尽快地长大, 为此, 他们还给那肉团投喂了很多很多子民, 眼看万年时光过去, 祭祀的一代又一代人终于要迎接回神明的时刻, 竟然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了一个黄色的怪异神明, 蛙鱼人经历过几次与神明的接触, 哪里还不知道凡人与神明的差距是无法弥补的, 所以, 就算疯狂如他们, 现在一看见有神明, 那也是躲都躲不及的, 至于阻拦, 开什么玩笑呢? 也正是如此, 黄色的怪异神明最终来到了他们神明复活的地方, 那些躲藏开来的蛙鱼人祭祀一个个都快绝望了, 然而接下来的画面, 却是那个怪异的黄色神明, 竟然就那么坐在了自家神明复活的地方不动了, 有那么一刻, 几个蛙鱼人祭祀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本, 立刻就让人拿来了一张怪异的兽皮, 与秩序六族这么多年来的互相战争, 蛙鱼人也是在进步的, 渊海的深处, 他们建有城市, 虽然有点不伦不类, 但也是文明的象征, 而且, 现在的他们还学会了文字, 因此, 一代又一代的祭祀早已把神话, 把一切就这么传承了下来, 摊开神话的兽皮记载, 终于, 蛙鱼人祭祀发现了, 自家神明是有兄弟的, 而且, 刚好是一个黄色的家伙, 虽然记录中深海之主的兄弟, 好像样子并不长远处那个怪物的那样, 但神明本就是伟大与神秘的, 他们能变化形态, 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吧, 再说了, 现在这个黄色的怪异神明, 明显没有对自家的神明出现恶意, 所以, 祭祀们经过短暂的讨论后, 顿时便觉得, 那或许正是自家神明的兄弟, 就是远古神话记载中的那位黄色的大章鱼, 蛙鱼人兴奋了, 而且是兴奋到了极点, 他们蛙鱼人终于还是迎来了改变这一切的奇迹, 他们蛙鱼人这万年过得太辛苦了, 也太惨了, 那秩序的六族现在都把渊海当成了练兵的地方, 几乎隔一段时间就对渊海进行一次攻击, 弄得蛙鱼人的族群数量一直都上不去, 反而还在不断减少, 要知道, 蛙鱼人对秩序种族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吗? 那就是恐怖的生育力, 以及什么都能吃, 也能类似冬眠仅是靠吸收海底火山喷发的矿物质而成长, 然而, 就算蛙鱼人生育率与好养活的程度高到如此低步, 这万年竟然还是被秩序六族杀的人口骤降, 无尽的渊海是横跨海底的一条巨大峡谷, 在这里, 巅峰时期的蛙鱼人何止一数啊? 万年前的蛙鱼人出没那一次, 数量早就破十亿了, 只是啊, 蛙鱼人数量是挺大的, 但身体素质的确不行, 一个个最大也就五米而已, 而且近些年来, 因为他们神明的逝去, 这些蛙鱼人的新生族人中, 还多了一些一个个不到两米的弱小家伙, 也正是如此, 现在蛙鱼人的祭祀们也真很担心自己别哪天被秩序的种族给灭族了, 虽然, 秩序的种族现在还没有大规模杀向深海最底层的样子, 但谁又能保证以后不会呢? 为此, 这些蛙鱼人祭祀一边期待着自己神明快点复活, 一边又不停地给自己的神明投喂食物, 不过, 现在好了, 一切好像都有了再次变好的可能, 深渊之主的兄弟, 那万年前神战中唯一逃走的黄色神明终于来了, 蛙鱼人激动了, 亢奋了, 觉得自己又可以了, 然而可惜的是, 当蛙鱼人的祭祀来到黄色怪异神明的身前小心翼翼地比划什么的时候, 那个黄色的家伙竟然不为所动, 甚至最后还对他们吹了一口气, 大概的意思就是, 闹心的小家伙, 别来打扰我, 要不是, 看在这些小家伙是自己兄弟养的食物, 而且还有点用的份上, 黄色的怪人早就一巴掌拍死一群了, 不过, 现在也还好, 那些小家伙还算聪明, 没有再来打扰他, 然后整个渊海经历了短暂的骚乱后, 便再次回归平静, 我们熔岩生来便是神兵之子, 我们是伟大的熔岩与大地之神的子嗣, 我们是秩序主神的子嗣, 但就算是我们这些主神的子嗣都出现了所谓的神器之子, 难道大家就不觉得奇怪吗? 我知道大家肯定不以为然, 以为我只是开拓, 但是, 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吧, 我们的秩序诸神是如何的人词与仁爱? 在历史上, 我们秩序一族每一次遭受苦难之时, 伟大的秩序诸神都会帮助我们这些渺小而又可怜的子民渡过难关, 这般仁慈的秩序诸神, 大家认为他们会轻易地惩戒我们这么渺小的凡人吗? 更何况, 所谓的神器之子, 大家仔细想想吧, 现在六族有多少? 十万? 还是二十万? 不, 由我告诉大家一个准确的数字吧, 我们刚刚临近千万的人口中, 已经有超过百万的所谓神器之子了, 作为荣颜治国的大王子, 作为秩序教团卡修纪寺长的弟子, 我以我的血脉, 发示这一切数字的真实性, 另外, 诸位纪寺长和我的父王也完全可以作证, 所以, 秩序一族的子民啊, 我们族群中有了如此多的所谓神器之子, 大家难道就不觉得奇怪吗? 如果这么多人都是被神明厌恶的, 那我们这些神器之子又怎么可能降生呢? 再者, 如此多的神器之子还未算上我们的兄弟血亲? 你们说我们这还能算得上神圈种族吗? 还能算是被诸神庇佑的种族吗? 我完全没有冒犯与亵渎诸神的意思, 只是想请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吧, 我们这些神器之子, 难道就真的是神器之子吗? 高台上, 柯洛颖用着最大的力气高声地对着广场上所有人说道, 这么多吗? 怎么可能? 这也太, 不可能, 怎么可能有百万人这么多? 总之, 我在圣城可没见到这么多, 简直太难以置信了。 呵呵, 真的没有那么多吗? 你要好好想想自己周围遇到过的人吗?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要是我们秩序子民真的百万人之多的神器之子, 我们真的还算神圈种族吗? 如果这么多子民的灵魂生来就遭受神明厌恶, 那他们怎么可能降生在我们神圈的种族啊? 是啊, 难道神器之子真的如教团所言, 只是因为我们离开神明的神恩太久了? 是的, 一定是这样, 广场上, 当秩序六族的人听到百万人的神器之子后, 全部都震惊地议论起来了。 哗然之声不绝于耳, 甚至前排的很多贵族也在皱眉露出沉吟的表情。 这时, 前排一名身材高大的贵族站起了身。 陛下, 我心有疑惑, 虽然我不觉得王子殿下会在众目睽睽下撒谎, 但我还是想向您确认, 以及向诸位教团的教团长大人确认一下, 我们的王子殿下刚刚所说一切是否属实? 这名贵族看向了高台后方的国王与为首的风之子的教团长。 国王与教团长互相对视了一眼, 随后两者只是交换了一下眼神, 教团长当即飞到了前台。 在这名贵族, 克洛颖, 以及广场上所有人的注视下, 风之子的教团长当即沉重地道, 是的, 虽然很遗憾, 但这就是我们教团这些时日刚刚从四国收集并汇总上来的信息, 而且只多不少。 秩序诸神的子民啊,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如果你还信仰神明, 那么请抛弃你们对同族的污名化吧。 我们秩序一族永远都是神卷的种族, 我们只是离开神明的神恩太久了, 所以才会导致身躯弱小的新生代出现。 我知道, 大家肯定有疑惑, 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公布这个数字与信息? 但, 大家自己想想吧, 我们秩序教团是否早已告知过大家? 只是你们一直不相信吧? 你们啊, 只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 而现在, 当你们污名化的同族高达百万之时, 我想, 现在回过头来, 你们总该相信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假了吧? 主神的子民啊, 你们该醒一醒了, 该认真的对待被你们污名化的同族了, 切勿再要伤害他们。 他们也和你们一样, 他们也是秩序主神的子民, 也想要和大家一样, 被公平地对待啊, 封之子的教团长, 说完这一切后, 便没有再说了。 只是叹息地摇了摇头, 随后对克洛颖投去一个鼓励的眼神, 便再次回到自己的位置。 秩序教团的所有人, 甚至是克洛颖都知道一件事。 就算这次教团能够帮助神器之子 洗去身上被污名化的烙印, 但他们本身实力弱小也是不争的事实。 想要被公平对待? 这是不可能的, 只是一种场面化而已。 在从未丢弃尚武的时代, 在这一直存在着以战士荣耀为豪的时代, 个人的勇武永远大于一切。 封之子的教团长说完这一切后, 整个广场上瞬间沸腾了。 的确有无数的人开始反思, 但也很多人无所谓, 毕竟这些人并不在意什么神器之子, 他们只知道自己虽然是平民, 但自己却比神器之子强就行了。 他们就算不是贵族, 但也可以有欺负欺压的对象, 以此, 仅仅是在那不太得意的生活中 得到空虚且虚伪的满足感罢了。 最开始不信教团所言的人群是他们, 现在就算信了依然会欺压神器之子的, 也绝对会是他们。 这样的人不会少的, 就连文明的现代社会都有的东西, 更何况是这个在意个人勇武的野蛮时代呢? 想要被公平对待? 怎么可能? 当然, 以克洛颖的智慧他也能想到大多数人心中的想法, 从小的经历早已让他看清人们的本质, 那让人作呕且无奈的丑陋形态。 所以, 比起那些表面看似光鲜华丽的人, 克洛颖甚至觉得那广场角落的丑陋肉山的仙祖都比他们美丽。 克洛颖之所以在试炼前说出这一番话, 既是为了洗刷神器之子的污名, 又是为自己登上国王宝座埋下顺理成章的种子。 这百万神器之子的信息是克洛颖的老师昨天告诉他的。 为此, 克洛颖都震惊不已。 不过, 知道这个消息后, 克洛颖又知道, 为神器之子的污名化平反的时机到了。 这一切让克洛颖更加感激自己的老师与叔叔为他所做的一切。 然而, 克洛颖不知道的是, 现在的四国关于民生上的事, 教团可没办法插手。 收集这些信息其实全部都是他父王为他暗自做的。 是他父王让各地贵族领主统计的, 也是他联系其他三国的国王共同汇总的, 并且最终在近十天前得到的完整数据。 所以, 就算没有克洛颖老师的试探, 现在高台上发生的这一切也会很快到了。 这一切都是老国王为他的儿子所暗自做出的努力。 只是, 因为小时候他对自己儿子神器之子身份的误会, 让性格本就别扭的他难以主动认错, 甚至主动承认自己当时的偏执。 他是王? 他永远都不会向谁低头认错, 更何况是自己的儿子。 这就是克洛颖的父亲, 容颜之子的现任国王。 这一切, 克洛颖当然不知道, 不过也不是他的老师有意隐瞒吧? 只是国王不允许他老师说罢了。 深知自己兄弟的性格, 老祭司虽然现在没说, 但很快克洛颖就会知道实情的, 这一切都在老祭司的掌控之中。 不过老祭司也知道, 自己很可能会被自己的兄弟暴打一顿, 所以他也打算出去躲一段时间。 但是, 这一切都得建立在克洛颖能够活着从试炼中回来才行。 广场上, 人生鼎废之际, 克洛颖已经再次出生。 关于神器之子的事, 现在不能说真相大白, 但我相信聪慧的秩序子民都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嘈杂生间歇。 而后在所有人注视中, 克洛颖深吸一口气并突然启示道, 我, 克洛颖, 以容颜之子的身份, 以王族一脉的神圣血脉, 在神明的注视下启示。 当我为王石, 我必将宣布新的法令, 给予所有容颜之子更公平的机会。 当我为王石, 我毕生都将为弱者建立一个更完善的机制而努力。 我希望让所有人都能安居乐业。 当我为王石, 我将毕生为消除其事而努力, 并为所有容颜之子开创更加崭新的未来。 容颜的子民啊, 战事的荣耀的确重要, 但战斗并不是一切。 生活美好的来源在于勤劳朴实与勇于开拓的子民, 善于畜牧种植的勤劳子民, 善于经商的智慧子民, 敢于冒险的勇武子民, 勇敢战斗的强大子民, 这些一切的一切共同汇聚后, 才是让我们生活更加美好的主导者。 来吧, 追随我, 我将为你们开创全新的未来。 我将打破一切成就的观念, 为你们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 来吧, 我的追随者们, 聚集起来吧, 打破这一切吧。 当颗落影怒吼着大声宣示完毕之后, 整个广场上安静的可怕, 所有人都呆愣着看着台上那位身体矮小的王子, 大脑好似正在当机。 克洛颖望着台下的鸦雀无声, 心中并无任何害怕, 反而还用锐利的眼神看向前排所有的贵族。 下一刻, 一名贵族突然站起了身, 伟大而又贤明的王子克洛颖啊, 你的演讲成功地征服了我, 我特罗愿意追随你, 愿意与你一道建设我们熔岩之子的美好未来。 说着, 这名年轻的贵族就单膝跪地, 而也就是这一刻, 顿时间就好似发生了连锁反应一般。 我也愿意追随您, 贤明而又勇敢的王子。 还有我? 我也一样。 刹那间, 整个广场沸腾了。 普通的平民, 常年行商的商人, 甚至是一些负责维持秩序的战士。 那一刻, 无数的声音汇聚, 让整个广场上爆发出了空前的欢呼声。 整个盛城的广场虽然大, 但是也有幸进入的六族子民, 仅有十多万罢了。 但就是这十多万的子民中, 不限种族, 竟然有近半的人群, 全部响应了这个看起来小小的, 毫无能力的王子的响应。 这一切, 仅仅是因为他们听到了演说, 并震撼于王子所描绘的未来罢了。 他虽然只是容颜之子的王子, 但只要, 这位王子做到了, 那么便也会很好地为其他三个国家, 树立一个榜样, 从而间接地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 所以, 这一刻, 大多数人都看到了希望, 也幻想到了, 自己将得到的美好与利益。 说白了, 这个世界上, 人们最重视的还是个人的利益罢了。 克洛尹所描绘的未来, 就是一个可以让所有人获益的世界, 并且大多都指向了平民。 可想而知, 他所说的一切, 必将得到大部分平民的支持。 一些开明的贵族, 小贵族当然也会支持。 当然, 获益最大的一些大贵族就未必了。 所以, 前排的很多大贵族, 都在内心冷笑地看着克洛尹。 一群平民, 一个神器之子的王子, 就这也想去斩杀钻地魔虫的大首领,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一些大贵族已经开始互相交换眼神, 不过这一切早已被克洛尹看在眼里。 高台上, 老国王看着自己的儿子, 神情微微凝重, 他没有说话。 而秩序教团的几位祭祀长则各有叹息, 克洛尹的确有点冒进了。 不过, 换成他们来, 也未必能比克洛尹做到更好, 甚至, 根本就做不到。 老祭司看着自己的弟子,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 自己的弟子, 现在算是彻底得罪了王国的很多大贵族。 只因, 克洛尹所为建立的公平, 将严重损害这些大贵族的利益。 只是, 克洛尹作为一个神器之子, 如果不这样兵行显招的话, 他也很难招募到人数众多的追随者。 但, 招募到的这些人, 真的可用吗? 老祭司快速地看向广场, 一个个地看过去, 只是看到了360多名一重神文者的追随。 二重神文一个都也没有。 是啊, 二重神文本就地位高贵, 更别提很多还是大贵族的培养出来的。 现在克洛尹得罪了王国的大贵族, 几乎不可能有二重神文的追随者。 然而, 就在这时, 突然, 从一侧, 五名王国的战士长突然从国王的身侧走到了高台。 那一刻, 广场的人群皆是莫名的好奇张望。 前排的大贵族在皱眉, 而跟随大贵族的一些小贵族们则纷紧张起来。 下一刻, 陛下, 我等请辞, 还请陛下恩准。 五名战士长七七单膝跪地地对着国王抱拳的请求道。 这一刻, 整个广场已经落叶可闻, 而克洛尹早就呆愣当场, 神情也好似凝固。 国王坐在高耸的王座上, 静静俯视着身前的五名战士长。 那一刻, 所有人都好似紧张了起来。 理由? 终于, 在无数人的注视下, 国王面无表情地, 却显得不怒自威地出声了。 禀陛下, 我等皆被王子殿下所描绘的未来所感染, 所以我等想要追随王子殿下, 还请陛下恕罪, 也请陛下恩准成全我等。 一名战士长平静地回答道。 听闻战士长的回答, 广场上的平民兴奋了, 然而贵族们却全部忐忑了, 起来这一刻, 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 全部都看向了他们的王。 就连一时好似未回神的克洛颖, 也一脸震惊地看向了自己的父亲。 赖得一直不曾给予自己任何关怀, 以及有过美好回忆的冷酷父亲。 前所未有的安静, 人们甚至能够听到互相之间那紧张的心跳声。 五名战士长啊, 要知道, 整个王国也才两百多名啊。 他们可全是二重神闻的强大战士, 是除了少数几个三重神闻外的最强者。 他们竟然敢背叛对国王的忠意? 怎么敢? 不要觉得他们忠于了王子没事。 在这个时代, 战士的忠心可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战士都必须忠于他们的国王, 这是一种理念, 是战士荣誉内的一个组成要素。 看着五名王国战士长这样, 一个脑子好似不太好的大贵族, 当即站了出来。 好大的胆子。 你们这些叛逆, 竟然敢公然背叛陛下? 陛下呀。 陈认为应该立刻处死这些叛逆, 他们背叛了战士的荣耀, 背叛了您, 也背叛了他们当初自己许下的誓言。 这是对您的亵渎啊。 如果对他们做出惩罚, 以后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效仿。 还请陛下明鉴啊。 当这名大贵族话音落下后, 这一刻, 所有人真的全部都紧张了起来。 然而, 回应这个大贵族的, 却是国王一个锐利的眼神。 那意思就好似在说, 你是在叫本王做事一般。 看到国王的这个眼神, 这名大贵族当即全身颤抖了一下, 随后吓得不敢说话, 并低头退回了自己本该待着的对联。 然后, 就在这个贵族退回原本的对联后, 国王终于回应了。 而且, 声音还是那么不咸不淡。 可! 国王答应了? 他答应了? 大贵族们神情惊恐, 小贵族们有些惶惶, 平民们不之所以反而很是高兴。 谢陛下成全! 五名战士长重重一败, 然后起身。 最后, 他们来到了好似还如在梦中的大王子身前, 然后便以自己高大的身材 对着大王子单膝跪下, 宣布献出自己的忠义。 当所有人看着大王子拿起宝剑对着跪下来, 还比自己高一些的战士长做出接受他们忠义的仪式那一刻。 整个广场沸腾了! 空前绝后, 平民们、 神奇之子们互相抱着大声欢呼, 就好似以前的矛盾与偏见全部都不存在了一般。 然而, 他们不知道, 刚刚那名戒严处死五名战士长的大贵族正低着头眼冒寒光, 心语中亿万年都是不曾改变的黑暗, 唯有恒星的照耀才有那么一点点光亮。 身处黑暗与光亮的旋转包裹中, 此时就在那星球的轨道上, 五个相对于星球还是渺小的生物正在沉睡。 一万年对于凡人或许是很久很久, 但对于这五个巨兽而言, 真的只是睡梦一瞬间。 原本这些巨兽种是有一些经常会睡醒的个体。 但不知何时, 每次短暂醒来再睡下时, 这些巨兽的睡眠时间都在延长并且越睡越香。 其中, 以康乔睡得最甜美。 没有梦境, 没有任何吵闹, 深度睡眠的它就像死雾一般。 但不知何时, 在康乔这个庞然大物的身边, 另外四个巨兽却与它开始产生某种不可预知的神秘变异。 如果生物的灵魂有脑电波, 那么此刻, 康乔的脑电波便与四周其他巨兽脑的电波产生了同频的共振。 而也就是在这共振当中。 在康乔的体内, 那一片活海的神国当中开始慢慢出现了四个光点。 这四个光点很小, 甚至堪比萤火。 它们在旋转, 在增长, 就好似一个白洞一般。 慢慢地, 随着时间的迁移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亮。 这种变化, 随着第一个光点开始挪移到天上, 并与康乔那象征着生命原质的太阳身旁并排之时。 也就是这一刻, 整个熔岩的火海中突然开始下雨了。 是的, 神国的世界中莫名地下起了大雨。 而且, 这雨势还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最后甚至堪比海水倒灌, 大量的水从天际冲刷而下。 一时间, 水与火的接触顿时让整个神国世界爆炸了。 白色的烟雾生腾, 整个神国的世界爆开。 那产生的强大冲击波将神国外未知虚空地挤压给莫名弹开。 然后, 原本类似未免一般的火焰世界开始在雨水的重组中开始形成球状。 这个球状体很小, 但却充满了力量。 小型球体世界的形成, 还瞬息自内向外地扩散出了一道莫名的波纹。 这波纹环绕整个球体外表, 最终阻挡了虚空那想要挤碎它的愿望。 这是星球的雏形, 同时, 星球上也明晃晃地出现了两轮太阳。 一轮太阳很大, 而另外一轮太阳则较小。 稍小的太阳围绕着大的太阳旋转, 而大的太阳则围绕星球旋转。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神秘与不可思议, 但这一切显然还未结束。 因为当又一个光点闪耀着光亮升空而起, 并一同并入那巨大太阳的轨道后, 地面的世界便猛然开始刮起了狂风。 风暴席卷了整个浑浊并没有完全定型的星球雏形。 然后, 这个星球雏形的混沌便开始分化。 属于水的聚集在了一起, 属于灰尘与土的汇聚在了一起。 最后, 在一道闪耀的小型旋风凝聚中, 土与水结合并沉入了星球雏形的最中心。 那一刻, 整个星球的雏形再次暴增一倍的体积, 连带着星球自内向外扩散的波纹也猛然增幅三倍左右。 随着星球内部的时间迁移, 大地开始聚集并成形, 而海水也是如此的汇聚。 天空上此时甚至也有了云朵与风的吹拂。 但是这个星球的雏形并不完美, 因为大地显露在外的面积至少占了八成, 而水却很少, 只有约两成。 陆地与海的比例差距实在太大了, 这也导致这个星球的地标温度太过炙热, 而且时不时喷发的熔岩更是让这个世界一片灰蒙蒙的。 天空上大量的风暴巨演在云层中不断霹雳闪耀着, 那场景简直完全就是一个末日世界。 不过, 这一切显然并没有结束, 因为很快, 在太阳的三星系统内突然接连又进来了两个成员。 如此, 一个巨大的太阳四周环绕旋转着四个小太阳的系统便形成了。 而也就是这一刻, 地下世界的星球再次开始了扩张膨胀。 星球的膨胀让大地的表面积更大, 同时, 海水也更多了。 因为, 此时原本占了星球表面积不足两成的海洋上, 正出现两个巨大的漏斗。 从虚空中开始, 不断有巨量的水开始灌入大海。 大海的面积开始扩张, 它正在侵蚀陆地。 最终, 伴随星球的体积不再增长, 那海水的倒灌也全完停滞扩张。 如此, 一个星球表面积上大陆与海各占五分的世界就出现了。 天空上的无数风暴巨演开始平息, 但这个世界的温度还是有些高了。 但不知何时, 当天空上的三颗太阳接连闪烁光芒之后, 一股风带起寒流开始冲刷大地。 与此同时, 在大地的南北两极开始气温骤降。 冰山、冰川开始出现。 如此, 就在这种寒流的莫名增长中, 整个世界的温度开始变得适宜起来。 大气不再炎热, 天空也不再刮起巨大风暴, 海水平静, 陆地安稳。 一切的一切便全部止步于此。 这个神奇的星球没有月亮, 但却有五个太阳。 而且, 这五个太阳还是挂在天空随着星球的固定轨道旋转。 如此, 这五个大小太阳便给予了这颗神秘星球黑夜与白日的轮转。 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完美, 只是可惜, 这个星球上依然一片荒芜。 哪怕时间彭佛过了千年万年也是如此。 这个星球还缺了什么呢? 对, 它还缺少了生命。 但生命的诞生又需要什么重要的成分呢? 没人知道, 更何况这个世界本就如此神秘与诡异。 虽然没有生命, 但这颗星球依然非常不错与美好了。 而且, 此时星球成形的瞬息, 几道光突然就从天上的太阳飘散落下。 那是一个个诡异的光影。 光影透明, 但却各有形态与属性的颜色。 一个是恐龙人的外形, 身躯上布满着燃烧不断的火焰。 一个是文人的外表, 身躯上全是飘逸旋转的风。 而另外三个, 身躯上则全是流动的水, 透明地形成了一个假靠人, 两个类似恐龙的蜥蜴人。 五个身影浮空, 且围绕着整个星球不断旋转观看。 那模样就好似正在好奇这个新生的世界一般, 并且乐此不疲地不断打量。 最终, 在累了之后, 五个身影终于聚集在了一个巨大的山峰上, 并且俯瞰正片大地。 哦, 容颜, 你快看, 好厉害, 好厉害啊。 这里是什么啊? 是我们创造的吗? 甲壳人突然开口, 并且兴奋地对着另外四个同伴比划着。 文人嬉笑着拍了一下假靠人头道, 什么是我们创造的? 这里以前显然就是容颜的地盘, 我们只是受到了容颜的照顾, 才有了机会加入这里而已, 要知道感激知道吗? 哦, 好厉害, 容颜好厉害啊, 我也想变得这么厉害, 容颜你教教我吗? 甲壳人跑到了火焰恐龙人的身旁, 拉扯着他的胳膊道, 看到小孩子气十足的甲壳人如此, 其他四个类人身形全部都笑了起来。 好好, 我教你还不行吗? 不过, 你现在不许说话, 老实待着, 火焰的恐龙人开口了。 哦, 好的, 我听容颜你的, 你说什么我都听哦。 甲壳人真的乖乖地站着不说话了, 不过眼神闪亮的他, 还在用小脑袋不断左右偏移看向大地。 火焰的恐龙人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看向两个水壮的蜥蜴人。 你们俩感觉怎么样? 我想, 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收到了这个世界诞生时的一些信息的反馈才是。 较大的水蜥蜴点了点头, 嗯, 我脑子里莫名知道了不少, 这里就是我们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 我们应该能够做到外界所做不到的很多事情。 比如就像现在这样, 较大的水蜥一张手, 然后从很远的大海中突然就升腾起了一道, 跨越大陆的悬浮天空的巨大水桥。 这水桥一路好似不受重力影响, 并且直接延伸到了众人所在的山顶。 看着这夸张的一幕, 在场除了甲靠人以外, 其余人全部都若有所误地点了点头。 看来, 其实也不需要我解释太多了, 我知晓得并不比你们多太多。 康乔笑了笑, 随后只手一挥, 原本水蜥蜴聚集的浮空跨大陆的水桥便不受控制地开始飞速退回海里。 与此同时, 众人所在的脚下, 这座高大的山峰开始不断颤抖, 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在甲靠人好奇且闪耀着星星的眼神注视中, 山峰开始不断抬升, 并且最终略高于飘逸的云层之上。 然后, 众人所在的一侧, 高耸露云的山脉突兀地开始了土石融化的变换。 最终, 不到眨眼的功夫, 一个巨大的宫殿出现了。 宫殿很简单, 就是一个林中小屋般的单层结构。 只是因为巨大, 而且处于云雾之上, 所以看起来颇有些微微壮观。 哦, 好厉害, 好厉害。 甲靠人欢乐地叫着, 并且率先跑向了那巨大的宫殿内部。 那个, 我想我大概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 或许就像容颜之前说的真正的神明吧。 创造一切, 掌控一切。 文人声音有些好奇, 带着独属于女性那种活泼的声调说道。 嗯, 差不多吧, 只是什么神明不神明的。 我觉得, 我们也不能太过自满, 世界充满未知, 比我们强的存在, 或许还有很多很多, 就如现实中, 那个笼罩整个世界超过一半的巨大世界术。 更别提, 宇宙的星空还那么广大, 作为有思想有智慧的我们, 更应该以辩证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的一切。 火焰的恐龙人微笑着对着众人说道, 容颜你说的话好深奥, 反正我有些不懂了, 不过听不懂也没事, 嘿嘿, 总之, 我全听你的就行了。 文人笑嘻嘻地说道, 我也不懂, 不过容颜是我们中最聪明的, 听他的保证没错。 大号的蜥蜴人如此说着, 还看向了身旁的小号蜥蜴人。 小号蜥蜴人若气地点点头, 嗯, 我知道了, 看着眼前这三个家伙说的话, 康乔都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你们别这样, 好好学习啊, 不要把什么事都扔给我来评判好不好。 唉, 想找个能商量事情的人就这么难吗? 难受, 还是我家的凯亚好啊, 好歹还能有建议地提出很多看法, 而且出工出力也不偷懒。 想到凯亚, 康乔现在也好奇了起来, 也不知道外界具体情况怎么样了。 不过, 说起来, 康乔突然又想到一事, 然后出声道, 对了, 现在你们这个状态, 能不能唤醒自己的身体? 呃, 文人愣了愣, 然后突然闭上眼睛, 最后, 不行, 我根本就感觉不到自己的身躯爱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不会, 没法回到原本的身体了吧。 突然间, 文人的眼神有点小担忧。 我也不行, 大号蜥蜴人皱眉。 我也是, 果然是这样吗? 康乔有些无奈啊。 他们现在的这种清醒, 说白了就是, 世界重新大变诞生, 然后唤醒了他们而已。 不对, 说是唤醒有些不够严谨, 最多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他们正在做着一场美梦。 银塔库亚他们说到底根本没有凯亚这样的存在啊。 他们甚至都不可能感应或出现在外面的现实世界。 不过话说回来, 自己这神国的世界, 嗯, 我们的神国的星球到底有多大? 细微感应着也获取着星球的反馈。 最终, 康乔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颗星球比外界的那颗星球小了差不多十倍吧。 用康乔潜意识的比例尺反馈给星球, 然后星球反馈的直径便是大约三千公里。 当然, 这还没算是大气外的星球屏障空间。 如今的神国星球的规则对于康乔而言, 就相当于一台可以自行运转的电脑。 你只要给它下达指令, 它就会自行推演并反馈相应信息。 同时, 康乔在这颗星球的权限, 大概就类似于一个聊天群的群主。 而银塔库亚他们都是管理员,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权限的机制。 只是, 康乔没法像聊天群那般 随意地取消管理权并踢人哈。 不存在, 你想让管理员当上就当上, 想取消就取消。 本事而言, 这颗星球就是他们五个的生命本质演化。 你只要踢掉一个, 那星球肯定会出现很大毛病的。 不过是无绝对, 一切还得让康乔摸索摸索摸索才行。 什么东西啊? 睡一觉竟然还把神国世界搞成这个样子。 其他四个家伙 又是怎么参与到这个世界的演化中来的? 康乔只感觉莫名其妙。 不过想不通就想不通了, 本来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处处透露着神秘味道。 再说了, 星球的诞生, 一个完美的世界出现, 这也让康乔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总之写传啊。 只是, 想到那个不知生死的巨蛇尹阁, 康乔就有些无言。 尹阁小弟啊, 不是哥哥诚信不带你玩啊, 只是你这运气实在不好。 唉, 可怜的家伙, 康乔为尹阁默挨三分钟。 不过事后如果可以的话, 而且尹阁还活着, 那么他还是会想办法把尹阁加入进来的。 毕竟一个团体啊, 只有牢牢地绑定利益, 才能更加团结。 大哥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康乔有些得了便宜, 还卖乖地想到。 不过言归正传, 自己这颗神国的星球, 直径竟然有三千公里, 这也是康乔没想到的。 不是小了, 而是很大啊。 他之前的神国才多大, 充其量不过五公里的直径, 现在这突然加入了五个家伙, 竟然发生了质变, 一下膨胀到这样的地步, 他也是没想到。 不过, 这或许跟他们这次睡了很久, 并且有了很大成长有关吧。 就不知道具体这一次, 他们五个睡了多久了。 说到星球大小, 外界现实中的星球, 竟然比自己这个星球的直径大了十倍。 这也让康乔非常意外, 直径三万公里啊。 这比康乔前世的蓝星直径, 都要大两倍多了。 至于体积, 那就更夸张了。 这么大的一个星球, 也难怪诞生的全是一些巨兽众了。 这么一想, 康乔觉得, 那世界数的高度, 自己或许还评估少了。 这不得三五百公里, 甚至更高。 昨天单张最后有说明哈, 全文都改回了正确的数据, 你到底是怎么长的啊? 我们都那么小, 你竟然这么大? 开什么宇宙玩笑呢? 因为你是树, 所以你就特殊一些。 不过, 康乔回过头来一想, 也还算能接受吧? 毕竟, 从对面那陨落的寒冰女神那得到的消息, 世界数根本就没法动一下, 而且也不存在什么智慧。 舍弃了一切, 就长了个头, 这不就相当于死物吗? 而且还听说, 世界数的权柄, 还被一个叫奥丁的神族给控制了。 可怜的家伙, 没脑子, 果然就是这个下场。 不过神秘的世界, 一切还太难说, 谁知道这世界数, 是不是隐藏着思维意志, 又或者说是思维诞生的速度较慢, 现在还在成长中。 不过无奈论如何, 这也改变不了, 他没法动的事实。 不像康乔他们, 这些巨兽, 他们在这个星球想走就走, 想留就留, 完全没有一点局限。 如此看来, 在康乔的眼中, 现实中的星球, 就好似是所有巨兽的摇篮, 带所有巨兽成长到一定程度, 终有一天, 他们会进入宇宙的。 是啊, 这颗星球是所有巨兽诞生的发源地, 也可以说是他们的老家, 就算再怎么丧心病狂, 也不能毁了它。 神国星球的世界, 就任由其他四个巨兽, 犹如梦中的玩闹了。 康乔只是提醒他们不要太疯, 然后意识就离开了, 并且再次成功地降临在了凯亚的身躯上。 感受着三道火焰光环中的一个眼球, 突然睁眼并脱离, 凯亚的眼眶都快湿润了。 太久了呀, 一万多年了, 他的父神终于醒了, 虽然好似又和上次的状态一样, 但这对于凯亚而言, 真的也是非常激动的事。 这万年中, 凯亚不止一次地去过外太空, 可惜看到的, 却是五位神明一次次的, 都还在沉眠中的状态。 因此, 他也只能这样一天天地等待下去了。 万年时光虽然久了一点, 但也还不算无聊。 毕竟, 凯亚还可以俯瞰大地, 看着地面的秩序子民 一点点地建设自己的国家。 这种感觉也很不错, 甚至有时他也会指点一二。 不过同一个场景看久了, 总会有那么些无聊。 所以, 凯亚挂在盛城的天空 也是开始了睡一段时间醒一段时间。 就在之前, 凯亚也是刚醒。 因为那时候, 有两个地面的子民 竟然跑来打扰自己。 所以, 虽然有些无奈, 但他还是善意地 给予了自己的后背一些指点。 神器之子? 离开了父神太久, 果然对于获得神恩能力的子民 还是有影响的呀。 凯亚可是从远古存活到了现在啊。 他最多的时候 就是不停地思考各种问题 与回忆以前的岁月。 所以, 他清晰地记得自己与族人最开始时 怎样获得父神赐予的能力的。 那是火焰的圣光, 当那光照耀他们后, 他们便不断改变, 一个个从四米长到十到十五米的高度。 那是生命的跃迁, 也是神恩。 神的恩典, 既然有获得的时候, 肯定也有消散的时候。 毕竟, 凡人怎么可能永久地获得神卷呢? 神卷肯定也是有限度的, 只是这个限度来得慢了一些罢了。 所以, 神器之子的出现, 凯亚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有预料到过了。 毕竟, 凯亚才是容颜之子, 真正地见证 自家神明伟岸的第一代祭祀啊。 他对自己的父神非常虔诚, 以至于总会在生命有限的那时琢磨很多东西。 所以啊, 在凯亚看来, 如果地上子民不能取悦神明再次获得神恩的话, 肯定会有失去神赐能力的一天。 更何况, 地面的子民已经多久没有再次获得父神的圣光照耀了。 嗯, 算起来应该快两万年了吧。 想到这些, 凯亚顿时也来了兴趣, 并且也想看看, 现在失去神人的神器之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于是, 他分化出一道火焰身躯, 并且处于隐形下观看了名为克洛颖的成长。 克洛颖的成长过程的确有点让人上头, 就算凯亚性格那么包容的人都险些发作。 有时候, 凯亚都想教训一些愚昧的族人, 不过最后还是忍住了。 毕竟他的身份早已不同, 这些都是地面后代子民自己的事, 就让他们自己去发现问题并慢慢改正吧。 更何况, 他早已提点过那个国王和祭祀长的后辈了, 只是最终还是有些不尽人意。 国王古板不愿做太多改变, 而教团祭祀们的手段又太过柔和了, 这也导致神器之子的生活越发艰难。 最让凯亚看不过眼的, 还是秩序六族的子民大多都太愚昧了。 贵族压榨平民, 平民压榨神器之子, 简直就是一个唯恶的循环。 国家? 看似好像文明的许多, 但还不如以前城邦时代的资源分配制呢? 人人至少都能得到了相对公平的对待。 以此, 凯亚也有些叹气。 但是仔细一想, 如果神器之子出现在他们甚至万年前那个时代? 好吧, 凯亚知道, 神器之子大概率估计都长不大, 就得先上了火形架, 时代的发展与人文具体环境的结合, 或许就是如此吧。 凯亚开始思索, 然后直到今天, 当凯亚看到地面那克洛颖的王仔站在高台上发出誓言的怒吼时, 有那么一刻, 凯亚眼睛都亮了一下, 更是有点喜欢上这个被自己一路看过来的年轻后辈。 是个好孩子啊。 可惜身体这个短板始终无法弥补。 就算国王给他安排了五个二重神闻的战士, 凯亚依然不觉得克洛颖此行能够成功猎杀钻地魔虫的大首领。 更甚至, 找不到还好说, 要是找到了, 估计小命都要交代了。 凯亚早些时候无聊时, 早就观察过这个世界现存的一些强大生物了。 那钻地魔虫大首领休德梅尔放在远古, 那可是堪比父神一般的体型啊。 如果休德梅尔一同诞生在自己父神的那个年代, 凯亚觉得, 这家伙或许要么成为了秩序诸神的一员, 要么就是被自己父神给猎杀了吧。 当然, 凯亚并未重视过这个钻地魔虫, 毕竟, 现在的凯亚早就不同于以往了。 他虽然无法在父神的许可下随意进出神国, 但他的本质是与神国联系在一起的。 神国每壮大一分, 他便越强大一分。 如果凯亚展开隐藏的全部实力, 现在的他那眼球的主体直径, 或许早已超过三百米了。 而且, 又因为属性为火, 并且是能量的生命体缘故, 他要猎杀这休德梅尔, 不说轻松, 但还是有可能的。 再说, 荒漠的狩猎场, 本来就是六族, 练兵的场地。 他也没必要犯险去猎杀, 这还未威胁到地面子民存亡的休德梅尔。 休德梅尔如此之强, 现任的国王几千年前又是如何战胜他的呢? 按理来说, 三重神文估计都不够看。 然而, 这就不得不说凯亚的作用了。 因为毕竟是关自己子民后续传承的缘故, 凯亚那次也是闲来无事, 所以就偷偷隐身地过去看了热闹。 然后, 然后这聪明的家伙, 他直接选择了演戏。 是的, 就是假装自己很弱, 然后和现任国王战斗的难分难解, 最后落于下风之际就直接带着满身伤势跑路了。 不得不说, 这个世界秩序六族在进步, 其他生物同样也在进步。 至少智慧这一点, 很多巨兽中都有了一定的成长。 文明的进步不就是在冲突中不断前行吗? 这也更印证了康乔以前对凯亚所说的一切。 所以, 对于康乔, 凯亚那是十分的崇敬与热爱。 父神的智慧永远都是那样发人深省。 看到高台上那个弱小的克洛颖, 凯亚虽然有心又像上次那样帮一帮他。 不过比起这个, 凯亚更想看看克洛颖这个不错的年轻人信念到底有多强, 又到底能够坚持到什么程度。 所以, 就在克洛颖接受了五名战事长的效忠与追随后。 突然间, 原本高怪圣城上空, 那犹如巨大火球的神石身躯突然闪耀出了一道荧光。